这是迄今为止评分最高的国产剧 有人说这部剧十年内都无人能超越 现在已经过去快二十年了 依旧无人超越 它就是走向共和 大殿里 清朝副国际干部李鸿章正一边赤鲁鱼 一边听下属汇报工作 下属说 大人咱们北洋水师没钱了 李鸿章回答 哦 大人 日本制定了征讨清国策 他们要打过来了 李鸿章说 知道了 大人 张之洞的汉洋铁厂已经建成投产 他们南洋水师的风头要压过我们了 李鸿章不耐烦了 说 行了 你相信吧 下属又接着说 大人 咱们北洋水师定制的铁甲铅已经完工 英国人那边催着结账了 这一次李鸿章还没开口 下人便火急火燎地冲进来说 老爷 准备进贡给太后的那只鹦鹉 已经一天多不吃不喝了 拉的粪便的颜色也有点不对啊 前一分钟还云淡风轻的李鸿章 此刻却因为一只鹦鹉吓得咳嗽起来 为什么李鸿章会对一只鹦鹉如此在意 因为这只鹦鹉是他的救命稻草 前面下属汇报的种种问题 其实归结起来只有两个字 缺钱 李鸿章不是不想听 更不是不在乎 而是他心里清楚 要解决这些问题 唯一的办法就是伸手向朝廷要钱 而决定批不批预算的那个人 就是慈禧太后 而那只鹦鹉就是他讨好慈禧的铺垫 然而李鸿章的这笔经费并不好要 彼时正临近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寿 为了给自己庆生 慈禧太后正举全国之力重修颐和园 举办万寿庆典 花费之大连财政部都有些兜不住了 恰好李鸿章也上奏折 说北洋水是缺钱 那这仅有的一点预算 是应该批给太后修园子呢 还是要给李鸿章修国防呢 财政部部长严敬明把这难题丢给了光绪 而光绪也琢磨不透慈禧的心思 生怕得罪了他 所以又把折子递给了慈禧 探探他老人家的意思 慈禧看了折子之后 就招李鸿章进京了 出发前一晚 李鸿章和自己的心腹 盛宣怀在分析慈禧 会不会批这笔款 盛宣怀有些担心 他说当前朝廷就两件大事 万收庆典修园子是太后的事 北洋水师增建天炮是您的事 朝廷就这么点钱 两个乞丐一个馒头 如果你此时出头要钱 不就是明智跟太后抢吗 李鸿章不认同 他说 如果不是太后支持 我北洋水师到现在 恐怕还是几条破木船呢 他怎么会拿修园子来压水师呢 话末 李鸿章还不忘帮慈禧开拓 他这个家不好当啊 盛宣怀说 太后是不会拿修园子来压水师 但修园子是迫在眉睫 可北洋水师的事是可以拖一拖的呀 李鸿章听了眉头一皱 他知道 这钱怕是要不来了 盛宣怀的分析果然没错 此时的慈禧心思全在修园子上 但光绪这边反对修园子的折子 却越收越多 没办法 他把这堆折子拿到了慈禧面前 慈禧问他怎么看 光绪虽然心里希望慈禧能停止修园 但碍于自己是个傀儡 还是采取了寓意先扬的手法 亲爸爸辛苦几十年了 儿子和臣民们修个园子 让亲爸爸享福 尽忠尽孝 怎么着也不为过啊 先是充分肯定了慈禧修园子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然后想用一个但是来表明自己的立场 然而慈禧却不给他但是的机会 那你还将这些折子拿来干嘛 光绪唯唯诺诺的说 事关重大 而臣不敢做主 这才请亲爸爸胜财 亲爸爸是光绪对慈禧太后的特有称呼 光绪年间慈禧太后的地位等同于太上皇 所以慈禧喜欢被光绪叫爸爸 再加上慈禧认为光绪的母亲是他的亲妹妹 那妹妹生的儿子就跟我亲生的一样 所以才有了亲爸爸的称呼 赌完了光绪的嘴 慈禧又把矛头对准了财政部部长颜敬明 他说 我大清国怎么就穷到这个份上了 连修园子的钱都拿不出来 你这个财政部长是怎么当的 然而严敬明这人可不是草包 他是晚清最有名的理财专家 镜子也是出了名的耿直 他面对慈禧不卑不亢 说 今年水旱灾害不断 军费又花了那么多 光这两项就已经够把国库掏空了 更别提修园子的花销 现在国库里的钱都是跟外国银行借的 本来这钱就是用来修铁路的 现在铁路都停工了 钱全部挪给你修园子了 实在是没钱 慈禧一听脸上有些挂不住 他又开始攻击严敬明的业务能力 说你理财能力这么强 怎么就不知道留点余粮呢 严敬明说余粮是有的 有七百多万粮 那都是我往年从边边角角 一两一两抠出来 以备不时之需的 可这些钱也被要去修园子里的假山和池塘了 慈禧顿时语色 出于面子 他交代翁同和 园子里那些小的警官可以暂时不修 汪同和立马拍起了彩虹屁 赞扬太后体恤下情 这个让步对慈禧来说已经极其罕见了 他希望严敬明可以好自为之 起来吧严敬明 这下你该轻松了吧 可严敬明依旧不给慈禧面子 他说我还是轻松不起来 光停这些小工程没用的 停了整个项目 我才能轻松 这话彻底激怒了慈禧 皇上你听见了吧 这样直言敢见的臣子 他希望光绪能站出来帮他挽回一些颜免 然而光绪却开始为严敬明说好话 这里光绪犯了职场的大忌 要想劝说领导 就一定不能激怒领导 哪怕严敬明再有道理 光绪都应该先斥责他以下犯上 先给足慈禧面子 抚平他的情绪 这样才能更好的为严敬明求情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 让原本李亏的慈禧占了上风 张口江山社稷天下苍生 好像满朝中义 就我一个人拿着祖宗机 也不当回事 慈禧满脸委屈 开始诉说自己的无奈 他说你以为修园子是为了我自己吗 寻常老太太六十大寿 如果办的热闹 人家就会说这老太太好福气 有面子 那这户人家在这一带就坐得起人 而我作为大清太后 如果我的生日太寒碳 不光我没面子 朝廷也没面子 不光洋人看不起你 就连老百姓也看不起你 洋人看不起你 他们就欺负你 老百姓看不起你 他们就不服你 那时候 大清就完蛋了 今儿个我把话也撂着 谁要是让我这个生日过得不舒坦 我就让他一辈子不舒坦 此言一出 光绪和翁童和联盟下跪表明立场 说百分之百支持太后修园子 然而严静明却耿直到底 说话好说事不好做 意思是你们的支持并没有软用 有本事去帮我搞点银子 慈禧一听气得飙丧话 你给我滚 严静明说 如果我有罪 请让法律来制裁我 而不是让我滚 臣有罪 太后可将臣罢处问刑 不可叫滚 如今朝廷制度 慈禧听了又连骂三句滚 滚滚滚 严静明也是硬刚到底 臣不滚 臣自会走 就在慈禧和严静明对骂的时候 过来要钱的李鸿章正站在店外等候 李鸿章可比严静明圆滑多了 他不仅准备了鹦鹉讨好慈禧 就连大太监李连英他也准备好了礼物 他说他一直惦记李公公有脚气 所以专门从大鹰屁股给李公公带了治脚气的药水 李连英看了喜笑颜开 堂堂副国级干部竟然惦记着大太监的脚气 活该李鸿章能爬这么高 送走了四头严静明 慈禧等来了高情商的李鸿章 知道慈禧正在气头上 李鸿章并未直接开口要钱 而是先跟慈禧聊起了养生之道 然后顺便将那只会说话的鹦鹉献给了慈禧 鹦鹉的一句太后万事无疆 把慈禧逗得哈哈大笑 气氛瞬间缓和了许多 那么接下来就要聊聊钱的事了 李鸿章说 日本的明智天皇正在举全国之力扩充水师 种种举动都是针对大清 虽然我们的水师实力目前仍然是亚洲第一 但是我们的装备已经六年没更新过了 说着他拿出需要更新的装备清单给慈禧念了起来 可慈禧并不想听 直接打断了他 说日本罪而想帮不足为惧 关于北洋水师要钱这件事 他没有直接拒绝 而是直接甩锅 让李鸿章去找财政部 说到这里 他顺便撤了严静明的职 把财政部长这个位置交给了光绪的老师翁童和 这下李鸿章直接懵逼了 翁童和可是李鸿章的头号死对头 当年李鸿章的老师曾国藩弹劾了翁童和他哥翁童书 导致翁童书被判了死刑 翁爹听后直接被气死了 这事看起来跟李鸿章没有关系 但那篇弹劾文章却是李鸿章帮曾国藩写的 所以翁童和恨死了李鸿章 而现在慈禧把朝廷的钱袋子交给了他 那不正是拿捏李鸿章的好机会吗 李鸿章也知道这一点 所以一出门就开始讨厚巴结翁童和 虽然翁童和职位低于李鸿章 而此刻他在李鸿章面前可谓是趾高气扬 李鸿章一边说他已成为远东最强大的水师 一边又屡屡向朝廷索要军费 甚至拿出日本小帮来吓唬人 这样做岂不是自相矛盾吗 李鸿章说 北洋水师的实力目前确实是亚洲第一 可是要想维持这个第一 可是要花钱的呀 翁童和听了事不关己的说 反正现在也不打仗 你们先歇着吧 给朝廷省点钱 这话直接把李鸿章激怒了 于是直接开怼 翁师傅 我大清遭遇千年未有之变局 这才奋起持追 发奋图强 这都是两次鸦片战争给我们的教训 没事的时候 把兵器斥之为奇迹银巧 不屑一顾 一旦有事发生 又惊讶外国的兵器变怪神奇 鬼之玩意 阴见不远 我大清必须常被不屑的 翁童和自知理亏 于是直接摆烂 那是你北洋的事 你找我干什么 李鸿章被气得直接骂娘 你翁师傅要是肯把户部交出来 我要是再找你 我他妈 翁童和阴阳怪气的说 哟 李中堂是何等身份 还要泼妇骂街 昨晚便大摇大摆的走了 李鸿章看着文铜河的背影没有生气 只是忧心忡忡的说 战则大臣不和 与国家终非姓氏 李鸿章的这句话 几乎是全剧最大的flag 因为正是他们二人的恩怨 导致北洋水师在甲午海战中全线战败 李鸿章在慈禧那儿没要到钱 又在翁童河那儿碰了一鼻子灰 于是来到了颐和园找纯亲王帮忙 纯亲王是光绪的亲爹 虽然没有实权 但也算是个能说上话的 并且纯亲王是颐和园项目的包公头 或许他那里还有些闲钱 结果纯亲王一见李鸿章就大喊救命 说修园子的钱不够了 太后不光不给钱 还吐槽我进度慢 他说让我找你想想办法 李鸿章问还差多少 纯亲王说750万 李鸿章头大了 你嘛我一艘军舰也才140万呢 但李鸿章对于公里人的态度是 能讨好就绝对不得罪 纯亲王话上都说到这份上了 这个忙他是不能不帮了 既然朝廷没钱 那他就要自力更生 想办法搞钱了 他想的第一个办法就是海房捐 所谓海房捐 就是以买军舰的名义向民间募资 捐了钱的人可以获得一个官位 捐两三千两可以当个县级干部 自五千两可以当个市级干部 七八千两可以当个省级干部 说直白一点就是卖官 李鸿章提出海房捐后 第一个站出来反对的人是翁同和 官职是朝廷的名气 多少学人誓死 实在寒窗 甚至好手穷精而不可得 怎么可以为了几两银子拿出去叫卖 李中堂 你丢得起这个脸 朝廷还丢不起这个脸呢 李鸿章这次可不准备给他脸了 直接回怼给朝廷丢脸 乾隆年间国力是何等的强盛 可甘肃遭在世 皇上特职捐出了一批共生 金生救民于水火呀 照你这么说 乾隆爷也是给朝廷丢脸了 你 另外本朝雍正嘉庆 咸丰道光 哪一代没有用钱捐官的事 你敢说列祖列宗都给朝廷丢脸了吗 你你你这番话直接把翁童和怼得哑口无言 即便如此光绪还是不敢下决策 又把这事汇报给了慈禧 结果就是慈禧同意了 于是李鸿章就在全国各地大摆戏台 用叫卖的形式开始卖官 结果刚摆没几天就被人砸了场子 这个砸场子的人就是张之洞 张之洞和李鸿章同为晚清明晨 又互看不顺眼 自然会被放在一起比较 用外国记者的评价来说 李鸿章是说的少做的多 常常只干不说 而张之洞则是说的多做的少 李鸿章更重实习利益 张之洞更追求精神理想 一个是理科生 一个是文科生 原本张之洞就看李鸿章不顺眼 这次的海防娟算是彻底让他撕破了脸 因为拿钱买官损失的一定是文人的利益 而他又是文人中的领袖 自然要站出来替天下文人名不平 他不是不知道李鸿章是为慈禧筹钱 张之洞之所以敢砸李鸿章的场子 是因为他知道买官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 哪怕有慈禧的默许 也要偷偷摸摸搞 哪有像李鸿章这么搞的大张旗鼓肆无忌惮 不光如此 他写了一封弹劾李鸿章的文章 慈禧看了文章连连称赞 因为他可是张之洞的头号迷妹 可是欣赏归欣赏李鸿章再怎么不靠谱 也是在为他办事 所以面对弹劾慈禧的指令是银耳不发 李鸿章卖官筹钱 虽然是解了慈禧的燃眉之急 但却苦了光绪 因为他每天都要面对前来数职的心管 有年过八十的老翁 也有一心只想唱戏的爆发户 总之是一个比一个离谱 慈禧眼瞅着海防娟丑事频出 便准了张之洞的折子叫停了这个项目 当然他的出发点绝不是为了江山设计 而是因为钱已经挂的差不多了 刚好就是这个点借泼下驴 另外也是给张之洞一个面子 同时也借机敲打下李鸿章 让他不要太飘了 然而官卖完了 这修园子的钱还是不够 纯亲王又想了个办法 说让李鸿章以扩充海军之名 向外国银行借款 这件事李鸿章办的极为漂亮 为了以最低的利息借到最多的钱 李鸿章一口气挤起了四国银行代表 让他们竞标提案 说你们谁给的钱多 谁的利息最低 我就借谁的钱 我借哪一国的钱 就买哪一国的军火 英国代表一下就看出了李鸿章的用意 他说你是想让我们欲棒相争吗 李鸿章呵呵一笑 说对呀 你后面还有十几家银行 等着借钱给我 你不争行吗 我是借钱 又不是要你施舍 你想争就争 不想争就让你们的资金闲置在那儿吧 说完便潇洒离去 李鸿章的方法果然奏效 法国和德国都降低了借款利息 并且将还款周期延长了十年 郑宣怀提议 可以从两国各借一百万 李鸿章说 不 只向德国借 一次性借二百万 越多越好 并且让他们把还款周期延长到十五年 郑宣怀一脸不解 李鸿章说出了一句至理名言 这句话请大家好写 应背诵 借少了 你是他孙子 借多了 他反而成了你的孙子 至于为什么不选法国 李鸿章说 因为承诺了借谁的钱 就要买谁的军火 这要说到做到 法国造的军舰不行 德国信 就这样 李鸿章又轻轻松松 帮慈禧搞到了两百万 而此时 弹劾他的张之洞 还在大谈中庸之道 还在跟弟子一起学习欧母定律 看到这里 我想说慈禧有李鸿章 真是祖坟冒惊烟了 以李鸿章的能力 如果放在盛世 必定是一代伟人 只可惜 他跟错了老板 又在李鸿章 帮慈禧搞钱 修颐和园的时候 日本海军举行了一次阅兵 明智天皇亲自登上军舰 检阅海军 神奇的是 他竟然在列队中 发现了自己的侄子 堂堂亲王的孩子 要过来参军 而我们八戚子弟 此刻正在颐和园 给慈禧装灯炮 明智天皇登上炮台 抚摸炮管说 这就是用来对付清国军舰的火炮吗 日本的海军元帅说 我们的战舰虽然航速比他们快 但是整体性能 还是不如清国的定元舰和致远舰 如果要超越他们 还是需要钱来更新装备 这位海军元帅 跟李鸿章遇到的问题一样 缺钱 可是不同于到处甩锅 踢皮球的翁童和 日本首相伊藤博文 主动揽下了责任 说财政是内阁管的事 依照天皇干嘛 元帅说 清国有钱 原本拨给海军的钱就比我们多 再加上他们最近又开设了海房捐 举国上下都在给海军筹钱 我们压力大呀 看到这里 我的脸都红了 如果海房捐的钱 真是用于海房 那也就算了 关键是钱流向了颐和园 不仅对海房毫无益处 还让竞争对手加强了警惕 李鸿章这次 属实是搬起石头 砸了自己的脚 伊藤博文也说出了内阁的难处 清国官给太后过个生日 就花费了三千万粮 他们家大业大 我们根本比不了啊 再说内阁已经把烟草税和药物税都拿来买军舰了 如果再花钱 国会肯定不会同意 内阁实在是拿不出钱了呀 明治天皇听完后 做出了一个决定 既然内阁没钱 那我就把私人财产的十分之一拿出来买军舰 首相和海军将领听后都想拒绝 而明治天皇却坚持自己的决定 最后他还鼓舞了一番士气 对众士兵说希望大家能开拓万里波涛 养我国威 看到这里我血压飙升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呀 日本为了买军舰把税收都搭了进去 而李鸿章好不容易从外国银行借了点钱 都要拿去给慈禧修园子 伊藤博文说慈禧修园子一共花了三千万 要知道一艘定远舰也才一百四十万 他一个园子修掉了二十多艘军舰 明治天皇为了买军舰拿出自己的私人财产 那慈禧是没钱吗 并非如此啊 慈禧非常有钱 据史料记载 当时慈禧有接近六千万两的积蓄 足够李鸿章买四十艘军舰 然而就算李鸿章再难 这个富婆也没舍得从自己的腰包掏出一分钱来 一个杂锅卖铁买军舰 一个杂锅卖铁修园子 一个是开疆兔兔杨国威 一个是庆祝生日撑门面 慈禧但凡有明治天皇一半的格局 大清都不会亡啊 李鸿章接连摆平了两件大事 慈禧觉得是时候给他一点甜头了 于是决定派纯亲王替他和光绪到北洋水师来一次大阅兵 给李鸿章掌掌门面 李鸿章很高兴 他觉得这是一个凝聚海军士气的好机会 同时又可以向隔壁日本袖袖肌肉一举两得 可盛宣怀却忧心忡忡 他拿出了一盒百年高丽参 李鸿章一眼就看出这是走私货 问他哪里来的 盛宣怀说海关扣下来的 这还是极小的一部分 海关压着不敢上报 因为走私船是您北洋水师的军舰 李鸿章一听起身骂娘 看来他要先一步过去整顿一下军技了 然而这只是第一站 就给了李鸿章一个天大的惊喜 李鸿章登上吕顺军港的炮台 推门走进大药库 看到里面一切都井然有序 他满意点头 可就在转身离开的时候 他突然感觉哪里不对 于是又回头在一枪炮弹面前停了下来 他命人撬开盖子 发现里面装的全都是石头 根本不是炮弹 李鸿章脸色一变 一边的黄瑞兰瞬间瘫倒在地 饶命啊中堂大人 用石头充当炮弹 贪污军费 这黄瑞兰真是该死 可李鸿章是怎么发现的呢 他说 这批军火已经摆在这里五六年了 给我发现 弹药箱的木头都是新鲜的 有的还水汽未干 一看就是新作的 所以其中一定有炸 为了避免类似的作假 李鸿章提前一晚 偷偷去了危害刘工岛 而刘工岛的情况就更精彩了 堂堂海军提督丁如昌 看着下属在屋里玩女人 自己却站在屋外敢怒不敢言 看到突然出现的李鸿章 他一脸尴尬 更尴尬的是 一群喝得醉醺醺的海军 迎头撞了上来 他们说 舰长方伯谦回家找小老婆去了 他们就偷偷溜下船 喝点小酒 李鸿章又带着丁如昌 来到了军舰下面 却发现丁远舰处处亮着灯 并未实施灯火管制 他命人偷偷上船 看一下是怎么回事 结果发现丁远舰长的士兵 都在聚众赌博 船长刘不缠还在吸牙片 李鸿章眉头一皱 恨不得原地撕了丁如昌 于是他把丁如昌 领导房间开展了教育 以下内容展现了 李鸿章高超的育人指数 建议老板和管理层反复观看 第一步 借事打压 丁如昌的能力不行是事实 作为领导 李鸿章应该让下属 认识到自己的问题 所以他拿出了 翁同和弹劾丁如昌的文章 文章说 丁如昌业务能力不行 且管理能力跟不上 配不上北洋水师提督这个职位 注意 李鸿章没有自己怼 而是借翁同和之口 说出了自己想说的话 这样既不会伤害 与下属之间的关系 又可以树立共同的假想敌 丁如昌看完是满头大汉 看来效果不错 那么接下来就是第二步 向下属展露自己的委屈 李鸿章说 翁同和不仅弹劾了你 还弹劾了我 说我培植私人势力 任人为亲 把一个能力不行的人 放到了一个这么重要的位置 这里是暗示丁如昌 我作为领导 替你背了很多国 我对你有恩 你却连累了我 丁如昌一听 便要原地辞职 说不想耽误领导 那么接下来就是第三步 展示实力 给下属信心 李鸿章说 你怕什么 我一年四季被他们弹劾 谁又能动得了我 妈的 说我任人为亲 难道非让我任人为书 让下属跟我作对不成 老子干了一辈子了 还会上他的当 这番霸气言论实在暗示 你领导还是很牛逼的 有能力照着你 放心踏实地干吧 然后就是最后一步 鼓励下属 李鸿章说 这个官你不但不能辞 还要牢牢给我站住 北洋水师是朝廷的命根子 也是我李鸿章的命根子 你懂吗 这话的意思是 我把命根子都交给你了 可见我对你是多么的信任和器重 可丁如昌却怂了 说如此大任 我担当不起啊 看来前面的打压 让下属没了信心 那么作为领导 就要强调下属的优势 和不可替代性 李鸿章说 如果你担当不起 那就没人担得起了 你虽然能力不行 可你蹲厚啊 光这一条就顶他们千万条 蹲厚是什么意思 就是听话呀 把听话说得这么高大上 足可见李鸿章的语言艺术 但下属能力不行 光打鸡血还是不够的 必须要给予知识 李鸿章说 放心吧 他们不服你没事 老夫在后面帮你撑腰 但同时你自己也要争口气 快点补上自己的短板 丁如昌被感动得稀里哗啦 郑重地说了一声 是 做完了思想工作 李鸿章决定亲身示范 给丁如昌上一堂管理课 对于贪污军费的黄瑞兰 李鸿章的做法是杀 一是因为他用石头充当炮弹 致前线将士的生命于不顾 确实该死 二是因为黄瑞兰 十四岁就跟了李鸿章 还对他有救命之恩 算是心腹中的心腹 如果李鸿章连黄瑞兰都舍得杀 那就更说明 他不是那种任人为亲 一味偏袒的领导 砍了黄瑞兰之后 跪在地上的方伯谦快吓尿了 昨晚他擅离职守 留下船 私会情人 按军计 这可是死罪 然而李鸿章并不打算杀他 而是打算利用他演绎出戏 李鸿章 先是假意说 要砍了方伯谦 丁如昌立马冲出来 挡在前面说 我被洋水十四创建以来 未经一亿先斩大将 于君不利呀 李鸿章没有松口 执意要砍 丁如昌接着说 李鸿章一听很满意 这就是他想要的效果 方伯谦等人 自诩是刘洋精英 一直看不上丁如昌 所以不服管 这一次丁如昌在众人面前 貌似为下属求情 他这个好领导的形象和威信 算是彻底立住了 所以他才选择了射 而对于偷袭鸦片的刘不禅 李鸿章的手段是 因为刘不禅的能力非常出众 但他一直觉得自己只当了个船长 太驱才 心中有怨气 所以才吸食鸦片宣泄 对于这种误入歧途的好同志 即比罚更有用 李鸿章教给他两样东西 一个是定远舰的模型 一个是他的烟筒 说 今天我也不多说你 也不罚你 你就躺在烟榻上 屯云土雾 让日本人炸成你的定远舰吧 刘不禅听了李鸿章的话 心中愧疚无比 哭着说 不禅今日就将这模型 拿去钉在床头 让他时时警醒 不禅身上 但这北洋命运 国家安危 不禅世将竭尽心里 操练兵士 我心肠胆 中真 报国 杀也杀了 骂也骂了 接下来还要赏 这个赏的对象就是邓世昌 李鸿章说 邓世昌的志愿舰号令森严 没有一个人擅自下船 那是他自己以身作则 至传如家 而他真正的家 却在半个月前被飓风毁了 现在妻儿老小 都还住在破木棚里 邓世昌很是惊讶 我也是前几日才收到家书 中堂您怎么也知道 李鸿章说 我怎么知道的你不用管 我已经派人去帮你家修理房屋了 你的妻儿老小 我也会帮你妥善安置 邓世昌激动的说 中堂大恩不敢言报 从今以后 我邓世昌更是有国无家 一杀一射一击一赏 李鸿章三下五出尔 就把这群人治得服服帖帖的 郑宣怀对李鸿章佩服的是五体投地 但他还有个疑问 走私的事你不查吗 李鸿章说 这件事牵扯的人太多了 如果要查 势必会引起军心浮动 朝廷阅兵在即 还是稳定要紧 郑宣怀说 可是军舰走私事关国体 您总不能视而不见呢 要不咱就抓一批 杀一批 来敲山镇虎 李鸿章一听 郑宣怀要杀人 眉头一皱 给他上了一课 他说 我坐在这个位置上 想杀人太容易了 因为我有权力 可你知道 当官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吗 不是运用权力 也不是滥用权力 而是要遏制自己的权利欲 倘若有了生杀之权 就世杀无忌 有了行政之权 就作威作福 有了渡知之权 就位己敛财 那真是国将不国呀 圣宣怀听了 猛然醒悟 说 当为今事为官者戒呀 当为今事为官者戒 当为今事为官者戒 重要的事情 说三遍 随着三声炮响 海上的把船 被北洋军舰瞬间击沉 打击的精准度 让外国公使叹为官职 连纯亲王都看得激昂澎湃 还急性赴诗一首 李鸿章听完脸色一沉 很显然这首诗有问题 但他一言未发 这次北洋阅兵取得了圆满成功 在庆功仪式上 大家举杯共饮 可这时 日本公使小村兽太郎 却突然发难 说魏国这次阅兵 看起来像是对我大日本帝国的挑衅 纯亲王一听赶紧嘻嘻哈哈打马虎言 我国和日本一一带水 这个兄弟邻国嘛 可李鸿章却不买账了 站出来怒怼 笑话 我大清国是在自驾的领海里 捡月水师 和你日本有什么关系 我想除了小村公使外 再没有人会有这种不正常的想法 一番话 把日本公使怼得哑口无言 只能摔杯离去 风光过后 李鸿章偷偷把丁汝昌拉到一边 质问他是怎么回事 原来李鸿章早看出来 阅兵时 丁远舰放的全是空炮 那把船是怎么被击沉的呢 真相只有一个 那就是把船上有人 在丁远舰开炮之后 他们点燃了船上的炸药 制造了把船中弹的假象 他们用自己的牺牲 换来了阅兵的圆满成功 丁汝昌说 丁远舰主炮一共只有三枚炮弹 我们实在是舍不得 李鸿章听后又气又无奈 气的是如果这件事传出去 那就是妥妥的齐军之随 无奈的是 他知道丁汝昌的难处 自翁童和当上财政部长之后 就再也没有给过北洋一毛军费 新的炮弹没钱买 那仅存的炮弹 当然要用在刀刃上 他们做的没错呀 所以李鸿章没有责怪他 只是问点炮的人回来了吗 丁汝昌沉重的说 没回来 李鸿章听后一阵眩晕 他沉默许久 才交代丁汝昌说 一定要安顿好他们的家人 不要含了兄弟们的心 处理完家事 李鸿章又赶紧去安抚李连英 这次阅兵 李连英是跟着纯亲王一起来的 但奈何他是个阉人 当时有种迷信说 让阉人上军舰是不吉利的 所以李鸿章事前把他哄到了 VIP休息室 李连英看出李鸿章 不想让他上船 虽然心里有一百个不爽 但还是要故作坚强的说 刚好我晕船不上也罢 李连英虽然表面没有生气 但太监的心眼 那是比针孔还小 这个仗他算是记下了 北洋阅兵让李鸿章出尽了风头 他一手把大清最繁盛的一面 展现在了世界面前 现在无论是哪国公使都认为 如果大清和日本开战 那日本一定会被撕得粉碎 李鸿章是火了 但纯亲王可就没那么幸运了 回宫后 他眉飞色舞的讲述着阅兵的剑文 说北洋的军舰比那伊和园的楼还高 一个炮弹打出去 把洋人的脸都吓白了 还在慈禧面前 疯狂夸赞李鸿章 指军有方 对朝廷忠心耿耿 丝毫没有察觉到慈禧脸上的不悦 等纯亲王说完之后 慈禧阴阳怪气的背起了 纯亲王在阅兵时作的那首诗 红邪近旅 与言千帆 罗拜遗求 列己行 红飞九天 齐赞颂 历辞皇屋 福威阳 纯亲王此时才意识到不对 这诗的问题就出在 同邪近旅和红飞九天上 纯亲王是谁啊 是光绪的亲爹 是大清国最不能有野心 最不能拉拢朝臣的人 但同邪近旅 暴露了他和李鸿章的关系 而红飞九天 则表露了他的志情 这两样加起来 就是对慈禧最大的威胁 虽然慈禧清楚纯亲王 没这个能力和胆子 但敲打一下还是有必要的 哎呀呀 纯亲王府容不下真龙天子了 咱们的妻也要冲销而上了 纯亲王一听 赶紧跪下解释 慈禧却不想听 只是警告他 不要以为儿子当了皇上 如今又亲政了 就生出许多妄想来 纯亲王垂胸顿足 奴才绝无不成之心啊 说完就晕死了过去 李莲英上去叫了几声 跟慈禧说 七爷不行了 慈禧一愣 这么不惊吓的吗 赶紧把他抬走 堂堂亲王 竟然被慈禧一句话 吓死了 临终前 纯亲王把儿子宰封叫到床前 交代他家族后代 不要当皇帝 最好连王爷也不要当 说完人就走了 然而纯亲王不知道的是 宰封后来不仅没听他的话 还走了跟他一模一样的老路 也许这就叫家族遗传吧 日本首相伊藤博文 在国会上提出 要购置英国军舰吉野号 国会一听又要增加军费 于是纷纷骂娘 声称要解散内阁 恰好这时 小村兽太郎的电报到了 他说 我刚刚经历了北洋水师阅兵 他们的海军实力强大到令人折舌 如果日本不加速发展海军 那任何伟大的计划 都会在北洋水师的炮弹下 化为灰迹 国会一听 纷纷沉默 伊藤博文一看游戏 交代下属 塑造小村回国 让他把在中国的所见所闻 以夸张十倍的方式 跟明智天皇汇报一下 希望天皇能支持内阁 增加军费 天皇爽快答应了 天皇之所以这么爽快 不光是因为伊藤博文的吓唬 更重要的是 福泽玉吉曾对他说过这样一段话 他说中国曾是我在青年时期 最崇拜的国家 他们的诗书典籍 我烂熟于心 他们的历史我也深入研究过 但现在的清国 已经变成一个令人厌恶的国家 即使是有李鸿章这样的能人 也于事无补 日本早应该脱离亚洲这个群体 和欧洲的强者为伍 因为和强者做朋友 才能使自己进步 但清国是我们脱亚入欧的最大障碍 因为他们不可能眼睁睁 看着日本和欧洲联合 所以向清国开战是必然的 虽然天皇和内阁达成了共识 但奈何日本实行的是三权分立制 就算天皇同意 也没办法强迫国会 于是他们想了两个办法 第一是把大清的阅兵 渲染成带有侵略性质的挑衅 把民众对政府的不满 都转移到对清朝的仇恨上 一致对外 第二个办法是用苦肉计 明知天皇下了诏书 说大清海军实力太强 我深感焦虑 为此我要握心尝胆 只要日本一天没买到吉野号 我就一天只吃一顿饭 日本民众一听心疼坏了 纷纷有钱的出钱 有力的参军 没钱也没力的 就卖身捐钱 并且还陪明知天皇一起饿肚子 国会迫于舆论 很快就同意了增加军费的提案 就这样 他们买到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军钱吉野号 并且将其他军备武器更换了一轮 万事俱备 现在只剩下一个开战的借口了 就在明知天皇 为了买军舰饿肚子的时候 面对着118道菜的慈禧 不懈抱怨 就这么点菜 真没办法下筷子 李连英听了趁机煽风点火 说奴才无能 奴才在李中堂那儿 看他吃得比您好多了 奴才改天过去学学 学 就你 聪明如慈禧 一下就看穿了李连英的小心思 于是生气怒怼 少在我面前挑唆 不让你上军舰 是我准了李鸿章的 让你到北洋去溜达溜达 是看看你出了宫以后 是个什么德行 人家李鸿章会打仗 会搞洋务 会搞外交 给大清整足了门面 他吃得好一点 兜里钱多一点 那都是应该的 因为他劳苦功高 你算个什么东西 敢在我面前挑唆 奴才知错了 奴才该打 奴才该打 因为李鸿章事办得漂亮 光绪又给他升了职 但他真正想要的并不是荣誉 而是军费 在阅兵前 他们就准备好了三个要钱的方案 分别是500万的豪华套餐 150万的基础套餐 和60万的保底套餐 李鸿章原本以为阅兵效果这么好 150万的基础套餐肯定是稳了 但结果 朝廷连60万的保底套餐都没给 李鸿章有些不开心 光绪也有些奇怪 我不是批了60万预算吗 怎么能说一分没给呢 翁童和赶紧站出来说 皇上 郭库里现在只剩60万了 全批给北洋水师 别的地儿就没钱花了呀 翁童和同时也给李鸿章卖惨 宫里的女人要添衣裳 太监要换被褥 太后要修园子 真妃还净喜欢一些洋玩意儿 这哪一样不要钱呢 我这户部尚书也不好当啊 李鸿章说 你接管户部之前 我北洋的军费可是一毫不缺 可自从你上台之后 就没给北洋拨过一千银子 我北洋五年没买过一发炮弹 这要是没事还好 如果真有事 你担得起吗 翁童和说 你拉倒吧 少吓唬人 然后又把太后搬了出来 说修园子的钱还不够呢 李鸿章被气笑了 他知道这60万 翁童和是无论如何都不会给了 于是他要托李莲英把这件事告诉太后 结果继承李莲英根本不搭理他 但这还不是最气人的 更过分的是 口口声声说缺钱的翁童和 转身就把这60万 劈给了一个叫李光钊的商人 李鸿章一下子就嗅到了阴谋的味道 一个南洋商人是有啥本事 能从翁童和手里撬这么多钱 他让盛宣怀严守海关 一定要扣住这个人 很快盛宣怀那边就有消息了 被扣下李光钊不认识盛宣怀 态度很狂 说老子是朝廷清典的医和园监督 干的是太后的工程 你们算哪根从敢扣我 盛宣怀说 你从户部要了60万两 实际上材料费运费加关税 一共只花了10万两 你自己私吞了50万两 说你是奸商都抬举你了 你这种应该叫骗子 李光钊依然嘴硬 说老子的银子是户部给的 手里还有朝廷的批文 我看你能把我怎么样 盛宣怀准备给他上行 这时李鸿章走了进来 李光钊一见到李鸿章 瞬间怂了 李鸿章说 商人赚钱的路子有很多 有的钱赚起来安省 有的钱赚起来心惊胆颤 李鸿章只用了一句话 就戳到了李光钊的心窝子 然后他指着盛宣怀说 你认识他吗 他叫盛宣怀 李光钊一听盛宣怀这个名字 瞬间两眼放光 盛宣怀那可是大清第一官商 是商界的老祖宗 李鸿章接着说 让他带你赚钱怎么样 赚安省钱 但前提是 你要把你勾结朝臣的事 老老实实交代清楚 李光钊瞬间就破房了 抱清朝首富的大腿 这是几辈子都修不来的福气 什么翁童和 什么李莲英 什么庆亲王 童童死一边去吧 于是他就一股脑 把事情全抖了出来 李光钊哭着说 我压根就没赚五十万呢 为了拿这个差事 李光钊便卖了家产 买了套四合院去巴卸公共小得子 又通过小得子搭上了李莲英 给他送了十万 又经李莲英的指点 认识了新任颐和园包工头的庆亲王 这庆亲王简直就是贪得无厌 还没办事 就先问李光钊要了十万 事后又让他追加了五万 再加上上上下下的打点 以及拆旅费 住宿费 李光钊实际只赚了十万两 要不是翁童和那老头子死活不肯要钱 他这趟生意说不定还会赔 既然翁童和没收钱 那他是怎么被收买的呢 原来是李莲英给他出的主意 李莲英说 名利名利 有人喜欢利 而翁师傅只喜欢名 他让李光钊花了点小钱 出版了一本翁童和和他爹的书法集 拿到翁童和面前一番吹捧 把翁童和感动的稀里哗啦 于是这个大院种就把李光钊视为知音 不仅给他批了六十万 还送了他一幅墨宝 殊不知这幅墨宝在金商眼里就是一张废纸 李鸿章听完就把李光钊给放了 他交代盛宣怀 李光钊得那十万两 我北洋水师直接没收 让他翁童和也不敢再要 另外把这件事 透露给泰晤时报记者莫里逊 李莲英和庆亲王都是太后的人 你不要提 咱们这次只搞翁童和 小得子跪在地上狂扇耳光 他不明白 李光钊已经跑了 李鸿章把锅都扣在了翁童和头上 压根就没提他们 李莲英为何还这么生气 李莲英说 我又欠了李鸿章的人情 你知道吗 他是何等身份 我又是何等身份 我欠得起吗 说完又让小得子多扇了几个耳光 虽然李鸿章的折子里没提李莲英 但慈禧一下就猜到李莲英是有份的 然而他没有责罚 水至清则无余 在李莲英这个位置 贪点很正常 如果连身边给自己办事的人都要较真儿 那以后的日子还怎么过 既然李鸿章都没提 那他就更没必要提了 李莲英就这么逃过了一劫 但翁童和的日子可就没这么好过了 一和园亲功报仇文 翁童和一字受千金 光绪看到报道 气炸了 大骂自己的老师 一本书法集 你翁师傅就把自己给卖了 还卖得这么贱 翁童和跪下说 李光钊是内务府推荐的 手里还有朝廷的批文 所以我猜 光绪打断了他 你可拉倒吧 李鸿章也问你要钱 并且还有我的口谕 你怎么就不批呢 翁童和哑口无言 只能认错 但同时又强调 陈一生清廉 皇上您是知道的 他只是在暗示 我只是糊涂 而不是贪污 虽然事情的结果可能是一样的 但性质完全不一样 光绪可不买账 意味深长的说 名利名利 名在利前的翁师傅 意思是 名和利是连在一起的 图利是贪 图名也是贪 翁童和愣在原地 看来他是彻底洗不白了 为了买炮弹 史上最励志打工人李鸿章要自己搞钱了 不过 这次他不打算跟洋人借钱了 而是选择跟美国人合开银行 只需要开放市场提供场地 洋人的钱就会流过来 简直就是一本万利的买卖 李鸿章的头号黑粉翁童和一听又激动了 李鸿章手握军钱还要搞小金库 他是想上天 并且还敢瞒着皇上和太后 这不是找死吗 然而翁童和刚刚经历了颐和园贪污案 在光绪心中 他现在属于是失信人员 所以这次万不能再贸然出头了 他得找一只出头鸟 这个鸟就是庆王爷 庆王爷也正恼火 他刚接手外交业务 英国老就上门洒破 说李鸿章不讲武德 竟然把合资银行这块肥肉给美国人独吞了 还威胁他说 如果李鸿章这事办成了 我大英帝国就和你们断交 庆王爷敛财手段一流 但外交这事他是真不懂 刚好翁童和上门找他谈心 他就向翁童和请教 这事应该怎么办 这俩人一个眼里只有书法 一个眼里只有钱 一个是真敢讲 一个是真敢听 不过他们最终达成了一个共识 那就是不让李鸿章好过 要我说庆王爷这朋友能处 有事他是真上 他按照翁童和教的 在慈禧面前告李鸿章的状 说他出卖国家利益 慈禧一听这话文周周的 就知道翁童和给他上过课 他提点庆王爷 学东西你也要挑对人呐 外交上的事你找翁童和干嘛 他才见过几个洋人呢 说吧英国人都跟你说什么了 慈禧王把英国公使的话 复述了一遍 慈禧大发雷霆 我偏要把好处让美国人独吞 我打清国自个儿的事 爱着他们什么呢 然后又恨铁不成钢的教育 慈禧王在办洋务上 李鸿章才是你老师 他要句八字真言 你给我记住咯 那就是 我不拒你 我不欺你 慈禧王迷迷糊糊点了下头 李鸿章为了合资银行的事 特地请慈禧喝下午茶 不得不说 李鸿章对女人的心思拿捏的是死死的 一看慈禧喝不惯咖啡 便赶紧换了甜甜的蛋糕 等慈禧缓过来后 他又在咖啡里滴了几滴酒 慈禧饶有兴趣的闻了闻 说真是奇怪 这东西闻着香 怎么喝起来就这么苦 李鸿章说很多事情就像喝咖啡一样 一开始是有点苦 但喝习惯了也就喜欢了 李鸿章看慈禧也没有反感 就继续说 就像办合资银行 看着好像是我们亏了 实责是赚了 我们可以先开一个试试 行咱就扩大 不行咱就收嘛 慈禧说办银行不是不行 但最好还是咱自己办 不要跟洋人合作 不方便啊 李鸿章说要的就是不方便啊 如果太方便 有些人就会乱花钱 李鸿章这话 怼的就是翁童和 但慈禧听起来格外色耳 乱花钱 说我修园子是乱花钱 得了 这银行你也甭搞了 女人心还抵真 李鸿章到底还是不了解女人 合资银行的事凉了 北洋水师还是一颗炮弹没有进 李鸿章彻底佛了 而另一边的日本 已经在讨论向清国宣战的借口了 他们都知道 李鸿章为人谨慎 一定不会主动出击 日本将军建议 可以利用朝鲜内乱 以保护日本大使馆为由 把军舰开到朝鲜跟清国的交界处 果不其然 日本这军舰是越开越近 驻朝大使袁世凯 致电李鸿章 说日军有400余人的海陆军部队 已到达朝鲜 背后可能还有强大的部队跟随 申请朝廷也出兵威慑 不能让日本得寸进尺 李鸿章点了根滑子 表示可以出兵 不过不需要出太多 他说日本打仗是要经过国会同意的 日本刚经历经济危机 小日子过得不富裕 就算内阁想打仗 国会也是不会通过的 然而李鸿章完全猜错了 日本早已把矛盾都转移到大清身上 现在日本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 早已到达了最高点 国会不光同意打仗 还逼着内阁尽快出兵 谁不上谁是孙子 天皇也玩起了道德绑架那一套 说你们要打不赢这场仗 我就不吃饭了 现在万事俱备只差断交 小村兽太郎找上清亲王 提出日本想和清国共同治理朝鲜 清亲王说 你这是干预他国内政啊 我不同意 小村微微一笑 不同意 那太棒了 然后转身就递上了断交书 说好了 现在我们不是朋友了 以后无论发生什么 我们都不负责 局势不乐观 李鸿章去请示慈禧 要不要开战 慈禧白了他一眼 真不懂事这种会上史书 会遭人骂的事 别让我做决策啊 照皇上去啊 他唯一的要求是 无论打或不打 都不能耽误他过生日 那到底是打还是不打呀 光绪也拿不定主意 李鸿章的建议是 应该一边备战 一边请英俄等国帮忙调停 光绪说如果调停不成 那我们能赢吗 李鸿章说不能 因为可调的军队不够 陆军要保护京城 而北洋水师能作战的只有八艘船 打不赢日本 众人惊呆了 光绪说北洋水师不是亚洲第一吗 怎么连日本都打不赢了 李鸿章真是有苦说不出啊 深思一会后 他给众人分析起了中日海军的差距 日本能用的军舰有21艘 还有9艘是最近几年才买的 性能完好 而我们的军舰确实比日本大 但也正是因为太大 所以走得慢 并且其他军舰买了十几年都没有保养过 早已破烂不堪 速度也跟不上 我们在速度上如果慢了就等于输了 但也不是完全不能打 只要我们止防不攻还是有胜算的 战狼张俭说 李鸿章你就是怕死 传慢一点怕什么 我以倭寇之战 你虚我执 理直者气壮 气壮者斗志昂扬 以我斗志昂扬的正义之师 战于失道寡住的无耻之徒 怎能不稳操胜券 这话给李鸿章整笑了 你可真是站着说话不要疼 我分析了半天 你是没听懂吗 战狼说 我的确没听懂 但我知道武器不是决定战争输赢的唯一要素 比武器更重要的是人心 李鸿章无语了 说你不懂 那我就再给你上一课 你知道传慢意味着什么吗 意味着日本想打你的时候 马上就可以追上你 而你想打他的时候 他早就跑了 还有射速 我们是五分钟开一炮 而日本是一分钟开五炮 你告诉我 这时候浩然正气有用吗 战狼含要杠 瘦他五炮又如何 我们炮大呀 一炮顶他们五炮 李鸿章笑了 你说的对 我们的炮确实比他们大 可炮弹呢 翁童和一听 赶紧出来转移话题 说现在是讨论打不打仗的事 你聊这种小事做什么 这老头真是干啥啥不行 甩锅地名 小事 李鸿章看翁童和 还在装糊涂 决定不给他面子了 说今天我也不怕落个奇军之岁 实话说了吧 北洋阅兵时放的都是空炮 把船根本就不是被军舰击沉的 而是我们在把船上预埋了炸弹 水兵用血肉之虚引爆的 因为军舰上只有三颗炮弹 不舍得用啊 光绪慌了 说炮弹呢 李鸿章说 你问问翁童和吧 翁童和心虚地看着光绪 开始被他提前想好的剧本 说皇上你知道我是很节俭的 但是最近开销大 我气得光绪指马街 你混蛋 这一刻光绪终于醒悟了 对李鸿章说 你以后要买什么都因你 无论是军舰还是炮弹 你想买什么买什么 只要能打败日本 我连这个皇座都可以卖 并且他还冒着得罪慈禧的风险 直接从慈禧的生日预算中 拿出了三百万充当军费 然而一切都已经晚了 今天是慈禧的六十大寿 他画了一个老娘妆 接受满朝文武的跪拜 笑得合不拢嘴 顺便还免了众人的跪拜 允许大家带心休息三天 陪他一起看大戏 果然女人心情好了 看啥都顺眼了 宴会现场人声鼎沸 热闹非凡 盛轩怀匆忙走来 说袁世凯的集电 光绪看完电报 急忙带着一伙人出来商讨对策 光绪说 日本的军舰已经开到大清的水域了 这仗不打是不行了 但李鸿章认为敌情未明 应该再等等 只有拖延 我军才有必胜的把握 光绪被气得有些上头 日本都打到家门前了 还忍让 国威何在 另一边换完装的慈禧出来 看到人少了这么多 便当众数落 说光绪和李鸿章 不把他放在眼里 全呈黑脸 李莲英赶忙派人 把光绪等人叫了回来 光绪匆忙带着鼓上台 坐在旁边 为戏子们敲鼓奏乐 慈禧这才开心的笑了 他以为这是光绪给他的惊喜 只是后面他就笑不起来了 光绪从一开始的轻敲慢打 到最后越来越快 眼神从惊恐到麻木 头上全是汗 最后竟然哭了出来 慈禧一脸惊讶 而大臣们更是满眼心疼 是啊 堂堂一国之君 居然在角落给戏子们配乐 只为不太后一笑 敌人都打到门口了 他还不能专心备战 还要对慈禧唯命是从 这是何等的委屈跟耻辱 这一哭是把国运枯衰 也把慈禧枯蒙了 1894年7月25日 日本军舰突然袭击中国商船高声号 掀开了甲午战争的序幕 李鸿章依然坚持保守策略 让北洋水师避敌锋芒等待战机 但以翁同和张俭为首的战狼派 却指责北洋水师怯懦拒敌 怂恿光绪斩杀丁汝昌 架空李鸿章直接指挥北洋水师 光绪听完就立即传旨 让北洋水师积极应战 北洋水师将领们开始蒙圈了 李鸿章不让上 皇上又赶着上 那我们应该听谁的呢 丁汝昌思索片刻说 听皇上的 北洋水师这边奉命出征 以刘不禅邓氏昌为首 丁汝昌为总指挥 在黄海跟日本开战 只是实力悬殊 丁汝昌一开始就被炸个措手不及 瞎说让他回藏休息 他说 于是丁汝昌带上就地指挥 当时昌带领志远舰英勇作战 主攻日本的头号军舰 吉野舰 几个回合下来 吉野舰开始落荒而逃 当时昌一下子就识破 吉野号那是在辩阵 只是好多的刘不禅并不清楚 还命令手下加速马力追 可惜航速不足 追不上不说 还被吉野号打了个回马枪 丁远舰 此刻就是任人宰割的羔羊 与此同时在朝廷交集等待的光绪 收到的全是坏消息 因为战争开始后 中国的实力处于明显劣势 英美俄等国一改往日态度 纷纷倒向日本 宣布停止调停 并且拒绝卖给中国炮弹 天时地利人和都不站边 这边眼看定元舰就要被打趴 等时昌开始帮忙分散火力 炮弹一个个都精准落在吉野号上 然而令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是 因为清朝官员的贪污 采购的炮弹都是没有火药的空弹 所以哪怕邓时昌把炮弹打到了吉野号上 炮弹也没炸 日本将领看到欣喜若狂 这下他们彻底不怕了 于是发起猛烈进攻 眼看战况无望 刘不禅 引药自杀 而邓时昌则选择开着致远舰 全力撞向吉野舰 想与日本人同归于尽 结果还没接近吉野号就被击沉了 日本使者给丁汝昌递上劝降书 丁汝昌把合约撕碎后持剑自杀 自此甲午战争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而告终 日本明治天皇听着下属带回来的好消息 流着眼泪说了一句 我饿了 这是明治天皇对自己也是对国民的承诺 一旦打赢清朝就开始正常吃饭 伊藤博文赶紧吩咐人大摆盛宴 明治天皇说不用了 说着便从怀里掏出一个饭团 开心的吃了起来 众人纷纷低头 以表示对明治天皇的敬意 另一边 慈禧对着一桌子的美味满脸愁容 光绪下跪劝他吃饭 慈禧一把抱住光绪 娘俩为清朝的没落痛哭了起来 这是李鸿章这辈子最灰暗的时刻 北洋水师在甲午战争中全军覆没 军舰被日本俘火收编 死了的丁汝昌被当成罪人 棺材掉在村头不得下葬 活着的将领都被革职查办 遣送原籍 不仅如此 北洋水师的所有部门都被朝廷裁撤 所有编制被一并剔除 一夜之间自己的事业和兄弟都没了 李鸿章难过的想举枪自杀 朝廷重臣把战败的锅甩给李鸿章 翁同和更是建议皇上杀了李鸿章来平民愤 光绪说自己也有问题 不能把锅都让李鸿章给背了 翁同和不罢休 说李鸿章一而再拖延战机 导致日本人占领先机 明明丁汝昌是个没能力的人 皇上要罚他 李鸿章却力保 如此剑剑庄庄 哪一剑不是皇上料事如神 哪一桩不是李鸿章罪不可赦 翁同和就想赶尽杀绝 他知道死人是不会说话的 毕竟导致战败的主要原因是炮弹问题 这个锅应该是他的 刚好这有个好机会 除掉李鸿章这个眼中钉 也甩掉自己的锅 不过光绪并不买他的账 转移话题 问议和大臣 日本是否愿意议和 下属说 日本人指定要和李鸿章谈 其他人去了 他都拒绝谈判 没办法 光绪只能召集李鸿章来开会 早朝上 翁同和的弟子问 明明日本人对李鸿章恨之入骨 却指定要见他 是不是因为李鸿章的儿子 娶的是日本老婆 言下之意就是 李鸿章跟日本人有勾结 不然不可能有这层关系 气得公亲王大骂 放肆 翁同和这时出来互短了 难道国家生死关头 我们就不能问个是非吗 李鸿章说 在你们师徒心里 是非已经很清楚了 你们就认为 我李鸿章跟日本人有勾结 既然这样的话 我就更不能去议和了 我在谈判桌上 把大清卖了怎么办呢 光绪一听 李鸿章不愿意去 赶紧劝他别赌气 李鸿章这时才正经起来 说 我是愿意去议和的 但战败外交谈判 无非就是割地跟赔款 这个我们要先对齐下 地我们是割不割 钱我们是赔多少 光绪也没个主意 反问李鸿章怎么看 李鸿章说 银子赔一以内 地是万万不能割的 光绪说 那日本人能答应吗 李鸿章说 所以我的第二个要求是 翁师傅要跟着一起去 翁师傅有国爱国 雄才伟劣 有他跟日本人去谈判 那我们的胜算还是很大的 翁同和知道 李鸿章是想拉他下水 给日本人送钱这种事 是要上史书的 谁碰谁臭 他自然是能不沾就不沾 于是赶紧认怂 说自己不擅长外交 想把这屎盆子都丢给李鸿章 光绪看着俩人 推来推去 很是心烦 最终还是指定 李鸿章一个人去 他对李鸿章 语重心长地说 大庆的江山 就在你的肩头上 我信任你 李鸿章面色凝重 还是答应了 日本人对李鸿章 还是尊重的 知道他腿脚不好 专门给他换了 舒服的沙发 还为他准备了 景德镇茶具 谈判桌上 伊藤博文要求 中国各辽通半岛 台湾岛 澎湖列岛 并赔偿三亿白银 这样一边岛的谈判 不符合外交规矩 李鸿章想都没想 就拒绝了 伊藤博文说 城下之盟 没什么规矩 言下之意就是 你们输了 话语权 在我们这里 我这是通知你 不是跟你谈条件 李鸿章忍住怒气 说事在人为 条件都是谈出来的 伊藤博文说 如果是两国实力相当 那外交才是力量 但如果实力悬殊 那力量就是外交 没办法 战争的成绩就摆在那里 你怎么说 都好像软弱无力 李鸿章说 如果谈不妥 那就拖着 看谁耗得过谁 伊藤博文表示 日本不会退让 那个就是我们的 和谈条件 期待李鸿章转身离开 伊藤博文还不忘提醒李鸿章 说日本的军队 已经抵达东北三省跟台湾了 最好大家速战速决 就这样 第一次谈判无疾而终 就这样来来回回 两国代表都谈起眼了 谈判还是没出结果 伊藤博文 虽然私下很崇拜李鸿章 但是在谈判桌上 他强势自信 丝毫不给李鸿章面子 但这一切 却因为一次意外 发生了转移 再一次去谈判的路上 李鸿章竟然被刺杀 额头中枪 但幸好没有生命危险 这下就让李鸿章占了上风 他阴阳怪气的说 四年前 俄国皇子在日本遭到谋杀 所以国际上都说 日本是野蛮之地 说实话 这次来之前 我还挺担心的 但英俄法德的公使都安慰我说 日本现在已经是文明国家了 绝对不会发生这种事 但结果你看 还是应验了 伊藤博文站在一边 脸都挂不住了 疯狂道歉 明治天皇更是气诈了 如果这事传出去 那日本在国际上的形象将一落千丈 那些欧洲朋友不跟他玩了怎么办 在最后一次谈判中 伊藤博文说 为了表达对李鸿章受伤的歉意 赔款可减至两亿百银 但地还是要割 李鸿章说 一枪一亿 我还可以多挨两枪 伊藤博文拿出马关条约 要求李鸿章签字 李鸿章说 你日本要我的辽东半岛吗 你入侵吧 你日本要我的澎湖列岛 你入侵吧 你日本要我的台湾全岛 你入侵吧 你还要什么地方 我大清还用许许多多好地方 你们来吧 激动之余 把伤口都扯开了 鲜血染湿了纱布 伊藤博文一看李鸿章流血 又退了一小步 说辽东半岛可以不割 但利益要出让 至于澎湖列岛 我们可以再谈 李鸿章还想让他放弃台湾 说我清朝武器是没有你们厉害 但我们人多 看谁能耗得起 伊藤博文说 你们清朝国民是耗得起 但你们的皇上皇太后耗得起吗 他们允许你这样耗吗 这一下就集中了李鸿章的软肋 此前他已经收到了光绪的密信 光绪说日军已经打到了北京了 如果谈不好 就答应他们算了 别让他们再打了 是啊 纵使他有千万个好法子 只要皇上一句话 李鸿章就是有七十二遍 都得乖乖就范 李鸿章拿着笔如履薄冰 他知道这一千 他就是国人口中的卖国贼了 可这个七十多岁的老人 到最后关头 还想着能压一压赔款 卑微的问伊藤博文 AV的语气惹得身边的随从纷纷下跪痛哭 他们的中堂大人何时这么卑微过呀 伊藤博文虽然很敬佩也为之动容 但还是没有松口 落后就要挨打 输了就要被欺负 告诫无辈 应当自强 自此 李鸿章卖国求荣的消息传回国内 国内瞬间炸成一锅 游行抗议 自杀示威 人在国外的李鸿章 在国内早已没了容身之地 在签下马关条约的那一刻 李鸿章就知道自己回不去了 果然刚一下车 皇上的圣旨就等着了 圣旨斥责他办事不力 让国家忍受丧主权之耻辱 隔了他所有的职务 只留了一个大学士的空名 也就是说 李鸿章要提前退休了 他平静地接受了 是啊 总要有人背锅 皇上和太后是不可能有错的 错的只可能是他李鸿章 只要他肯背这个锅 那上面就会有人念他的琴 果不其然 就算群众们再怎么闹 只说要杀李鸿章 慈禧和光绪都不为所动 杀了李鸿章容易 想再找个能干又懂事的背锅侠 难 相比那些逼着慈禧 杀李鸿章的平民戏子 知识青年康有为的段位 要更高一些 他直接把矛头指向了体系 与一帮举子联名上书 要求皇上迁都 与日本打到底 同时要效仿西方制度 变法图强 如果此起听到康有为的想法 肯定会被气笑 老娘刚把颐和园修完 准备退休 你让我搬家打仗 你是不是人 赔款割地无所谓 只要大清不亡 老娘就还有好日子过 所以跟康有为比起来 这个当街捡辫子的青年 更为清醒 他认为制度不是核心 腐败无能的清政府 才是中国最大的毒瘤 只有通过革命 推翻清政府 才是图强的根本 路上的百姓一脸茫然 他们不知道什么是革命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青年 被官兵打得血肉模糊 这个青年就是孙文 马关条约的负面影响 显然已经超出了光绪的预期 那这个条约到底要不要认 他想再请示一下慈禧 慈禧一看光绪 又把屎盆子搬了过来 就赶紧装笼卖傻 临时编了个借口溜了 光绪说 我也许不是人 但他是真的狗啊 没办法 光绪让翁童和给他念念折子 想听听大臣们的意见 翁童和拿起一本折子大声念叨 应诛杀李鸿章给国人一个交代 光绪一个眼神怼过去 翁童和赶紧拾去闭嘴 接着翁童和又念起了 泰晤士报记者莫里逊的报道 这次他却变得吞吞吐吐 莫里逊说 马关条约绝不是李鸿章一个人的条约 在签字之前 李鸿章把条约一字不落地发个朝廷 是皇帝和军机处一起做的决策 假如现在不认这个条约 那中国皇帝丢掉的将不只是体面 光绪听完 默默关上了房门 拿着玉玺 在条约上痛苦地盖下了印章 盖完后又用玉玺不断砸自己的手 印尼混着鲜血流了一滴 然而签完条约只是痛苦地开始 当时全国一年的财政收入也就八千多万 两亿的赔款 无疑是让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 甩锅大王翁童和的建议是 增加税收 让老百姓为赔款买单 但光绪怼了回去不行 会引起民愤的 不要光想着从老百姓身上耗钱 你们就没个赚钱的路子吗 汉林院院长徐同说 以前都是李鸿章在搞钱 现在他这个位置没人了 得有人坐上这个位置才能办事啊 老油条徐同这话是在暗示光绪 要想我办李鸿章的事 要给我李鸿章的位子 就这样 慈禧突然进来了 光绪很意外 这狗不是啥都不想管吗 怎么突然又冒出来 慈禧说你们不用管我 我只是来旁听的 慈禧不能不来 如果他不在场 光绪今天极有可能把李鸿章的位置给翁同和 这个位置涉及到兵权 如果光绪把自己的人推上去 那他以后的日子就比较被动了 徐同一看慈禧在场 便开始疯狂表现 显示说国难当头 自己想弃文从武 于是连夜翻阅兵书 恨不能自己披挂上阵 又说一看到皇上太后母慈子孝 就仿佛看到了大清的希望 就仿佛看到了祖国美好的未来 说着还哭了起来 这一番操作 把庆亲王和翁同和都看呆了 舔狗他们见多了 还真没见过像徐同这么能舔的 翁同和看到之后不甘示弱 他针对赔款问题 连续给了三个解决方案 截留 加税 借外债 但这三个方案光绪都不太满意 翁同和挤不出办法了 于是直接装晕 立了个为国操劳的苦行人设 一个能舔 一个能严 但两人的能力加起来 还不惜李鸿章的一半 光绪不敢贸然认命 只能说李鸿章的位置 先暂时控制吧 你们如果有问题 可以去请教他一下 但我们最有骨气的翁老师 才不会去请教李鸿章 他要把洋务办出自己的风格 办出自己的特色 于是他把几家洋人银行的高管聚在了一起 自己也不出面 而是让小弟给他们传话 你们都是哪家银行的 能借我多少 利息多少 都报一下 洋人问 你到底要找谁借 小弟说 跟谁借是我大清的事 你们不用操心 洋人问 你们借钱拿什么做抵押 小弟说 你们尽管借就行 我们大清一向讲信用 这可给洋人整笑了 这是什么屁话 秦国现在连日本都对付不了 谁还敢相信你们 让你们领导出来跟我们谈 躲起来算什么 这不符合外交规矩 而翁童和却坚持 我的规矩就是规矩 这样谈判没问题 你们要是不愿意就请回吧 洋人们头也不回的就走了 洋人走后 翁童和这才露面 说都说半洋务难 我看这没什么难嘛 下手一脸尴尬的说 可是事没办成啊 翁童和一副 你格局小了的表情说 办事是小 尊严是大 懂吗 尊严比国际民生都重要 嗯 学费了 学费了 倒台后的李鸿章 隐居山林 无人问津 可这天 他却迎来了一位客人 袁世凯 李鸿章很欣慰 袁世凯 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小弟 在这个时候 还能不避嫌的过来看他 可见这人有良心 袁世凯看到李鸿章一脸心疼 说 我真替中堂大人感到不值 一生立下汉马功劳 一到圣旨 就什么都没有了 只剩下个大学士的空名 李鸿章问 那你说说 我该怎么办 还说 中堂何许人也 岂可受此等耻辱 要是我 我连大学士的空名都不要了 远离是非 身居临下 李鸿章也是敞开心扉 说 我也想辞个干干净净 无关一生轻 可我不甘心 随了某人的怨 那个人爱名 想顶我这个大学士的名 都想疯了 李鸿章这话 指的是翁童和 想到这儿 李鸿章突然警醒 反问袁世凯 你是不是来替翁童和当说客的 袁世凯瞬间哑口无言 袁世凯的沉默让李鸿章心良无比 看来他已经改换山头了 李鸿章猜得没错 甲午战败后 作为驻朝大使的袁世凯丢了工作 回来之后 想再谋个好差事 他就八戒上了翁童和 还舔着脸叫他翁相 然而翁童和根本就不搭理他 他的下人暗示袁世凯 翁大人现在还不是宰相呢 还差一个大学士的名号 袁世凯一听就懂了 要想表忠心 总要拿出点诚意才好 于是他就把算盘打到了李鸿章身上 只是没想到刚一张嘴 就被李鸿章识破了 李鸿章气炸了 你去告诉你的新主子 别人要是开了缺 他得了大学士 那与我无关 想顶我的缺 万万不能 你告诉他 做梦 只要我一息尚存 我就绝不无故告退 袁世凯见讨不到好处 也不再解释 就离开了 但李鸿章又突然叫住他说 李鸿章这话是暗示袁世凯 翁章和是上不了位的 为什么李鸿章如此自信 因为他太了解慈禧了 想坐他这个位置 那必须得是太后的人 果不其然 没过多久 顶替李鸿章的人就出现了 他就是荣禄 他不光是资深后党成员 曾经还因为翁章和的出卖 被流放大西北 因此和翁章和是死对头 可以说 荣禄上尉就是故意恶心 翁章和的 这让我不得不怀疑 是李鸿章给此写出的主意 袁世凯一见荣禄上尉 就赶紧跑去舔荣禄 荣禄说 皇上要组建一支新式陆军 让你去练兵 是挺合适 不过 听说你之前找了翁章和 袁世凯不敢不认 荣禄说 你找错人了 你应该去找你的中堂 袁世凯说 中堂大人 我这不是来找您了吗 荣禄说 此中堂非彼中堂啊 他还提醒袁世凯 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在练兵这件事上 太后还就听他的 荣禄是在暗示袁世凯 这件事的决策权是在太后 而太后只听李鸿章的 袁世凯一听 心想玩犊子了 他得罪了 最不该得罪的人 换成别人 也许到这里就要放弃了 但袁世凯不是一般人 他又找上了李鸿章 刚到门口 他就扑通跪下 一路爬着来到李鸿章跟前 跪在地上 大口喘气 久久不敢说话 李鸿章说 你打算一直这样跪下去吗 袁世凯这才敢张嘴说话 袁世凯知道 一千个一万个 对不起中堂大人 请中堂大人发落 李鸿章说 发落 我现在身上无权 手上无兵 我怎么发落你啊 说吧 我知道你是有事求我 袁世凯也不拐弯抹角 直接表明目的 说最近朝廷要新建一支军队 我想您帮我举荐 直到袁世凯有求与他 李鸿章也不客气了 直接开腿 说你们家祖孙三代 都是我一手提携起来的 我对你比对我儿子都好 可你却帮着翁童和搞我 还让我为他 让出大学士的位置 你怎么下得了手 袁世凯第一次见 李鸿章这么大脾气 身上冷汗直冒 想开溜 但李鸿章却喊住了他 并叫下人 把他的枪拿来 袁世凯听到枪 以为自己小命不保 赶紧下跪求饶 这把枪你应该清楚 我一直戴在身上 现在我把它转赠给你 这转折差点没闪了 袁世凯的腰 赶紧磕头叩屑 李鸿章说 恩情是小 设计是大 老夫不念旧恶 是为天下计 也是看中了你的才能 但袁世凯的阴毒 李鸿章这次是领教了 他担心这人 日后会生出谋逆之心 于是把自己的心腹保镖 马三骏送给了他 有了李鸿章的举现 袁世凯顺利当上了新兵首领 兵营里多是李鸿章的怀军旧部 有马三骏作为护法 他这个心官空降的非常丝滑 但袁世凯信力清楚 这世上没有国家队 只有私家军 要想领导当得稳 还得养一批自己的人 他要将这支军队牢牢抓在自己手里 他要让这支军队姓袁 于是他发布巨贤令 招纳了一批出身一般 但能力极强的部下 这其中有张勋 曹坤 王世珍 段祺瑞 冯国章 赵炳君 单拎哪个人出来 都是能影响历史走向的猛人 看着袁世凯有了心虫 马三骏心里很不是滋味 和兄弟邱四毛坐在外面喝酒 邱四毛看着他心里郁闷 说不要带他找乐子 结果这畜生直接推门 进了一户百姓人家 连杀两人 让马三骏去强暴人家黄花大闺女 这马三骏还真干了 官兵强奸民女 滥杀无辜的丑闻传出去之后 翁童和兴奋了 袁世凯是荣禄和李鸿章的人 这简直是一石三鸟的好机会啊 他一定要把这事搞大 他逼着荣禄亲自去处理此事 给百姓一个交代 袁世凯很开心 荣禄是我大哥 肯定会保我的 但他的幕僚 徐世昌不这么认为 他说你以为你是荣禄的人 但人家荣禄以为你是李鸿章的人 保你是有风险的 人家犯不上为了一个李鸿章的人 铤而走险 如果你想让荣禄保你 那就要证明自己不是李鸿章的人 袁世凯脑挂一转 便有了办法 想跟李鸿章划清界限 最好的办法就是亲手杀了他的人 然而 马三郡虽有罪 但罪不致死 真正该死的是邱四毛 但袁世凯看出了马三郡想救邱四毛 于是就开始套路他 他说邱四毛这次是必死无疑了 但如果你帮他顶罪 那就不一样了 你是李中堂的人 荣中堂又是李中堂的好友 只要你说自己是喝多了一时糊涂 荣中堂肯定会留你一命的 马三郡一听有道理 于是便在荣路和御史面前认了罪 荣路当然不愿得罪李鸿章 就把马三郡丢给了袁世凯 让他自己处理 马三郡叫袁世凯的名字 希望他能站出来说句话 然而袁世凯却掏出了李鸿章送给他的枪 朝着马三郡的胸口射了过去 然后把枪扔进了土里 这一刻他是和李鸿章彻底一刀两断了 袁世凯的狠让荣路十分意外 他问袁世凯如何向李鸿章交代 袁世凯说 意思是李中堂是谁我不知道 我现在只认荣中堂 但荣路听完并不开心 而是生气的说 意思是你今天能背叛李鸿章 明天也能背叛我 这般阴毒自私的人 他是万万不敢用的 但鉴于袁世凯练兵确实有一套 荣路暂且还是把他留在了这个位置上 自从李鸿章的位置有着落了之后 慈禧又开始假意让权了 他对光绪说 我这老人家是不适合当政了 你也不用顾忌我 只要大清还在 只要不破祖宗的规矩 你想干嘛干嘛 慈禧说到动情处还流了眼泪 天真的光绪再一次相信了慈禧 激动表示自己一定会撸起袖子加油干 可是怎么干光绪还没想好 这时康有为走进光绪的视野 自马关条约签订后 知识青年康有为屡屡发声 他变法图强的思路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 包括张之洞和李鸿章 光绪偶然读到他的书 对他十分欣赏甚至还想召见他 但徐同和翁同和都出来阻拦 徐同作为老顽固 一直对康有为的稀释思想接受无能 他的理由是 这个人太狂 明明已经是六品官了 却天天不值班 不罚他就不错了 光绪说 你们倒是天天上班 这班上的让我大清赔了两亿银子 一句话把徐同掖了回去 相比之下 翁同和就聪明多了 他说 按规矩 皇帝是不能召见六品官员的 如果你想见他 就得给他升职 可他也没啥功劳 这不合理啊 这个说法是站得住脚的 光绪只好让步 让翁同和替他见康有为 翁同和嘴上答应 心里却不乐意 康有为是敌是友还不清楚 这么一个立场不明的人 翁同和是不允许他上位的 之前 康有为曾给皇上递过两次请愿书 都为他截胡了 不仅如此 翁同和还以乱意朝政为由 查抄了康有为的强学会 把他赶出了京城 康有为被迫回了广东 他抱着最后一次希望 写了第三封请愿书 然而这一次他被荣禄看到了 荣禄一看 觉得这人有点意思 于是就把康有为的请愿书 悄悄夹在了他的折子里 转达给了光绪 光绪看到后情绪激动 不过翁同和的反对 坚持要召见康有为 康有为得知后 立马与光绪展开了双向奔赴 但结果他在半路 竟被袁世凯掳走了 袁世凯并无恶意 他知道康有为即将被皇上重拥 想赶在康有为上位之前 先巴结一下 两人共享美酒佳肴 袁世凯一番为国尽忠的说法 把康有为哄得团团转 以为遇到了知音 殊不知他只是袁世凯上位的垫脚石 在接见康有为之前 光绪还办了一件大事 就是罢免翁同和 即是公亲王一心 在临死前提醒光绪 翁同和居心叵测 不可重用 翁同和是光绪最亲近的人 这话虽然刺耳 但光绪知道公亲王是对的 翁同和为了一己私心 三番五次阻止他见康有为 足可以说明这人的格局不行 于是一纸诏书罢免了翁同和 至此光绪想要改革的决心 已经昭然若揭 提开了翁同和 光绪把所有希望都寄图在康有为身上 结果两人的第一次见面 就成了一场闹剧 朝堂上光绪不仅免了康有为的跪拜 还让康有为坐在大殿中央 这事与史无前例 徐同这帮老顽固 脸色一个比一个难看 光绪看气氛有些尴尬 便首先开口 让康有为阐述一下变法的思路 康有为说改革可以先从服装找手 我们的服饰太繁琐 可效仿西方 光绪十分兴奋 点名让徐同发表看法 徐同毫不客气的说 就说那些洋男们吧 一个个西服革履 还浑身紧巴巴的 脖子上呢 还系着一个唱调的绳 找死呢 再说那些洋女人们呢 一个个弹胸露背 他露得都不能再露了 他刀锋热叠呀 你再看看 我大清男人的不是啊 多气派 那女人的旗袍多漂亮 为何要改 在老夫是看不出道理所在 说完 刚毅又帮徐同升华了一下 浅了 浅了 老祖宗将我大清的服饰 定为万事不可改议的组织 也就是不能忘本 改服装就是违反组织 就是忘本 这帽子扣得未免也太大了 光绪无语 鼓励康有为继续说 康有为说 礼仪方面要讲求人人平等 可以学习西方的握手礼 康有为还没说完 徐同和他的儿子 就开始演起了二人传 你这是看什么 这洋人不是以握手为礼吗 这是故意再给康有为难看 徐同说 这礼仪就是国家 国家就是礼仪 绝不可造次 就说这见面礼 咱大清的官民那是拱手为礼 见了皇上那是跪拜为礼 可洋人握手为礼 可男女更是千万为礼 在老夫看来 咱大清的礼仪那是强过洋人 至少不沾肌肤吧 没有满脸他人那个唾沫 讲卫生 举世风 你 康有为没想到 他这才刚说了两句 就炸出来这么一大帮戏精 此时他终于清醒 比变法更重要的是变人 于是他对光绪说 不变法者 守在变人呢 日本天皇变法 驱逐幕府藩侯 俄比德大帝变法 诛杀尽为大臣 眼看康有为越说越离谱 荣禄赶紧用咳嗽来阻止他 然而康有为根本不听 说出了一句更惊悚的话 此话一出全场哗然 徐同气炸了 说满屋子都是一二品官员 你要杀谁啊 要不先杀我好了 刚一夜出来 撒泼说 你刀呢 杀我呀 康有为一点不怂 他说 只要是阻碍皇上变法之人 都得死 康有为厉害 第一次露面 就给自己竖了一堆敌人 他自己不怕死就算了 还把皇上摆出来 当挡箭牌 荣禄赶紧出来救场 说康有为是我推荐的 要杀就杀我吧 光绪心也累了 神情落寞的散了会 按规矩 凡是被皇帝召见的人 都会升官 但光绪却没给康有为这个荣誉 光绪心里清楚 康有为可能确实有想法 但此人情商堪忧 如果把他放在身边 肯定活不到下一级 所以他又把康有为送出了宫 但康有为没有气垒 伤不了台面没关系 我就在幕后给皇上出谋划策 违心变法就此开始 另一边 荣禄向自己请辞 说不想待在军机处了 打算去北洋带兵 因为他得知 康有为在进京之前 和袁世凯见了一面 袁世凯手握兵权 又是墙头草 而康有为做事 极尽不顾后果 如果让这两人抱在一起 那后果不堪设想 只有荣禄也去掌兵 才能在未来制衡他们 慈禧眉头一紧一松 答应了他 前有李鸿章 后有荣禄 慈禧诗人用人的本事 真是甩光绪八条街 1898年 光绪一指令下 违心变法开始了 康有为作为光绪背后的男人 引导光绪在经济 政治文化各个领域 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慈禧果然信守承诺 整天跟闺蜜们 关起门来 喝茶聊八卦 毫不插手 光绪第一次体验到了 当一国之君的感觉 镜头越来越足 铺子也越卖越大 他不仅连夜开会 还亲自到各个部门视察 才撤了一大批 站着毛坑不拉屎的守旧派 这其中就包括了资深 后党成员 刚毅和徐同的儿子 徐承玉 同时还调了一批 能打的新人上来 这其中就包括 被裁的徐同和刚毅 跑到慈禧门前哭惨 然而慈禧却视而不见 刚毅在慈禧那吃了闭门羹 便去找荣禄求救 康有为的弟子知道后 建议康有为把荣禄也扳倒 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出 康有为已经不是在变法了 而是在利用变法 铲除慈禧的势力 但荣禄手握兵权 又是慈禧的头号红人 康有为觉得 在对荣禄下手之前 还是要试探一下慈禧的真正态度 看一下这个老太婆 是不是真的撒手不管了 于是他决定先搞李鸿章 李鸿章现在只挂了一个虚职 并且名声很臭 拿他当炮灰再合适不过了 结果这一事就捅出了天大的娄子 慈禧一听光绪撤了李鸿章的职 就立马不淡定了 刚毅和徐同都是无用的小麻仔 干掉就干掉了 慈禧不心疼 但李鸿章可是他的心头肉 康有为敢对李鸿章下手 那属实就是玩火 为了个应光绪 慈禧人们把刚毅叫进宫 陪他一起玩蛆蛆 还特意邀请光绪前来观战 慈禧让光绪给他的心蛆蛆取名 光绪说叫南克子吧 慈禧说 这一语双关 吓得光绪一激灵 慈禧还吩咐李莲英 把他的护法金刚蛆蛆拿来 跟康有为斗上一斗 这刚毅也是狗仗人士 对着两只蛆蛆说 你那立个劲哪去了 上哪 咬死康有为 咬死他 咬死康有为 这话光绪听着脑袋嗡腾 于是直接发飙 刚也 你也太放肆了 慈禧故意问 皇上 你为什么火呀 汪绪说 康有为也是我大清的臣子 以草虫灌气名 是对我大清臣子的倾鉴 也是对朝廷的倾鉴 慈禧回怼 皇上说的好 对臣子的倾鉴 就是对朝廷的倾鉴 康有为不可倾鉴 李鸿章就可倾鉴吗 汪绪这时开始装糊涂 不知道亲爸爸什么意思 慈禧问 李鸿章犯了什么错 你连个虚职也不给他留 光绪说 李鸿章现在已经不上班了 让他站着这个职位 确实不合适 还不如让他退休 光绪这话一点毛病没有 慈禧有些哑口无言 于是话锋一转 说皇上 你最近是要召见 日本前首相 伊藤博文 光绪一愣 解释说伊藤退任了 最近来中国玩 我顺便见见他 他是日本明智维新的领袖 有经验 我只是想让他 做我的变法顾问 慈禧微微一笑 说这就对了 你车李鸿章 就是为了讨好伊藤博文吧 你这是出卖祖宗 这帽子扣得太大了 吓得光绪赶紧下跪解释 说一切都是为了朝廷 慈禧怒斥 伊藤博文是什么人呢 他不光是李鸿章的对头 他更是咱们大清的死对头 他复闲了 到咱们大清来游览一番 可以对咱们大清的正式 指手画脚 我绝不容许 慈禧利用伊藤博文 打压完光绪 然后又把话锋 转到了康有为身上 久裂重臣 正无大牛 不可轻弃 你倒好 以外人数远亲人 以新人数远旧人 以康有为一人之法 乱我祖宗大法 慈禧这话 是在直接警告光绪 步子卖得太大了 变法可以 动我的人不行 慈禧以为光绪 会像往常一样让步 然而光绪坚决不认错 铁着头说 我没办法 我只能这么做 慈禧彻底心良 他知道光绪 已经不是那个 听他操纵的傀儡了 既然不想当傀儡 那老娘又要亲自出山了 慈禧从颐和园搬回宫中 时刻盯着光绪 光绪虽然召见了一腾博文 但支支吾吾 一句话也没敢问 一腾博文看了一眼 帘子后的慈禧 便晓得了光绪的难处 同时 慈禧还计划去天津阅兵 这是召告世人 君权在我手里 大清 还是我慈禧说了算 底下的大臣 包括张之洞 纷纷表明态度 站队慈禧 光绪慌了 他一边指望着康有为等人 能帮他调节跟慈禧的关系 一边狠抓兵权 连夜拉拢袁世凯 给他升官 并暗示他不要听荣禄的 袁世凯这是人在地上蹲 官从天上来呀 只是他还没回过神 就又被慈禧太后召见了 慈禧的气场跟光绪比起来 那是强了八百倍 只用两三句话 就把袁世凯吓得一身冷汗 谁强谁弱 袁世凯看得太分明了 眼看局势不妙 光绪给军级大臣杨瑞传了秘旨 说自己皇位快不保了 让他们想想办法 杨瑞是康有为的人 自然要把光绪的意思传达到 康有为极了 如果皇上被架空 那他的仕途就彻底完蛋了 只有除掉慈禧 才能永绝后患 于是他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他让弟子复制了一份光绪的秘旨 依此来作证光绪要除掉慈禧的意思 二浪子谭思同拿着密罩 找袁世凯一起扳倒慈禧 袁世凯死活不干 谭思同就拿枪抵上了他的脑门 袁世凯为了保命 甲义说愿意配合 结果转身就去荣路那里 把他们给卖了 袁世凯这几天被慈禧光绪轮流上课 早就知道谁才是老大 慈禧坐拥兵权 慈禧的几千小兵跟国家对打 简直自不量力 打不过那就加入 于是二人准备上京告知慈禧 没想到慈禧已经先一步拿下了光绪 慈禧派人抓康有为时 发现了光绪的密罩 慈禧看完后心凉到极点 这时袁世凯赶紧自证清白 说谭思同就是拿着这份东西吓唬我 让我杀了太后您 刚毅更是火上加油 带队说恳请太后废地 然而荣路却始终保持沉默 慈禧为了逼荣路开口 便要杀袁世凯 袁世凯吓尿了 大声向荣路求救 荣路不得已只能开口为袁世凯求行 慈禧见状立马放了袁世凯 既然太后给了面子 那荣路就无法再保持中立了 但他没有支持废地 只是建议太后训政 慈禧知道如果此时废地 并会引起轩然大波 训政是最好的过渡方式 于是便准了荣路的建议 光绪的皇位虽然是保住了 但却被慈禧囚禁在了银台 光绪被求后 慈禧对康有为等人进行抓捕 康有为在洋人的帮助下逃赴日本 而谭思彤等人则拒绝逃走 最终在菜市口被处决 只称乌序六君子 自此乌序变法宣告失败 康有为把光绪坑惨了之后 自己跑到了日本 他拿着伪造的光绪密照 四处演讲募捐 疯狂踩慈禧捧光绪 泰晤士报记者莫利逊对此事进行了报道 一时间光绪的维新派 得到了西方各国的拥护 而慈禧则被斥为守旧派 慈禧这人最要面子 看到报纸之后 又把气撒到了光绪身上 光绪委屈极了 随长在他身上 他又拦不住 慈禧一气之下 对外宣称光绪有病 彻底把他封杀了 光绪大喊 儿臣没病啊 儿臣没病啊 亲爸爸 慈禧说 有病还病得不轻 此时慈禧已经有了废帝的想法 刚毅和徐同摸准了慈禧的心思 递上了废帝的申请书 说很多大臣都签字了 慈禧问 荣禄和李红张签了吗 刘坤一和张之洞呢 慈禧点名了这几个人 都是真正有实权 有影响力的人物 只有他们同意了 这事儿才靠谱 于是慈禧就把李红张叫了过来 问他对废帝的意见 李红张装聋作哑 保持沉默 慈禧生气说 李红张 你聋了 李红张说 这是你们自己家的事儿 你要再问我 我就真聋了 慈禧一听 开始撒泼 你心里怕不是像着皇上的吧 李红张回怼 我像着谁 你心里还没点避数吗 慈禧微微一笑 心里踏实了 作为回报 慈禧说想把广东交给他 慈禧话音还没落 李红张就连忙谢恩 注意 慈禧刚才只说了广东 而李红张说的是梁广 所以李红张想要的位置 是梁广总督 慈禧松了口气 是这样啊 有价码的事情就好谈了 于是他果断答应了 不想表态没关系 只要心在我这儿就行 另一边 刚一和徐同去找荣禄 在废地申请书上签字 荣禄假装拉肚子跑路 然后连夜去找李红张求救 李红张十分理解荣禄的为难 他说 你我心里是支持太后废地的 可是现在的局势 已经不是太后一个人 说了算了 光绪现在是洋人心里的白月光 你要把他废了 肯定会引起洋人的不满 到时候再挑起战争 那遭殃的 可是百姓啊 荣禄说 可我们是太后的人 怎么能张嘴反对他呢 李红张说 就是因为我们是太后的人 才不能看着他做傻事啊 荣禄一听 心里便有了主意 于是他回去 当着徐同和刚毅的面 把废地申请书给烧了 然后主动去慈禧面前请罪 他向慈禧分析了废地的弊端 又拿出了刘坤一和张之洞的密电 说 君臣之分已定 中外之口难防 他们的意思是跟李红张一样 慈禧虽然不爽 但也感动于 这几个人都耿直中庸 直言敢见 于是就放弃了废地的想法 荣禄长说一口气 然后他又小声说 太后 洋人们不相信皇上病了 都闹着要派西医给皇上看病 慈禧大怒 这洋人管的是真宽啊 但迫于外交压力 慈禧只能应允 结果 他最担心的事情 还是发生了 其诊断结果 是光绪一切正常 这直接验证了 光绪被慈禧 无辜囚禁的事实 所以外国公使 也不打算给慈禧面子了 说以后 外交上的所有的事 他们只和光绪沟通 这一次洋人和慈禧的梁子 算是彻底结下了 与此同时 北方多地产生了 百姓与洋教士的冲突 百姓们专门成立了一个 对付洋人的民间组织 叫义和团 宗旨是扶清灭洋 这成功引起了慈禧的注意 以前那些组织 都是反清的乱民 这次竟然是扶清灭洋的义民 有点意思 义和团帮慈禧教训洋人 慈禧的态度是不反对 也不鼓励 他叮嘱山东巡抚 不要让他们闹得太大 当前的形势 还是要以稳定为主 但慈禧还是交代晚了 这时 清王爷匆忙跑来说 德国的一个公使 被清朝官员当街杀害了 慈禧一听 脸色沉了下去 一旁的刚毅 一副没常识样的说 杀死一个洋鬼子算什么 清王爷解释 如果杀的只是一个普通洋人 那没事 但杀的是受 国际法律保护的驻华公使 这必定会让西方各国动怒 这个慈禧整笑了 动怒 我还没动怒呢 慈禧一边嘱咐清王爷 给德国发电报未完 一边让融入的军队 时刻准备着 慈禧躺平的态度 让各国公使都非常愤怒 于是纷纷派兵施压 而公使致电本国政府 请求派兵保护在华侨民 传教士及使馆人员 德国驻华使馆参赞 愤怒谴责清国政府 强烈要求德皇派兵镇压议和团 北京电讯 十一国驻华使馆都已发出几点 要求本国政府派兵进入中国 据可靠消息 清国义和团已占领天津 并向北京方向进发 清国政府尚未惩治 杀死德国驻华公使 克林德先生的义和团乱民 最新报道 停止在长江一线的驻华各国兵界 已经奉命开赴天津大谷口 看着各国来势汹汹 慈禧突然生出一个想法 义和团能打仗吗 刚一说 光人数就有百万之众 一人吐口口水 都能把洋人给淹死 徐同也附和 老陈以为 义和团是苍天开眼 降给洋人的一场灾难 如果朝廷不加利用 那就违背天意了 慈禧一听 觉得自己又行了 说行吧 让义和团整编起来 准备为我所用 为了响应慈禧 徐同和刚毅 组织了一场义和团 实力检阅活动 实际上就是各种 民间杂爽的文艺会言 荣禄看了满脸担忧 他提醒慈禧 不要轻信义和团 都是些骗人的把戏 慈禧说 刚才看到的那些个鬼把戏 全是假的 骗不了我 可那一条条精壮的汉子是真的 若是不能善加利用 可不得了 那可就是洪水猛兽啊 可要是用好了呢 起码是几十万的人力 若真是外交上跟洋人崩了 真的打起来 他们至少也是能消耗 洋人弹药的炮灰 把几十万热血爱民的 朴素农民当炮灰 慈禧的阴毒让荣禄一时雨色 只能说一句 太后圣明 没多久 慈禧就收到大姑炮台 战营的消息 激动的从床上爬起来 竖起耳脱 询问细节 总督描述的栩栩如生 慈禧笑得合不拢嘴 实际上大姑炮台 全军覆没 天津总督为了活命 谎称打赢了西方联军 一个说谎不眨眼 一个被哄得团团笑 就在慈禧封上众人的时候 洋人的宣战输到了 他们有三个要求 一 允许他们出兵镇压义和团 二 光绪亲政 三 慈禧归政 永不复出 慈禧气炸了 这不是明摆着针对我吗 不制止你们 都不知道老娘是谁了 慈禧立马敲钟 示意开大会 并带上了杯锅侠光绪 这是慈禧一生中最愚蠢的时刻 关于要不要和八国联军开战 没一个人讲话 慈禧开始飙泪求关注 说我大清的臣子啊 你们就眼睁睁着 看着我被欺负吗 此刻的慈禧 已经不是那个理性睿智的政治家了 而是一个受了委屈 一心只想报复的老妇人 一号舔狗徐同说 微臣无能 万死不能辞其救 你们死有什么用 不要洋人死 二号舔狗刚毅 连忙喊口号 向洋鬼子宣战 打 这时 光绪恍恍惚惚站起来说 甲午年间 面对日本一个罪儿小国 我大清败了 如今 面对的是西洋十一个国家 开战 刚毅 你疯了 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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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绪看似迷糊 实则很清醒 而慈禧看似有条不紊 实则糊涂至极 见光绪反对 慈禧当场让他退下 刚毅苟诈人士 讽刺光绪说 难道因为怕打不过洋人 就甘心受他们欺辱吗 刚打人说的对呀 此一时彼一时也 当初我们没有打赢倭寇 那是当初的事 今天我们敢向十一国开战 那是今天的事 且不说我大清陆军 骁勇善战 就看我义和团民 何之百万呢 人人同仇敌开 各个义愤满枪 民气可用啊 这两人一唱一贺 属实是站着说话 不腰疼 这时有人站出来反对 说义和团只是个民间组织 让野路军跟国家对打 这是拿江山设计开玩笑 另一位大臣也表示 拿义和团的肉体 去对抗西洋的炮弹 这是荼毒生灵啊 刚一听直接说 太后 这两个是外国贼 一时间朝堂上闹哄哄 这时 慈禧派人 把刺杀德国公使的恩海 带了上来 问他为什么要杀德国公使 恩海说 洋人都该杀 慈禧继续阴阳怪气的问 洋人很厉害的 这个朝堂上 有很多人都怕他 你不怕吗 不怕 奴才 没别的本事 就能杀洋人 慈禧听了激动叫好 说得好 洋人也不是那样了不得的 大孤口炮台一仗 不是打得洋人狼狈逃窜了吗 慈禧说 我本不想要洋人的命 每次他们不乖的时候 我都给他们时间去悔改 可我等来了什么呀 慈禧又问恩海 王国就在眼前 可这朝廷上 却出现了卖国贼 你说该怎么办 恩海说 乱刀砍杀 然后慈禧便派人 把反对开战的大臣 拖出去斩了 荣禄和光绪都没眼看了 这女人哪是想让人提意见呢 分明是逼着他们同意开战 为证明开战 不是他一己私欲 慈禧开始 罗列洋人的种种罪行 说英国逼着我们 把香港割给了他 葡萄牙占领澳门 至今未还 英法联军又来火烧圆明园 美国也来凑热闹 说利益群瞻 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 都在欺负我大清 现在我是正当防卫呀 然后他带着大臣 走向光绪 让他表态 但光绪始终保持沉默 慈禧就强行甩锅 我这是为了江山设计 向洋人开战 这战争结果尚未得知 要是仗打了 还是个输 江山设计 还是不保 你皇上 还有你们这些个大臣们 到时候别归咎我一个人 说是我断送了大清 三百年的江山 明明是自己想打仗 却把所有人拉下水 这慈禧是真狗 他甚至以光绪的名义 下达开战指令 向十一国联军宣战 奉天成运 皇帝赵约 洋人欺我太甚 竟致国之将亡 与其苟且图存 遗修罐 何若大张踏法 一决此雄 朕今日庄严宣誓 向英纪立国开战 向法兰西国开战 向美利坚国开战 向德意志国开战 向俄罗斯国开战 向意大利国开战 向奥地利国开战 向日本国开战 亲辞 李鸿章看了圣旨之后 坚持认为这是伪诏 太后何等盛名 其会发出如此诏书 向八个国家同时开战 其会如此的愚蠢 伪诏 这一定是伪诏 我梁广绝不奉诏 张志动听了李鸿章的说辞 呵呵一笑说 肯定是伪诏 我两江和胡广也绝不奉诏 就这样 梁广两江和胡广三大惊奇重心 决定抱团取暖 稳住东南经济命脉 给大清留一线活路 顾鸿明生气了 说你们怎么能这样呢 洋人犯物中华 你们这样有失民族气节啊 张志动说 民族气节 说得好 于是他就派顾鸿明去跟英国使者干架去了 张检看不懂了 为啥大佬们都说这是伪诏啊 既然说好了宝经济 又为何派顾鸿明过去吵架啊 圣宣怀说 如果诏书是真的 那不奉诏 即不成了抗治不尊了 所以只能咬死 这是伪诏 派顾鸿明过去和英国人吵架 那更是聪明 是张志动 故意做给朝廷看的 有顾鸿明在前面唱高调 我们才能政治正确啊 张检一听 瞬间被大佬们的智慧做折服 在慈禧的一顿指挥下 义和团的十几万农民冲到前线送人头 面对西方的长枪炮弹 清兵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另一边 慈禧顶着黑眼圈开会 让荣禄撒谎说 清军打的都是胜仗 并一一奖赏大臣 义和团的成员是平民 按惯例是不能直接赏官位的 慈禧为了让义和团替他卖命 也不管什么祖宗大法了 说我讲就讲 连徐同这种只有一张嘴的老头都升官了 安抚完这些炮灰 慈禧转身就让荣禄安排车马准备溜走 因为八国联军已经打到北京城了 慈禧带着光绪等人乔装打扮 准备连夜逃离北京城 但真飞却突然站出来和慈禧硬刚 皇上不能走 皇上应该留在京城 洋人绝不会为难皇上的 慈禧没说话 直接让人把真飞扔井里淹死 光绪苦苦求饶 但慈禧连头都没回 真飞说的没错 洋人不仅不会对光绪怎么样 还一定会扶持他上位 如果把光绪留在北京 那慈禧这辈子都别想再回来了 所以他就算绑也要把光绪绑在身边 我慈禧不好过 你光绪也别想好过 从这一刻开始 他和光绪的关系算是再也回不去了 八国联军攻破紫金城后 德军将领不可思议的说 都说北京有全世界最后的城墙 有十万士兵在把守 而我们只有两万士兵 为此我专门制定了长达两年的作战计划 结果一晚上就把紫禁城攻破了 准确的说是五小时十七分 德国元帅瓦德西一边试穿光绪的龙袍 一边问下属 清朝的王公大臣都去哪了 士兵说他们不堪耻辱 大多都自杀了 瓦德西说中国人真奇怪 打仗没本事可又都不怕死 下属又汇报说 慈禧带着光绪逃到了陕西 瓦德西便派兵赶过去 说不要让别国知道一定要活着光绪和慈禧 此时在路上逃亡的慈禧正睡在一处破庙里 半夜有人敲响了庙门 是甘肃不正使 参春轩直到太后出事 他马不停蹄赶了两千多里过来护驾 平日里嚣张跋扈的慈禧被暖男感动哭了 也不顾什么君臣之礼 拉着参春轩并排坐下辣家长 参春轩问他怎么就闹到了这一步 看来他作为一个十八线小官 并不知道开战的实情 那慈禧就好甩锅了 于是他抹了把眼泪说 还不是刚毅他们闹的吗 想起来啊 我还算是个有主意的 我本来是执意不想和洋人撕破脸 让洋人欺负的太狠了 也不免有些动气 那火急过呀 我也就回转头 处处都留有余地 我要是真正由着他们胡闹 那还不得让义和团 把使馆里的洋人都给杀了 这意思是洋人欺负人在前 但是我非常清醒和克制 都是刚毅他们闹得太过分了 哪一点都不是他的国 然后他又说 可大清这个家 总归由我当啊 臣民有罪 罪在真宫啊 这里慈禧直接把罪 扣在了大臣们身上 而他自己有错吗 有 我错就错在 是他们的领导 下手有错 领导自然要出来抗示 一瞬间 一个委屈又高大的领导人设 就竖起来了 接下来这句话 才是他的心里话 慈禧心里很清楚 这场战争的代价是什么 能帮他擦屁股的 只有李鸿章 远在广东的李鸿章 仿佛感知到了慈禧的召唤 他手上玩着陀螺 但嘴里说的却是 李鸿章就像陀螺一样 被慈禧抽的转来转去 这时梁启超突然过来拜访 他劝李鸿章不要过去一和 他说他遇到了孙文 孙文的建议 是他希望李鸿章背叛清廷 带领广东独立 自己当总统 李鸿章脸色一沉 拍着梁启超的肩膀 语重心长的说 卓如啊 一代人只能干一代人的事 李鸿章虽然思想先进 但从小接受四叔五经的寻陶 忠诚二字捆绑了他的一生 他无法做出违背价值观的事情 再说他作为一个79岁的老人 能做的只有羞羞补补 真正推就革心的事 还要交给梁启超这种年轻人 慈禧一路逃亡至西安 安顿下来后便谋划着 怎么跟八国联军示好 他一边嘱咐庆王爷回京一和 一边让荣禄发告示 围剿一和团 能不能围剿无所谓 最主要是要洋人看到 还让李鸿章赶紧回来当北洋直立总督 哦 是赶紧回来背锅 慈禧跟庆王爷说 回京一和是遭人骂的鬼差事 你还年轻没经验 李鸿章有 他被骂惯了 让他跟你一起去 慈禧脸皮厚的 让荣禄都看不下去了 还死要面子的甩锅 我当初就说过 要是输了 你们不能怪我的 现在都赖我身上不公平 我看还是让皇上发个罪己诏 承认错误 可能洋人会网开一面呢 光绪鸟都没鸟慈禧 荣禄不走心的安慰说 赔点钱就是了 慈禧赶忙说 洋人不会那么轻易放过我们 荣禄心想 你知道就好 慈禧说的没错 洋人并没有打算放过他 德军又进攻了陕西 列强给慈禧发议和条约 一时要求斩杀175位大臣 排在第一的就是慈禧 二时赔十亿白银 三时要求割地瓜分中国 慈禧问荣禄 你觉得洋人能把我的名字去掉吗 荣禄说应该能吧 慈禧生气了什么叫应该啊 你就不会想个办法吗 当初开战的时候 别个不提醒我就罢了 连你也一声不吭 你要是能阻止我一下 就不会闹成这样 荣禄不打算给他面子了 说拉倒吧 当时劝你的都被你砍了 再说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 都上了折子反对宣战 你都不听 我是有多大能耐能让你听 慈禧气坏了 开始对荣禄进行人身攻击 洋人要杀的175个大臣里 怎么就没你荣禄的名字 你是不是跟洋人早有勾结 荣禄也不惯着他 说我倒是想勾结 可是你把洋人的使馆 包围的跟铁桶一样 我想进都进不去 我还偷偷的在炮弹上做了手脚 没让你把那些洋人都炸死 慈禧说你卖国贼 荣禄继续气他 我还真抓了一个 从里面跑出来的洋人 我不仅没杀他 还给了他一大堆吃的喝的 慈禧又骂你叛徒 荣禄偷笑说 我让那洋人回去告诉各国公使们 北京出了大乱 这不是我们太后的意思 他也做不了主了 慈禧一听 原来荣禄在背地里偷偷帮他洗白 立马转怒微笑说 这才对嘛 但荣禄又叹了口气说 看现在的情况 洋人应该没把我的意思传达到位啊 慈禧撒泼说 那你就回去再跟洋人说一说嘛 就说这事都是徐同和刚毅干的 跟我没关系 荣禄说 洋人没那么少 慈禧抓狂了 那你就去说 这些事都是你干的 你去替我死 荣禄说 你这罪我还真顶不了 慈禧彻底绝望了 难道刚以他们一百多人的命 都抵不上我一个人的命吗 难道把他们都杀了 人还一定要杀我吗 我是不想死 荣禄一见慈禧流泪 赶紧转怼为红 太后啊 您怎么不想想 李鸿章能让洋鬼子杀了您吗 李鸿章要是挡不住 奴才立刻回北京 跟洋鬼子拼的这条老命 慈禧一听 破题为笑 心里总算踏实了 他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李鸿章身上 你们要瓜分中国 你们就来吧 只要你们守得住 这是李鸿章生命中的最后一战 也是风神的一战 收到慈禧的召唤后 北国侠李鸿章千里迢迢赶往北京 发现自己的宅子已被洋人占领 进出都要令牌 一时间他气急攻心 再加上周车劳顿李鸿章累到渴血 此刻他对慈禧这个败家娘们气到了极点 妈的 当初怎么劝都不听 这会儿又让我回来给你擦屁股 敬亲王递上八国联军的条约给李鸿章看 李鸿章看都不看 直接推开说看个球牵吧 清亲王惊呆了 说羊人要杀咱们太后啊 李鸿章说那就杀吧 清亲王说太后让你回来帮忙的 你怎么能这样呢 李鸿章叹了口气说 马关之时还只是城下之盟 今日之局竟是人为盗族 我为鱼肉 虽然嘴上如此 但李鸿章还是吩咐丫鬟 煮了一碗人参汤续命 他要帮慈禧打完这最后一仗 清亲王首先出现在了谈判现场 他主动跟洋人打招呼握手 但瓦德西元帅只是硬和了一下就不理会了 而李鸿章一出场 就像极了班主任来寻堂 吵闹的会场顿时安静了下来 众人纷纷落座 李鸿章点了根滑子对众人说 请 然后又自嘲说 老夫反倒是反客为主了 现在你们才是主人 请字应该由瓦德西元帅来说 这是在讽刺各国占地为王 把北京当自己的家了 瓦德西并不在意 立马进入主题说 你们看过条款了吗 没问题的话就签吧 而李鸿章却不按瓦德西的节奏来 而是抢过了话语权 主动提出让瓦德西介绍一下再做嘉宾 这个要求合理且不过分 瓦德西只能听从 介绍到美国司令的时候 李鸿章说 美国 美国建国有100年了吧 125年 这年轻 您是在说我吗 您是在说我吗 美国资历太浅瞎凑热闹 接下来是英国司令 司令说 您两年前到访英国和女王 一起检阅了我们的军队 您还记得我吗 李鸿章不给面子的说 不记得了 坐坐坐 这傲慢语气 压根就不像是战败国的样子 此时李鸿章的姿态 已经明显占据上风 接下来是俄国将军 李鸿章故意说 这番话引起一阵骚乱 说好的统一战线 瓜分中国 你俄国怎么能先下手呢 李鸿章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他要挑拨他们的关系 八国联军这个组合 看似强悍无比 但实则各怀鬼胎 只要一起内讧 想挖解他们就比较容易了 接下来是日本 李鸿章故意重施 不等日本人开口 李鸿章抛出了最重要的一句话 这句话太暧昧了 意思是只要谁不逼得那么紧 我就会额外给谁好处 其他列强不开心了 他们清华 就是因为看到日本在甲午战争中赚尽了好处 上一次都得到了那么多了 这次还想多拿好处 那不能够 一时间日本就成了列强的众矢之地 瓦德西继续往下介绍 但被李鸿章打住了 说我人老了 脑子不好使 别介绍了 开始谈吧 注意 李鸿章又一次打乱了瓦德西的节奏 这也是在暗示话语权在李鸿章手里 于是瓦德西直接说 我想听听你对条约的看法 李鸿章笑了 说你们长枪长炮对我这个七十多岁的老头 我的话你们听得进去吗 然后他拿着一盒条约反问 一盒 这条款是一出来的吗 一群狼闯进了羊圈 会跟羊一盒吗 笑话 瓦德西也不再客气 说关于条约 我们是来通知你的 听听你的看法 这是出于对你的礼貌 我们可以不听的 李鸿章说 这就对喽 这才是狼该说的话 明明就是土匪 还装什么礼貌 撕破脸最好 因为李鸿章压根就不是过来砍价的 他是要给这些洋人上一课 这节课的主题是 如果有谁想瓜分中国 那就是在制造义和团 他说我们中国人向来安分守己 为什么现在遍地都是义和团 就是因为你们不守规矩 欺负人在先 假如你们成功瓜分中国 那时候义和团只会越来越多 包括我都会是义和团的一员 后果不堪设想 瓦德西元帅说 我们不怕 李鸿章笑着说 你不怕 那为什么不继续打了 你们不打 肯定是有不能打的理由 瓦德西无法反驳 李鸿章开始摆烂 说马关条约 我们欠日本的钱还没还清 政府没钱了 如果你们非要那么多钱 是不是会导致中国经济崩溃 并且清政府为了凑钱 一定会压榨百姓 如果百姓都活不下去了 你猜他们会怎么办 会跟你们拼命 我们中国人连死都不怕 还会怕你威胁吗 到时候 你们不光一分钱都拿不到 还要天天派兵镇压 你们图个啥 潜台词是 中国人不好惹 中国是块烫手山芋 你们拿到手里也咽不下去 铺垫完毕 李鸿章提出了要求 一不能杀慈禧 二赔钱可以 但赔不了多少 三关于领土 李鸿章威胁说 你们要瓜分中国 你们就来吧 只要你们守得住 如果你们非要杀我皇太后 非要把我大清逼进死境 那你们就来吧 我大清 四万万臣民 必将奉陪到底 说完便转身离开了 李鸿章这话 算是彻底把列强拿捏了 于是 他们随机抽奖了 一百个中国男人 发现95%的人 都符合德国的军人标准 意思是 中国人在生理上是没有问题的 身体素质 丝毫不亚于百种人 并且他们勤劳聪明 守法易制 中国真正有问题的 是他们腐败的政府 和无知的领导者 马德西说 如果我们真的要瓜分中国 那收到的将不是利益 而是中国人的仇恨 因为在中国人的观念里 中国只有一个 如果我们将他们割裂 他们一定会协同反抗 到时候我们将永无宁日 所以瓜分中国就别想了 另外是赔款问题 还是要以他们赔的血为前提 所以列强一致决定 把赔款金额从10亿降到4.5亿 最后是关于要不要杀慈禧 慈禧虽然保守 但能维持中国的社会稳定 只让我们起码还能在中国市场做生意 如果杀了他 中国将长期陷入无政府统治的混乱状态 那西方列强在中国的利益将无法获得保证 甚至这些赔款条约都会成为一纸空文 所以最终他们还是要决定留慈禧一命 不得不说 李鸿章字字句句都直戳要害 最后的结果也让慈禧非常满意 赔钱多少无所谓 保住狗命最要紧 秦王爷面对合约泪流满面 迟迟不敢签字 李鸿章说 说吧 李鸿章代替秦王爷 在义和条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这个条约就是辛丑条约 自此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而李鸿章也在签完合约的两个月后因病离世 李鸿章谢幕之后 属于袁世凯的时代到来了 就在袁世凯给儿子办满月酒的时候 他突然接到了慈禧的指令 慈禧封他为天津直立总督 接管北洋水师 并且负责接太后回京 这是天大的喜事 所有人都向袁世凯祝贺 但袁世凯并不这么认为 因为辛丑条约里有个天大的坑 条约里规定允许西方列强派兵入驻天津 但不允许中国派兵入驻 慈禧又哭了 天津是北京的大门 是回京的必经之路 不让清兵入驻摆明了就是想搞我 就算我回去了 他们天天把着大门我也睡不安生 这可怎么办 所以荣路才向慈禧举荐了袁世凯 说他或许有办法 荣路猜得没错 袁世凯脑瓜一转已经有了办法 他叮嘱媳妇卖了儿子的满月礼 换两百万现金 一百万用作太后回京的费用 另一百万他有别的用途 媳妇不开心了 袁世凯对他说 你放心 这些钱都会回来的 然后他交代下属 去抄写一份英国的警察章程 然后他按照章程里的警察标准 一比一复刻了一支警队 在袁世凯的上任仪式上 洋人给了袁世凯五千块作为见面礼 这摆明是想羞辱他 袁世凯可不是好欺负的货色 他直接当面把红包塞进了鞋里 把洋人的脸都气清了 接着他叫出了他的警察部队 洋人一下就激动了 条约上说 不准你们入住兵啊 袁世凯说 我这可不是兵哦 是警察 说完便转身离开 留下一帮洋人弃城河豚 纷纷骂制定合约的人 太没脑子 留下这么大的漏洞 最后有个人说出了实话 不是我们傻 是袁世凯太狡猾 袁世凯的警察部队到位之后 慈禧那边就要启程了 袁世凯为他准备了火车 站台上全是各地官员 送来的活鸭 活鸡和土特展 味道十分上头 慈禧皱着眉头 赶紧上了火车 一上火车之后 他惊呆了 火车里的各色陈设豪华至极 一点都不亚于他的寝宫 过了一年多苦日的慈禧 立马沦陷了 交代李莲英 他就在火车上住下了 哪儿也不去 不仅如此 袁世凯还把慈禧心爱的六十大寿战袍 从皇宫里偷了出来 慈禧睁开眼睛 看到后激动哭了 立马是穿 不得不说 袁世凯的装装件件 都坐到了慈禧的心坎上 不仅如此 袁世凯还私下用一百万银票 贿赂了李莲英 跟他打听好太后的喜好 李莲英说 一定要让太后的火车 在下午两点到达永定门 一秒不能早 一秒不能迟 因为这是太后 找今天监算出来的及时 太后非常看重这个 为了满足慈禧的心愿 袁世凯找到了开火车的外国小伙 给他丢了一张一万块的银票 交代了需求 警告他 早一分晚一秒 你这钱都拿不到 就在慈禧上火车之前 他收到了李鸿章去世的消息 打开李鸿章写给他的遗书 慈禧按耐不住情绪 冲到火车上嚎啕痛哭 然后他又把袁世凯叫了上去 说李鸿章去世了 他在遗书里也举荐了你 袁世凯听后嚎啕大哭 但没有挤出一滴眼泪 就这样火车开动了 袁世凯和其他官员挤在货舱里 货舱里臭气熏天 他们纷纷骂袁世凯巴架太后 一点都不考虑他们的体验 袁世凯没心思搭理他们 只盯着手里的表 黄田不负有心人 火车准时到达了 袁世凯这次任务圆满完成 回到皇宫的慈禧 对着大臣们委屈痛哭 但哭完之后 他又恢复了往日的架势 八国联军一战 对他的影响太负面了 当前最要紧的是 赶紧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他先是着重表扬了袁世凯 说袁世凯事办得漂亮 我呢就是爱个脸面 谁要是给我长脸呢 我就喜欢谁 谁要是让我没脸呢 我就让谁没命 说完他就正式宣布 让袁世凯接了李鸿章的班 谁生谁死 全在他开心与否 就连官员生前的标准 都是依照他的喜好而定 看似蛮横无理 但他其实在提醒各位大臣 我慈禧才是大清的主人 第二步慈禧的常规项目甩锅 李鸿章死了 他就把庆亲王拎了出来 这次议和是你主持 你让洋人逼着朝廷 杀了多少官员 赔了多少银子 你说你这差事办得怎么样 奴才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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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早就该死 对自己的决策失误 他绝口不提 而是把所有的错 都归咎到议和失败上 庆亲王心里纵持有一千匹草逆马 嘴上也不敢反驳 但下一秒慈禧突然又变了画风 虽说是没有功劳吧 可还是有点苦劳 这么着吧 这外部部呢 你再管些日子 不仅没让他死 还保留了庆亲王的官职 可见慈禧只是在演戏而已 因为他一向习用皇室宗亲 而庆亲王是目前唯一一个能干事的人 所以得留着 同时他命袁世凯 协助庆亲王管理外交事务 提醒他们办事一定要向着大清 袁世凯说 太后就是大清 大清就是太后 微臣的一颗心永远向着太后 一句话把光绪恶心吐了 但慈禧却很受用 好 你们都听见了吧 这话才渴我的心 然后他又树立了第二个 忠心护主的模范标兵 那就是参春轩 他哭着向众人描述了 参春轩两千里秦王的感人事迹 然后问参春轩想要什么奖励 参春轩说 臣没有别的本事 只想为太后当一条把门的恶狗 慈禧满意极了 接下来 慈禧把桃后巴结他的人 全部都封赏了一遍 他红光满面 笑眼如花 已经全人忘了 那174个因他而死的官员 和4.5亿的天价赔款 都说权力是男人的春药 放在女人身上也一样 1904年 日本与俄国在中国东三省开战 出乎意料的是 俄国输了 一时间 日本的国际地位空前提升 大家把日本胜利的原因 归结为制度优势 认为是立宪制战胜了专制 因此立宪的好处 在国内迅速传开 于是慈禧见风使舵 宣告要准备立宪 不是慈禧开明 而是他没有选择 彼时 中国因为落后的制度 在国际上备受鄙视 慈禧心里清楚 专制迟早会被淘汰 要想不被动挨打 主动改革 要么共和 要么君主立宪 但如果想保证皇权永固 那君主立宪是唯一的选择 于是慈禧模仿日本 派吴大臣到各个国家 进行走访调研 为立宪做准备 听闻慈禧要立宪 孙中山不淡定了 如果慈禧成功和国际接轨 那我还革命个球 于是他们对支持立宪的大臣 进行了炸弹袭击 连外派的吴大臣也被炸伤 慈禧气炸了 但也更加坚定了立宪的想法 慈禧叫来了袁世凯 因为他最近刚办了个宪政研究院 袁世凯说 自己请了个立宪专家 慈禧阴阳怪气的问 是康有为啊 还是梁启超啊 慈禧这是警告袁世凯 不要打我的脸 也不要模仿康梁跟我过不去 袁世凯一下子就懂了 笑嘻嘻的说 慈禧一听就放心了 慈禧这是在给袁世凯授权 让他全权负责君主立宪的事 然后他要问袁世凯的研究成果 袁世凯说 以微臣之见 这共和国和立宪国都实行的是宪法政治 这就像是一个家 这共和国是没爹没妈只有宪政 这君主立宪国 有的多出一个爹就像是日本天皇 可有的多出一个妈就像是英国女王 这日本爹的权力大一些 大权统于天皇 这英国妈的权力几乎没有 却要母仪天下 这比喻慈禧一下就懂了 反问袁世凯 你说我是当爹呢 还是当妈呀 这题太简单 只需要顺着慈禧舔就对了 自然是当爹 这时两人刚好走到光绪居住的地界 慈禧叹了口气说 这当爹的 以后还不定是谁呢 这句话慈禧故意说给袁世凯听的 因为这是他心底最大的隐忧 虽然大清朝当家的是他 但毕竟只是训政 光绪才是名义上的君主 按君主立宪的规定 君主只能是光绪 而不是慈禧 如果到时候光绪尚未报复慈禧 那他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慈禧带着袁世凯走进了光绪的住所 一进门就说 听说你的钟表修得越来越好了 就说是君主立宪国 一个国家一个 赚起来也很不少了 能修钟表的皇上吗 满世界也就只有你一个 这两句话明知是在夸光绪 但实际上是在讽刺光绪是废物 这女人骂人都不带赃字的 同时在告诉袁世凯你们的君主不行 大清还得靠我 然后他要继续恶心光绪 皇上还是要注意自己的身子骨 不然老是吐血 那就是神仙也救不了你了 这话听着像是在关心光绪 实则是在咒光绪早死 光绪也不甘示弱 在慈禧离开的时候高呼 儿臣恭送亲爸爸 此时房间里的钟表突然一起响了起来 慈禧看到这画面脸色突变 宋钟就是宋钟啊 他气得砸了光绪的钟 光绪只是在向慈禧宣战了 你囚禁我没关系 斗不过你 我熬死你 毕竟我34 而你71 一旁的袁世凯看着两人明争暗斗 算是彻底明白慈禧叫他来的目的了 于是他连夜找到杨渡 交代他预备立宪的时间要拖长到12年 意思是如果要立宪 要拖到慈禧去世之后 慈禧今年71 再给他12年肯定是够了 杨渡很不愤 袁世凯一听紧张到呛水 说 你这话捅得我废窝子里 我是怕皇上复辟 比太后还怕 杨渡痛心的说 如果立宪不能在我们这一代实现 那我们就是历史的罪人呐 袁世凯说 这就是政治 可以犯罪 但绝不能犯错 然后他又安慰杨渡 只要太后开开心心的 那立宪这事就能顺利进行 其实也当不了大事 杨渡生气的说 只有一个人高兴 一个国家才会高兴 这是什么事吗 袁世凯说 这就是咱们的国呀 与此同时 吴大臣正在日本拜访伊藤博文 伊藤博文对着吴大臣说话毫不客气 处处凸显傲气和对中国的鄙视 他说我恨中国 自唐朝以来 我们就对中国俯首称臣 这简直是耻辱 但幸好我们实现了自强 打败了你们 早晚有一天 我们会让中国俯首称臣 你知道我为什么会这么自信吗 我在英国留学的时候 有个同学叫严富 他是非常优秀的高材生 他的爱国热忱丝毫不属于我 可是你看现在呢 我是一国首相 而严富还只是一个翻译 还有李鸿章 他可比我优秀多了 但最终我却打败了他 接着他拿起了李鸿章传 说你们知道这本书是谁写的吗 是梁启超 此人高材高论 动若观火 但他现在却是你们满世界通缉的政治要犯 我虽然不如他们优秀 但是我很庆幸 我生在了日本 而李鸿章 他们是何其不幸 生在了中国 哪怕再有才也无法施展 因为中国是专制国家 纵使有再多人才 也都是奴才 最后他嘴角颤抖的说 如果我是李鸿章 我应该会死不瞑目吧 拜访完一腾博文 武大臣就回国了 慈禧带着光绪接见了他们 武大臣的结论跟袁世凯一样 说应该效仿日本 实行君主立宪 保证君主神圣不可侵犯 君主不负行政责任 而由内阁代付之 即使偶然行政失疑 会有议会反对政府之事 甚至政府被医院弹劾 最多不过 政府各大臣辞职 另立新政府而已 说的直白一点 内阁就是宰相 可以随时换 但君主是谁都动不得的 慈禧一听非常满意 转头问光绪的意见 光绪随手就把这治国的方子扔了 对着慈禧的御语说 这是什么方子 武军那年说朕病了 是这个方子 事隔八年 又是这个方子 能一样吗 这一语双关 让慈禧老脸一沉 虽然知道光绪在打自己的脸 但今天他的目的不是怼光绪 所以并不想搭理他 慈禧说 这事太大 不能我一个人说了算 就说的立先预备期 以几年为好 还是得大伙说了算 有人建议两年 有人建议四年 慈禧都不满意 便问起了袁世凯 看他昨天有没有认真听课 袁世凯没让慈禧失望 说要准备十二年 慈禧控制住内心的狂喜 假意问 要那么长时间吗 袁世凯说 必须这么长 立先的准备工作 制定新官制 至少需要一年 全民动员 普选议会议员 至少也要一年 就是要盖一个国会大厦 最少也要两年的时间 制定一部完善的宪法 别的立先国 也都要用数年的时间 这些都要有条不紊的准备就绪 才能真正的实行宪政 同时他还列举了俄国 因为准备时间太短 而失败的例子 吴大臣刚想反驳 慈禧立即阻止了他 既回彩了光绪 又肯定了袁世凯 光绪的白眼都翻上天了 就这样 慈禧通过录像 把中国要立先的消息 传到了世界各地 李莲英作为慈禧的贴心小棉袄 一向是乖巧听话 温柔体贴 但他死都想不到 慈禧改革的第一把火 竟然烧到了他身上 其因是武大臣刘扬归来后 发现全世界只有中国有太监 并且国际上认为 此制度有为人道 非常野蛮 很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 所以建议用女服务员 代替太监 袁世凯第一个赞成 他认为 废除太监制是历倩的根本 这个决策 让包括李莲英在内的 数万太监都面临失业 此时的慈禧 正在享受鲜花玉 蒸脸 拉皮 护肤 一气呵成 哎 果然女人 致死是少女 只是梳头的时候 身边伺候的人 换成了小得子 慈禧问 李莲英呢 小得子说 李公公有点急事要处理 让奴才来伺候老佛爷梳头 慈禧意识到不对 于是就起身出去找人 此时的李莲英 正在当众殴打小太监 小得子大喊老佛爷驾到 其他人都跪下了 但李莲英竟然没有理会 是的 是没理会 而不是没听见 李莲英是谁 慈禧一个眼神 他都能随时捕捉 更何况 慈禧已经站在他面前 所以他不理会 是故意的 因为他在演戏 慈禧又往前走了几步 李莲英才停手给慈禧请安 慈禧问他怎么回事 慈禧问他偷的什么 李莲英拿出旁边的金银珠宝说 这可慈禧奇怪了 我这皇宫都包吃包住了 为什么还要偷东西 这时群演登场 替李莲英捅破了窗户值 就要没活路了 要财社太监赶我们回家 不预备点 回家怎么过呀 李莲英赶紧趁热打铁说 我打的就是你这个没脑子的鬼东西 你把太后当成什么人了 就是听袁世凯的 让咱们回家 那还不是金银财宝的回呀 再说了 太后那是菩萨心肠 能认着袁世凯他 伤了咱们这些忠心耿耿的奴才们呢 你就是钱的 我打死你 慈禧这时 已经明白了李莲英的目的 李莲英身为二品大总管 怎么会亲自动手教训小太监 这摆明了 就是给他演苦肉计 李莲英这话有三层意思 第一 他是在为袁世凯裁撤太监表示抗议 第二 他在提醒慈禧 就算要裁撤太监 也要给足补偿 第三 他在提醒慈禧 不要由这袁世凯胡闹 否则就是对不起 他们这帮忠心耿耿的奴才 李莲英最知道慈禧最要面子 他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把慈禧抬到菩萨的高度 那慈禧就更不好意思 对他们下手了 说白了 就是道德绑架 李莲英这点小心思 慈禧全看明白了 他的回复是 谢谢吧 走 先过书头去 这话的意思是 行了 你的诉求我知道了 别演了 消停会儿 李莲英见慈禧 没有给出明确答复 便开始施压 确实 领导不发话 后面的很多工作都没法做 慈禧这下才认真思考了起来 李莲英接着施压 这话是直接威胁了 如果你不给我明确的答复 这班我就不上了 并且李莲英连续三次 称慈禧为菩萨 也是在反复提醒他 要顾念旧情 慈禧没有说话 转身离开了 李莲英赶紧跪拜恭送 慈禧说 袁世凯还说过 要停了跪拜之礼 你们怎么还跪这样 到这里 慈禧其实已经回答了李莲英 袁世凯不让行跪拜之礼 你们不听 我不是也没说什么吗 意思是 袁世凯怎么说 是他的事 你们听不听 是你们的事 我不会反对他 也不会处罚你们 有了明确的指令 李莲英便去忙活 小太监净身的事了 净完身的小太监 疼得直不了腰 李莲英安慰他 但李莲英想不到的是 就算慈禧没有裁撤太监 这孩子也不可能像他一样 出人头地了 李莲英的饭碗保住了 袁世凯那边就难了 这只是新政改革的第一步 就被李莲英轻松击垮 那后面的路可该怎么走 除了太监面临失业 官员们也是一个个饭碗不薄 想把专制国改为立宪国 就好比把一家国企 改为互联网公司 无论是企业文化 组织架构 职位划分 还是用人标准 都要彻底改变 这意味着 清政府所有部门 都要面临洗牌重组 数百万的官员 将面临失业下岗 当然这其中不包括 庆亲王和袁世凯 庆亲王是慈禧亲定的内阁总理 对新官员的任命 掌握着绝对话语权 而袁世凯经融录指点 早就抱紧了庆亲王的大腿 庆亲王就给他内定了 内阁副总理的位置 想让袁世凯和他一同推进 新官制这个项目 新官制关系到千千万万人的饭碗 是个能捞钱的肥差 也是个容易得罪人的苦差 所以这哥俩早就分工明确 庆亲王在背后数钱 袁世凯在人前冲锋 但袁世凯这活是真不好干 他刚提出要裁撤督察院 就有一帮老臣站出来反对 骂得最厉害的 就是小纯亲王宰封 他讽刺袁世凯是奸臣 自己内定了副总理的职位就算了 竟然还想将其他老臣都扫地出门 目的就是想把自己的人替换上去 袁世凯也不怂 拐着弯 讽刺宰封不懂事格局小 气得宰封站起来就要和袁世凯干架 还拿着枪要杀他 就在这时 慈禧出现了 他没有责罚袁世凯 而是罚宰封面密思过 并且让他退下 慈禧再次表明立场 说立宪要下大决心 该猜什么猜什么 按立宪方针来进行 动摇不得 这一下 袁世凯的腰就更直了 这让人不得不怀疑 他激怒宰封是故意的 为的就是解决掉这个刺头 慈禧退场后 袁世凯开始对着众人诉苦 说这新官制 刚一开始 我就成了千古罪人 我就不明白了 这天下是你们爱心绝罗的天下 我做这些都是为了你们 你们为啥要跟我过不去 我在家舒舒服服的 当我的北洋直立总督不乡吗 为啥非要在这里得罪各位王爷 我犯不上啊 王爷铁梁呵呵一笑说 哎呦 委屈死你了 别整那些虚的 我就问你 你新官制里可有我们的位置 袁世凯说 想要上位 你得有实力 光想着靠出身侍习 你还是回家凉快去吧 记得铁梁摔杯打人 众人也纷纷加入群殴 揍死这个让他们下岗的罪人 军机首辅 瞿红机全程沉默看戏 瞿红机这种不主动 不拒绝的渣男行为 被门后面的慈禧尽手眼底 袁世凯因为新官制 被打得鼻青脸肿 而庆亲王在背后可舒坦多了 官员们为了保住饭碗 趁着庆王五十大寿的机会 纷纷上门随份子 实际上就是花钱买官 但庆王的胃口不是一般大 几万块的银票 连庆王府的下人都看不上 所以几个聪明的官员 想了个办法 他们把钱集中在一起 凑了个一百万 钱用这一百万保一个大官 大官上位之后 再提拔他们这些小官 这个被选中的人 就是户部尚书唐庆昌 果然那些送小钱的官员 都被庆王赶走了 唯独只留下了唐庆昌 庆庆王笑咪咪的收了银票 说回家等消息吧 然而等唐庆昌再来的时候 庆庆王却闭门不见了 唐庆昌没有办法 只能蹲在门口等 结果等来了庆庆王的儿子 宰镇 他赶紧上前询问 请贝子爷给个准话 招什么急啊 我怎能不着急啊 这十几个人都住在我们家里了 那钱是大伙 那是你的事 老夫爷还都没给我们家老爷子转话呢 我们家老爷子能说什么呢 这摆明了就是不认账 唐庆昌抓着宰镇的胳膊 想要回那一百万 没想到宰镇却恶狠狠地说 你着死你 银子 谁拿你银子了 贝子爷 你不能不认账啊 唐庆昌赔了夫人又折兵 心里气到了极点 但庆庆王毕竟性爱心觉罗 他没办法 所以便把所有的气 都撒到了袁世凯身上 他集结了一众大臣 要求慈禧诛杀袁世凯 一只隔岸观火的瞿鸿基 一看火候到了 便开始亲自下场战队 瞿鸿基是守旧派 一直都不赞成立谢 但他是慈禧一手提拔起来的人 也不能明着反对 所幸由着唐庆昌这群人 把火引到袁世凯身上 只要袁世凯烧死了 那君主立谢也就凉了 但他这点心思 慈禧怎么能不知道呢 这天慈禧跟他聊刘邦和韩信 慈禧问 韩信功劳这么大 为什么汉高祖还是把他杀了呢 瞿鸿基趁机说 韩信军权过大 高祖控其谋反 慈禧愣了一下说 你这说的是袁世凯吧 瞿鸿基赶紧解释 不是 袁大人是忠心耿耿的 慈禧继续追问 那么多的折子都对着袁世凯一个 昨儿个他还挨了打 你怎么看呢 瞿鸿基没半点犹豫就说 是其他人目光短浅 这种客套话慈禧听腻了 他让瞿鸿基有话直说 瞿鸿基也不犹豫 把内心的真实想法说了出来 瞿鸿基说 袁世凯最大的问题 就是没有给大家活路 我们的体制和官员确实有问题 裁掉也不可惜 但是一次性裁掉这么多人 又不给人后路 很容易出事啊 人家英国是有钱 让贵族下台的时候 给了一大笔钱作为赔偿 日本虽然没钱 但是人家思想先行 早就全盘西化了 所以更改体制阻力也没那么大 可是这两样我们都没有 慈禧问 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瞿鸿基说可以慢慢过渡 新旧交替 先改壳 等国人都接受了 再改嚷 稳定第一啊 慈禧觉得有道理 于是就把袁世凯叫了过来 慈禧给袁世凯施压说 门外跪着的金官吵着要杀你 这一堆折子也是写着要杀你 成亲上万官员 罢工也是针对你 你说是怎么回事啊 袁世凯一脸不屑 说都是我太猖狂 请太后治罪 慈禧说 他们说的不是你的态度问题 然后把折子丢地上 让袁世凯自己读 袁世凯非常不情愿 但还是照做了 慈禧接着折子 把袁世凯鲁莽 野心大 想篡位的想法都摊开来讲了 看着袁世凯 委屈巴巴的样子 慈禧说 要是你说我的位置 你会怎么办 袁世凯立马下跪 抓住机会说 臣以为这些参折 都是关在屋子里憋出来的小人之间 臣恳请太后 对这些个谋事不足 败事有余的小人 绝不能心慈手软 请杀一两个领头的 这些个小人的气势 就不会这么嚣张了 慈禧说 一开始 我跟你的想法一样 杀一井百嘛 但这招经常用 反而不奏效 再说了 警官成千上万 这怎么杀得完 要是只杀你一个 平息重怒 那倒是更简单 慈禧这话 让袁世凯心惊胆跳 这是慈禧第二次 说要杀他了 但慈禧话锋一转说 可我又舍不得杀你 这样吧 你把你的北洋六镇 开进北京 先把警官都杀了 再杀向各省 你看如何呀 慈禧是在拐着弯 试探他敢不敢造反 袁世凯立马怂了 微诚无诚 请太后恕罪 袁世凯的态度 慈禧还算满意 于是别让袁世凯 为北洋准备阅兵 说新官制的事 你就不用管了 袁世凯心塞透了 他知道在背后 策划这一切的是驱鸿基 临走前 还故意在慈禧面前骂他 老东西 支开了袁世凯之后 慈禧开始安抚那些闹事的大臣 他说 你们光说杀袁世凯 袁世凯办事 是我受益的 你们怎么不说杀我呢 你们背后有高人呐 这话暗示慈禧 清除着活动的背后策划人 是驱鸿基 驱鸿基听完脸色一遍 但好在慈禧没有苛责他 而是感叹说 可是这个高人呐 为的也是咱大清 所以他当众 免了庆亲王内阁总理的位置 由驱鸿基来接手 另一边 袁世凯回到北洋大营 独自郁闷 徐时常提醒他 太后没有杀你是爱你 但太后也忌惮你 你手握兵权 又掌握着经济命脉 现在还一手包办了新官制 你要是想造反 不是轻而易举的吗 张勋说 管他奶奶的 反就反了 但袁世凯没有听张勋的 他还想再赌一把 阅兵当天 数万士兵高喊 袁世凯的心思 此起都明白 他当着所有人的面把袁世凯叫到身边 注意这里 袁世凯已经没有再行跪拜礼了 而是站着跟慈禧对话 这不难看出 袁世凯想改变是真的 他以身作则 去实行心证也是真的 只是心证的拥护者太少 敌不寡众 慈禧说 你的意思我都明白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 我也难 慈禧是想对袁世凯说 你的委屈我都知道 可是你不要怪我 我也是左右为难 袁世凯说 天难万难 太后一言兴邦 袁世凯这话多少带点脾气 只要你慈禧一句话 还有什么事是办不成的 这对着慈禧有点发愣 但他没有生气 而是摆出了明朝的例子 他说 明末的崇祯皇帝也想实行新政 搞得大量官员丢了饭碗 这其中就有李自成 也是他把明朝给灭了 你懂我意思吗 袁世凯依然固执 臣懂 但臣不相信 我大清官员中会有李自成 他说 新政实施不了 无非是因为会损害到某些人的利益 既是如此 我袁世凯愿第一个做出表率 臣愿交出 邮政 铁路 矿物 农工商等所有八个实业的官差 从此闲归新官制各部 这些个部门的实业官员 业务闲守 归于新官制各部好 或能对我大清立宪 或能对我大清立宪之机 略有功功 袁世凯的这番话 惊呆了下面的人 也惊呆了慈禧 为了推进立宪 竟然愿意把兵权和财权都上交 这魄力属实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太后 为臣此取 并非欣欣作态 此次离定新官制 臣自知猖狂 私心亦存 百官忌惮 罪不容赦 然 臣罪可诛 宪政不可停 为官制不革 宪政不举 我大清的江山 就危险了 袁世凯的意思再明显不过 你忌惮我 我就把兵权上交 只要你能让我接着搞立宪 但慈禧还是叹了口气说 你的诚意我看到了 可是难哪 举国官员都不从 你要是把他们都杀了 我大清的壤子就空了 那不就等于把政权拱手让人了吗 袁世凯看慈禧还是下不了决心 忍不住哭出了声 慈禧也赶紧安慰到 立宪不是不搞了 只是不会这么激进了 很多事儿 我们这一代是办不成的 但下一代会接着做 另外 我也是为了你好 我也是由着你 把他们都得罪了 我在的时候还能护你周全 我如果不在了 他们会撕了你 最后慈禧总结道 你的兵权我收了 你的钱我也收了 但是我没办法再给你什么了 你好自为之吧 然后他向袁世凯伸出了手 说握个手吧 也算是给我们之间留个念想 灌着爱的名号 收了你的兵和你的钱 还霸了你的官 慈禧是真有一套 袁世凯被这份爱感动哭了 但袁世凯真的会把兵权上交吗 信他你就天真了 赤索效忠袁大帅 咱就效忠袁大帅一个人 喝 袁世凯下台之后 君主立宪的新官制 又在瞿洪基的主持下开始了 然而瞿洪基只是把各个部门改了名字 连人都没动 就潦草结束了 每个人都很开心 除了袁世凯 他的兵权和财权被切切掰掰 分给了爱心觉罗家的王爷们 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袁世凯是唯一的输家 但慈禧对袁世凯还是有爱的 他把东三省的巡抚一职 给了袁世凯的败把子兄弟徐世昌 实际上就是给了袁世凯 虽然瞿洪基把袁世凯踢出了中央 可他并不满足 因为庆亲王还在 只有把庆亲王也扳倒 这个朝堂才算干净 瞿洪基觉得搞庆王太容易了 庆王贪财 他儿子宰人的好色 只要找到证据就行 但瞿洪基向来都不会自己出头咬人 所以他需要一条会叫的狗 最好还是慈禧喜欢的狗 怎么叫都不会让慈禧反感的狗 这个人就是参春轩 这天参春轩突然出现在慈禧面前 慈禧见到他很是开心 可参春轩一见面 就开始弹劾庆亲王和袁世凯 慈禧眉头都拧成麻花了 我知道你忠诚 也知道你耿直 可是你干嘛老跟我的人过不去 让我左右为难 参春轩哭着说 袁世凯和庆亲王身居要职 一个贿赂弄弄权 一个卖官敛财 你让这种人把持朝政 我大清迟早要完呢 慈禧拿他没办法 只能允许参春轩留在北京 由着他慢慢找 原庆贪污受贿的实锤 参春轩刚在前面做好铺垫 庆王的儿子宰镇 就给了瞿洪基送了一份大礼 这就是晚清史上有名的杨翠喜案 杨翠喜是一名歌迹 深得宰镇喜欢 同时他也是天津巡警总办 段之贵的地下情人 为了满足宰镇的淫欲 袁世凯受益段之贵 花重金买下杨翠喜 并献给宰镇 为了弥补段之贵 袁世凯给了他黑龙江巡抚的位置 就这样段之贵靠着杨翠喜 一下子就升到了二品顶带 只不过这官帽是绿色的 但没想到的是 这桩买卖竟然被人登到了报纸上 瞿洪基抓住这个机会 让御使赵麒林上了弹劾奏章 弹劾袁世凯通会弄权 段之贵卖计卖官 亲王收贿卖官 宰镇协计为妾 这下慈禧忍不了了 他这个人最要面子 你们怎么胡来我不管 但上了报纸 丢我的人就是不行 于是他让崽峰去彻查此案 崽峰很开心 他是袁世凯的死对头 教训起他来肯定痛快 但结果他却被袁世凯上了一课 袁世凯把公堂布置成法庭的样子 称这里是慈禧亲定的新法实验基地 让崽峰依法办事 崽峰不带烦了 说你别耍花样直接招了吧 袁世凯说我是被告 给自己辩护不合适 就由我的律师曹汝林来帮我辩护吧 崽峰说我是王爷 不跟老百姓对话 袁世凯说新法就是这样 请您依法办事 除非你有太后的特指 否则您还是委屈一下吧 崽峰哑口无言 只能传杨翠喜上堂对质 来啊给我带人犯 曹汝林阻止说案件还在审理 没有人犯只有人证哦 崽峰翻了个白眼说 那就传人证吧 但崽峰没想到的是 这杨翠喜不仅脸变了模样 连嘴巴都变了 一口咬定说不认识宰镇 也不是什么歌技 称自己就是给王家洗衣服做饭的丫头 只让崽峰气得直接骂娘 曹汝林抓住机会说 公诉人辱骂证人 请法官予以训斥 崽峰说这公诉人和法官不都是我吗 让我训斥自己 你疯了 崽峰气得摔牌子 要给杨翠喜上行 袁世凯阴阳怪气的说 这刑讯逼供在我直立 亦不能使用 还请王爷见谅 崽峰惊叹袁世凯好手段 骂不让骂 打不让打 摆明了就是故意刁难他 所以他只能拿出最后的武器 就是报道他们丑闻的报纸 袁世凯也不怂 问崽峰 报纸上写的都是真的吗 崽峰说 报纸怎么可能有假 袁世凯笑了 既然这样 我这里也有份报纸 您看看吧 崽峰接过报纸 看到了杨翠喜毁容 变成王家丫头的报道 瞬间凌乱了 怎么会这样 到底哪份报纸是真的 案件陷入了僵局 崽峰只能先行离开 这一局 袁世凯完胜 连慈禧听说了都感慨 陈王毕竟年轻啊 他不是袁世凯的对手 可袁世凯这叫欲盖弥彰 他也别想瞒红我 瞿红基趁机说 追根溯源 倒也不是袁世凯的错 瞿红基这话 针对的是袁世凯背后的大树 庆亲王 慈禧问瞿红基 怎么看待庆王 瞿红基 时序的说 这是太后的家事 我们外人不好评价 很满意便多嘴说了一句 这几年我看他也看得够了 你让我想想 不成就让他回家养老子吧 很明显 慈禧已经有了 财彻庆亲王的心 几天后 慈禧在会见各国公使夫人时 被问到太后 听说王爷的儿子要辞职 是真的吗 慈禧说 那孩子做了点偷鸡摸狗的事 被他爸打了一顿就行了 辞职不至于 另一个夫人说 可我看报纸上说 您要罢免庆亲王 这是真的吗 慈禧呵呵一笑说 送走公使夫人们 慈禧脸色大变 第二天 慈禧把所有人叫在了一起 他先训了庆亲王 你儿子在外面调计纳长 你在家里边收钱卖官 你这丢的是咱大青的脸哪 你懂不懂哪 骂完便吩咐 徐鸿基撤了载阵的所有职位 注意 之前慈禧在徐鸿基面前 说的是要撤庆亲王 但是今天他只处理了载阵 说明徐鸿基的出卖 让慈禧意识到 还是自家人可靠 所以他又一次保了庆亲王 对载阵开刀 也是为了堵徐鸿基的嘴 处理完载阵 慈禧又怼起了赵启林 那个御史赵启林也不是个东西 还自诩是个说真话的 这真话也得看怎么说 有些个话可以在大庭广众里讲 有些个话就只能是在家里 关起门来说 闹得满世界都知道 让洋人笑话咱们 大青是一帮子贪赃王法 让海外的那些革命党 有了谋反的口实 这可有什么好啊 就是家里头咬条狗 咬谁不咬谁 让他咬几口 也得听主人的 不听主人的乱咬 咬得接风四邻都不安 你们说 这样的人还能留吗 这话明面上是在怼赵启林 实际上句句都在埋怨 瞿洪基不懂事 明知道我好面子 还把我私下跟你说的秘密 卖给报纸 恨不得让全世界都知道我的家丑 于是慈禧便当众开除了赵启林 算是给瞿洪基一个警告 瞿洪基百思不得其解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是谁把消息透给了报社 明明扳倒庆亲王 是板上钉钉的事 怎么最后败的却是自己 他的学生吴玉鼎 哭着跪在地上 说是他擅作主张把这事透给了报社 他以为慈禧已经有意罢免庆亲王 便想用舆论给慈禧施压 让他快速做决策 瞿洪基破防了 一切都是天意 他教了吴玉鼎那么多 却唯独没有教他太后最看重的是面子 你可以贪污 可以受贿 可以买官卖官 但不可以让太后没有面子 这一仗 瞿洪基输得很彻底 古代太监们在净身完后 都会用盒子装自己的命根 以便死后一起下葬 因为据说如果身体不完整 死后就会变孤魂野鬼 而不能入轮回 所以对李连英来说 命根子不见了 那可是天大的事 我是尽心尽力的当独子 我可没做什么对不起祖宗的事 谁怎么跟我 我不 这不是要我的命 你给我找 命根子丢了 李连英的精神一天比一天恍惚 连此起都能看出他不对劲 然而这个消息被袁世凯捕捉到了 他兴奋异常 因为机会来了 之前袁世凯提议 废除太监制 差点让李连英丢了饭碗 自那之后 李连英就和袁世凯绝交了 对于袁世凯来说 失去了李连英 就好比失去了眼线 慈禧的很多情绪和态度 他都无法拿捏 就好比此刻 他想对瞿洪基下手 但是却拿捏不准慈禧 对瞿洪基的态度 这太耽误事了 于是袁世凯交代心腹杨世几 无论花费什么样的代价 一定帮李连英找到命根子 杨世几这人能处 他动用了所有手段和人脉 还真给找着了 命根子失而复得 李连英虔诚地问 多谢了 说吧 弄回这东西 是了多少钱呢 杨世几摇头说 李公公 这是钱能做到的事吗 李连英瞄懂 问你们袁大人要什么 杨世几说 李公公哪里话呀 我家袁大人的意思 这过去的事 就让他过去了 从今以后呢 我家大人和公公 就只有交情 这是袁世凯在主动示好 让李连英 不要计较之前的事 李连英也是明白人 说我明白了 回去帮我转告 袁大人 大恩 不言谢 杨世几这事 办得极为漂亮 不仅帮袁世凯 修复了关系 还拿到了一个重要情报 太后对 瞿洪基非常不满 还当着李连英的面 大骂他滚蛋 袁世凯 这下有把握了 于是准备对 瞿洪基下手 但搬到瞿洪基 还需要李连英当助攻 袁世凯的意思 是给他一百万 但北洋银库里 只剩六十万了 还不够 杨世几说 我们都帮他找回命根子了 就算不给钱 他也愿意干 袁世凯否决了 这一单是一单 天成啊 你还要记住 这做事也罢 当官也罢 只要有关人事 千万不能搞 一锤子的买卖 不能过河就拆桥 你得老想着 还有下一次 只要还有能力 就要架桥铺路 不然那就是短事 做人没出息 办事也总是失败 话重点了朋友们 无论是在职场 还是日常社交 都不要过度消耗身边的朋友 人情这种东西是虚的 你认就有 不认就没有 不要因为别人欠你的人情 就去没底线的麻烦人家 否则用完一次 就没有下次了 通俗点就是 要想马儿跑 就必须要不断给马儿喂草 李莲英得宠的一个重要秘诀 就是不问朝政 所以想让他卖命 那肯定要舍得下血本 所以袁世凯连夜找庆王借钱 庆王一听要搞瞿红机 平时一毛不拔的他 这次一下拿出了四十万 片酬到位的李莲英 演起戏来 那是相当到位 在慈禧午休的时候 接着逗猫又蹦又跳 慈禧说 你吵醒我了 我罚你讲段子哄我睡觉 李莲英连忙拿起一份报纸 给慈禧念了一个黄段子 慈禧听完笑得合不拢嘴 让李莲英在报纸上 继继续找段子 李莲英找啊找 段子没找到 但却在报纸上看到了康有为的消息 慈禧脸色突变 瞿红机居然跟康有为有勾的 这瞿红机还有多少惊喜 是我慈禧不知道的 他吩咐李莲英 把康有为的南海诗稿 给他也弄了一份 李莲英办事真利索 第二天就把书拿到了慈禧面前 慈禧急匆匆的翻开第一 读完还笑着问李莲英 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呀 李莲英能爬到这个位置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朝政的事 一律装死 说奴才哪有那学问呢 慈禧说这是康有为 夸瞿红机有风度 是国家栋梁 仰望着他就如暮春风了 李莲英说 这话是在和康有为划清界限 强调我无论是眼光还是品味 都跟康有为不一样 这让慈禧眉开眼笑 可看到了下一篇稿子 慈禧就笑不起来了 若是和元功德旧 起看龙节血斑斑 翻译过来就是如果弹劾袁世凯成功 那皇室就将掀起一阵 兴风血雨 再往深处理解 袁世凯是慈禧的人 如果瞿红机弹劾成功 那慈禧的势力将被大大削弱 这样宝皇派想谋反 就轻而易举了 总结一下 瞿红机弹劾袁世凯 得到了康有为的支持 那就说明瞿红机 很有可能是宝皇派慈禧冷笑 真是犯了 李连英这时还在装傻 老夫人谁犯了 慈禧不说话 心里已经把瞿红机 打入了18层地狱 慈禧在捶瞿红机之前 先召见了参春轩 他问参春轩 你回北京 是不是瞿红机安排的 参春轩说 是啊 但瞿大人也是为了整肃立志 就算他不喊 我也会来的 慈禧一听心凉了 之前对瞿红机那么信任 终究是错付了 他竟然敢联合外臣套路我 到头来 还是自家人靠谱啊 于是慈禧连夜 照庆亲王进攻 主动示好 一筐 你还在生我的气呢 庆王说 奴才岂敢 既然不生气 那就开门见山了 慈禧说 上次赵启离弹劾你们 是瞿红机指使的 你怎么看 庆王说 赵启离确实有才 瞿红机这份爱才之心 是我应该学习的 慈禧被这孩子蠢哭了 这哪是爱才呀 这分明是兽益言官 殷劫外援 借刀杀人呢 说到这里 慈禧不免有些伤感 开始怀念他那三个死忠粉 曾国藩 李鸿章和荣禄 这三个人 都是既能感又忠心的 曾国藩那个能感 你是想都想不到 可他又很忠心 难得的是 他的忠心 让我看得见摸得着 再说李鸿章啊 他是曾国藩的学生 遇到的那些个事啊 什么洋务啊 外交啊 打仗啊 比他老师遇到的 还难办万分呢 这些都是你经历过的 他那份忠心 你也就看到了 那真是鞠躬尽脆 此而后已啊 还有荣禄 我一个疏忽 就遭了翁童和的陷害 在大西北窝了二十年 可他从没有记恨过我 无需那年 我让他上军机处 他偏要上直立 为什么呢 还不是给我把着军队 念得让我受抗有为 他们的害吗 人们常说 如果一个人回忆过去 说明他现在过得并不好 瞿红机 是他和荣禄 一手发掘的 本以为他会像前面三个那样 能干又忠心 却没想到 竟是跟康有为一路货色 庆王赶紧认错 说自己 没有前辈那样的能力和忠心 让老佛爷操心了 我该死 慈禧说 你啊 忠心也是有的 我也不用操心 不像有些人 看上去轻正连结 暗地里怀思邪诈 思痛报社 窃圈皆大 差点连我都蛮红了 这里 慈禧就差 把瞿红机的身份证号读出来了 相比瞿红机的不忠 贪财的庆王就显得可爱多了 所以慈禧语重心长地说 你的那毛病的根啊 无非是一个财子 一筐啊 咱大清要是真给糟蹋的亡了国 你那财还从哪来呀 庆王听得是一脸尴尬 连忙利弗莱克说要改 慈禧让他回去给袁世凯烧句话 平时做事不要太张扬 只要不闹大 不让我丢脸 我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最后慈禧强调说 有些人呢 是有忠心 没有才干 这个嘛 还可以让他慢慢历练 可有的人是有才干 但没忠心 我告诉你 这样的人 我是不会留着他的 慈禧这是在向庆亲王发射信号 可以让袁世凯搞瞿红机了 为了削弱瞿红机的羽翼 慈禧故意把参春轩打发到广东剿匪 战场清理完毕 接下来就轮到袁世凯发工了 但扳倒瞿红机并不容易 他是军机首辅 自乌续年光绪罢免翁同和之后 已经有十年没有罢免过军机大臣了 军机一动 朝廷准乱 所以为了计划万无一失 袁世凯需要一条会咬人的好狗 此狗必须正直忠诚 这样才能让其他大臣都认同 他咬瞿红机并不是出于私心 而是为了大清的江山 如此太后罢免瞿红机才师出有名 最后此狗还要有才华 他的折子一定要有理有利 让人没有反驳的余地 一次就弹死瞿红机 杨世奇说 这个人还真有一个 不过不好搞 因为他是瞿红机的学生 吴玉鼎 袁世凯一听就是他了 这么优秀的人去弹劾瞿红机 顶我一个军队 杨世奇说 他至今还没被谁收买过 这样的人怎么会成为我们的狗呢 袁世凯说 没人不会被收买 就看你的筹码有多大 之前没被收买 是因为没遇到我这样的庄稼 袁世凯给杨世奇支了两招 一抓他弱点 二把他喂饱 杨世奇立马带着玩具 来到了吴玉鼎家 吴玉鼎做官清廉 家里并不奢华 妻儿也跟着受罪 所以孩子对新玩具爱不释手 穷就是吴玉鼎的弱点 呃也是我们的弱点 所以杨世奇也不拐弯抹角 直接说 徐鸿基要完了 请你助我们一臂之力扳倒他 吴玉鼎看杨世奇这么嚣张 不要动手 但杨世奇不慌不忙的说 现在不是生气的时候 而是要考虑过日子的问题 吴玉鼎也是有骨气 说我是穷啊 但我百毒不侵 读书人最忌讳讲钱 所以你不能直接说要收买他 得给他台阶下 杨世奇赶紧补救说 我又不是给你投毒的 你想想啊 袁大人手下这么多人 为啥就指定让你来做这事呢 那还不是因为你有才 如果你把这件事搞定了 袁大人必定保你全家 一辈子荣华富贵 不仅如此 我们会保你去河南当省长 杨世奇还故意强调 说只有像你这样 有才有德之人 才能坐这个位置 你是靠才能上位 绝不是靠卖老师 给钱给官 这就是袁世凯说的 把他喂饱 杨世奇完成任务后就走了 杨世奇走后 吴玉鼎的夫人 从玩具盒里 找到了瞿红基的档案 玩具跟档案都丢了 没想到瞿红基来了 这也是瞿红基第一次来吴玉鼎家 没想到真这么朴素 瞿红基拿起玩具夸赞说 难怪人太后夸赞袁世凯 北洋骚的东西确实不错 这句话也表明瞿红基 知道袁世凯派人来过 瞿红基安抚好吴玉鼎的儿子 然后对着吴玉鼎的夫人鞠躬 说玉鼎跟着我这个老师 也让你受苦了 两人来到那一堂 瞿红基一眼就看到那本档案 吴玉鼎解释说老师你放心 这点定力我还是有的 意思就是我不会听袁世凯的话出卖您 瞿红基问吴玉鼎 我和袁世凯谁做的对 他怎么能跟老师比 然后瞿红基开始自我剖极 以往我也是这么想 风节俊丽操守廉洁 绝不与腐败正风通流合污 让后人论史论事 也知道我大清并不是完全黑暗 所以我自己 哦 还拉着你 正日里遵循的是古代圣贤之道 眼里容不得贪婪死败 更看不得那些缺德的人 把持朝政 不能看出 瞿红基是一个有理想报复的人 可是他话锋一转 他叹了口气说 可我错了 错了 也太黑了 道德操守 只不过是一丝烛光 只能照亮一个人眼前的路 可是道德的烛光 挡不住人家的鸣枪暗箭呢 咱们和庆王袁世凯斗 人家是打的什么牌 咱们又打的什么牌 咱们打了一张叫整肃立志 表面上看正气凛然 多个我才想明白 老佛爷不看中这个 他也不在乎你贪污腐败 可是你跟他离心离德呀 那你就是死定了 你看看人家 玩着闹着 又搞女人 又揉钱财 可是政治上永远正确 屁股坐的永远是那正确的地方 那才是真够 咱们从一开始就败了 屁股坐对地方才是取胜的关键 袁世凯正是利用这一点 把瞿洪基推向康有为 让慈禧觉得他屁股不正 给他判了死刑 这一刻瞿洪基终于悟透了 但也绝望了 他拿起笔 以吴玉鼎的名义 写下了弹劾自己的折子 为了让吴玉鼎能够更舒服的接受这个事实 瞿洪基说 你弹劾我 我是个死 你不弹劾我 我也是个死 玉鼎啊 你跟了我半辈子 穷了半辈子 跟着我没有得到半点好处 这一次 我想成全你一下 吴玉鼎当然不能卖尸求荣了 他苦苦哀求 瞿洪基说 我这么做 更是为了素儿和你太太 玉鼎啊 中心耿耿却不被重用 心怀鬼胎却备受恩宠 放在现在的职场官场依旧存在 只是并不是每个领导都像瞿洪基一样 落马前还帮下属捞一笔 生活的柴米油盐酱醋茶 终究还是让有骨气的读书人 弯下了腰 吴玉鼎当晚就找到杨世奇 开口要了50万 但同时强调 他只要钱 不要关 吴玉鼎也绝望了 这样的官场环境 容不下他这种有道德洁癖的人 倒不如眼不见为敬 潇潇洒洒走天涯 就这样 瞿洪基被弹劾成功 不过他并没有被杀 只是被辞退回了乡下 另一边的曾春轩就更惨了 敬亲王的女婿恩明 把他的照片和康有为两起抄 披在了一起 成到了慈禧面前 慈禧看一看 连曾春轩都背叛了自己 崩溃痛哭 连审都没审 就也给他判了死刑 但念在他秦王有功 只是给了个开除的处分 就这样 晚清唯一能制衡 袁庆的两人 都因为屁股不正之罪倒台了 袁世凯得以重返中枢 徐鸿基下台后 慈禧又组成了新的领导班子 分别是张之洞 袁世凯 亲亲王义匡和纯亲王宰峰 两个外臣加两个皇亲国戚 形成完美制衡 最高决策权还在慈禧手里 这是新领导班子的第一次朝会 袁世凯提议要设议院加快立宪进城 这个提议连好战友义匡听了都有些惊讶 设议院明显是要削弱皇权 袁世凯是有几个胆子敢在太后面前提这个 暴脾气宰峰率先开怼 袁世凯反驳说这都是为了大兴 这时一向沉默的光绪突然开口了 光绪这一出给慈禧整不会了 便问 光绪没搭话继续沉默 既然光绪不说话 那我就替他分析下吧 立宪的最大受益人是光绪 因为袁世凯认为慈禧活不了太久了 他此时推进立宪是在讨好光绪 希望光绪上位后不要对自己痛下杀手 医院是他的双重保险 目的就是为了分化皇权 到时就算光绪想杀袁世凯 只要医院不通过 那袁世凯还能逃过一劫 袁世凯的心思慈禧当然懂 但他还是装傻 同意了袁世凯的议案 不是为了保袁世凯 而是国内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 意识到他的立宪是假的 很多立宪派因此转投孙文的革命派 革命派势力越来越大 国内暴乱越来越多 慈禧有些慌了 所以想借着建资议院 对外界表明立宪的决心 以此来笼络人心 慈禧懂袁世凯 但袁世凯并不懂慈禧 他是不可能让自己死在光绪前面的 早会结束后 慈禧留下了张之洞 商讨皇位继承问题 他特意强调 这是朋友局都不要太忌讳 想说什么说什么 强调完 他就直奔主题问张之洞 皇上身子不好 总有大限的一天 你觉得这皇位应该传给谁啊 张之洞说 国有掌军设计之福啊 意思是要选个年纪大的当皇帝 潜台词就是赛风 慈禧一听冷笑了一下 倒是岁数大的当皇上好一些 可我亲儿子的大同 有谁来记啊 很明显 赛风不是他想要的答案 慈禧这辈子只生了一个儿子 那就是同志皇帝 然而同志十九岁就英年早逝 并且没有孩子 为了当皇太后 慈禧把亲执寺宰田 过去给了自己当儿子 也就是现在的光绪 所以光绪继承的不是同志的大同 而是慈禧老公 咸丰皇帝的大同 原本慈禧的计划是 如果光绪有了孩子 就过去给同志 可光绪也没生出孩子 如果让宰风当皇帝 那同志就相当于彻底绝后了 对慈禧来说 江山设计毁了可以 但绝不能让我的儿子绝了后 张之洞连忙下跪道歉 说没想到这一层 慈禧说 不是当娘的 谁能想得到啊 所以慈禧心中理想人选 是彩风的儿子溥仪 溥仪年纪小 如果把他过继给同志 那同志就有后了 并且溥仪身上还有光绪的血统 这样就相当于同时继承了 同志和光绪 一举两得 最重要的是 如果自己的儿子当了皇上 那宰风就绝不会造反 这样天下就永远是他们家的天下了 慈禧里里外外都考虑得很周全 所以他今天压根就不是想听张之洞的建议 而是想获得他的支持 见张之洞没有反驳 慈禧便转移话题 问李莲英刚刚自己走了多少步 李莲英说 比之前少了一半 慈禧语重心长地说 累了 我是累了 慈禧这话一语双关 因为没多久他就卧病在床了 慈禧病倒的消息传到了元世凯那里 此时正值元世凯五十大寿 李莲英奉旨来送礼 说是皇上跟皇太后的意思 元世凯一听皇上给自己送礼 很是兴奋 跟李莲英再三确认 这赫离真的有皇上的意思吗 李莲英回答说 那肯定是没有 都是我们皇太后的意思 看来皇上还是没领他这份情 所以元世凯便关心起慈禧的病情 李莲英说 老人家嘛 头疼脑热的也在所难免 不是什么大事 元世凯反驳说 可对我来说 这却是天大的事情 对李公公 这也是天大的事情吧 李莲英一听 明白了元世凯的意思 李莲英最烦政治问题 想转身开溜 但元世凯哪会放过他 但为了避免李莲英的排斥 他换了种问法 说太后召见臣子 都是边走边说 臣子是不能跟太后肩并肩的 那他们是走在前面还是后面呢 李莲英说 当然是后面了 元世凯接着问 假如这个人不是大臣 是皇上 那谁会走在谁的前头呢 这分明是在问太后和皇上 谁会先死 李莲英被吓尿了 拔腿就跑 慈禧病倒后 第一个来探望她的是光绪的皇后 皇后是慈禧的新侄女 光绪的亲表姐 当年慈禧为了控制光绪 应是把侄女塞给了她 所以光绪把对慈禧的恨都发泄在了皇后身上 结婚二十多年 一直没宠幸过她 所以皇后对光绪是恨到了极点 慈禧看到皇后第一句话就是 这不是明知顾问吗 皇后赌气说 慈禧这句话看似是让皇后照顾光绪 实则是想让皇后把光绪看好 别让她在最后关头耍什么幺蛾子 皇后哪想那么多 耍性子说不 慈禧开始施压 怎么连我的话你都不听了 你是我的亲侄女 这是个结果眼 你得给我提防着 我是怕有人害皇上 此时李连英和小得子对视了一眼 他们都知道 光绪已经被慈禧安排得明明白白 慈禧说这话是为了撇清嫌疑 皇后还是不从 慈禧继续搬出三纲五常来绑架皇后 说你是臣子 他是皇上 臣对军要忠 你们还是夫妻 夫妻之间讲求的就是一个敬 他是不会做丈夫 但你要会做妻子啊 皇后被这么一说 只能答应慈禧去看光绪 接着慈禧说出了自己最终的想法 你啊 你就要做太后了 此时李连英跟小得子又对视了一下 小得子喜不自生 因为他终于要熬出头了 皇后赶忙向慈禧请教治国之策 慈禧坐起身子 眼神坚定的说 做皇后要帮衬皇上 那是做皇后的最大德行 做太后要抚育幼主 那是做太后的最大德行 我们做女人的 那才是根本 他是在提醒皇后 掌控幼主才能掌控权力的根本 只有掌握住权力 他们叶和纳拉士才能延续荣耀 这是光绪最后的时刻 他脸色苍白 一直咳个不停 但他的眼里有光 因为他知道慈禧活不久了 李连英在此时赶来照顾他 与其说是八戒 倒不如说是心疼 光绪抓着李连英问 李连英点头承认 光绪一听 激动的从床上弹了起来 腰不酸了 腿也不疼了 他跑到床边掀起床单 龙袍整整齐齐放在那里 光绪摸着他的战袍 流下了眼泪 他终于熬出来了 光绪又冲向角落里拿出冠棉 让李连英龙袍伺候 这时屋内的钟突然响了 光绪连忙跑去一个个关了 只留一个钟再响 李连英有些疑惑 光绪说 这是康熙爷登基时用过的权 也是朕29年前登基时用过的权 朕花了三年的功夫 才弄明白 这洋人的权是怎么弄进去的 又花了三年的功夫 才把朕登基时用过的权给弄进去 此时 以维稳握胜券的光绪 开始对李连英发泄 朕曾经对袁世凯说过 他的心思 朕都明白 岂止是他的心思 你们的心思 朕也都明白 还有亲爸爸的心思 也都骗不了朕 骗不了朕 朕知道 你们都盼着朕早死 可是朕 皇上 可是朕 朕熬出来了 他被慈禧囚禁了十年 过着被人监管 没人服侍的生活 其中的苦 只有他知道 光绪颤颤巍巍的站在自己的皇位上 对李连英说 李阿达 朕小时候 你抱过朕 伺候过朕 李连英知道光绪是在拉拢他 愧疚的说 奴才这么多年 没能伺候皇人 真是罪该万死 光绪愤怒吼道 可是这么多年 朕当得适合什么样的皇上啊 吼完便虚脱坐下 仿佛这三十多年的怨气 都一次性发现完了 接着他露出了胜利的微笑 将李连英开出了更为明确的条件 李连英的一声皇上是心疼 是愧疚 更是无奈 他心里清楚 光绪不可能亲政了 就在当晚 风直过来伺候的皇后 发现了光绪的尸体 与此同时 慈禧也在交代后事 他先是把宰风叫了进去 说有意让他主持大局 但宰风明显慌了 说自己能力还不够 慈禧便支了两招 就两条 一个家里的事 外事要分得开 捋得顺 外人哪 终归是外人 越是外人 你越要对他好 至少看上去好 二一个 新朝要有新气象 有了新气象 就能稳住人心呢 天下人最盼望的就是赶紧立宪 十二年预备立宪 是我定的 你不必守着 这个年限 以后还有九年 你呢 斟酌着可缩短他 这时皇后冲进来 说光绪不行了 慈禧一脸淡定 因为都在他的意料之中 慈禧让宰风赶紧把溥仪抱紧弓 准备继位 同时让李莲英叫袁世凯 袁世凯进门的时候 慈禧又把宰风叫了回来 交代他们俩一定要同舟共计 宰风点了点头就离开了 慈禧最不放心的 就是袁世凯的野心 所以就先给他戴高帽 不管别人怎么说你 我知道你是个重心的 袁世凯一愣 假惺惺的说 陈 陈知道 知道 陈 陈世保大清江山万年 一旁的李莲英心想 这祸比我还能演 当初问太后和皇上 谁先死的时候 可不是这般嘴脸 慈禧也被整笑了 说一万年我管不了 你先帮我把孙文的革命党剿灭了 袁世凯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但慈禧死都想不到的是 袁世凯不仅没杀孙文 还联合孙文把清朝给灭了 慈禧召见的第三个人是张之洞 张之洞 皇上的嗜好 你就捉闹一个吧 慈禧的话给张之洞整懵了 皇上好好的怎么就要嗜好了 我不理解 慈禧一边流泪一边说 我的意思你最明白 皇上对不起我 可我不能对不起皇上 张之洞一听就懂了 随即慈禧的哭声响彻了整个房间 不知道是为光绪难过 还是因为熬过了光绪喜极而泣 皇太后一旨 载丰之子 溥仪入城大洞 为四皇帝 载丰为坚国设阵王 载丰回家带溥仪去继位 老夫近像发疯了一样阻拦 我死去的天啊 你爸还走 我再也没见过我的天啊 我娘你这是干什么 我娘你打死我 我娘 我再也不能你了 但载丰哪敢不听死喜的话 一把推倒母亲 抢过溥仪就要走 老夫近大喊 大夫 你忘了你阿玛丽子权说的话了吗 财也大 财也大 子孙够代 货也大 若有此理 是若和 子孙前作 胆也大 天阳大事 都不怕 不曾生家 春王 可怕 财也小 财也小 就这样 年幼的溥仪被接进宫 开启了悲惨的一生 慈禧在临终前 把所有大臣召集在一起 交代了四件事 第一 他让张志东 把自己的墓志名 写得好看一些 我这一辈子 内有外还 总算是 没把祖宗的天下 毁在我手里啊 张志东 这一条 你要写在头里 我活着的时候疯狂 死了也要体面 那些割地赔款的事 都让他烟消云散吧 第二 是光绪皇帝的嗜好 就让光绪皇上 是个德子吧 这个德子 他活着的时候 缺了很多 但愿 他到了印节 能消救我 慈禧这是把锅 都扣在了光绪身上 对于自己的强势和自私 他绝口不提 没办法 谁先死 谁就失去了话语权 第三 他要阐述 溥仪登基的合理性 溥仪继承的 就是我亲儿子 牧宗的大统 也继承着 德宗的大统 这样双挑着 与公 与私 都说得过去 你们明白吗 底下没一个人敢说话 为了维持家族企业 找一个三岁小朋友 来当皇上 谁能想得明白 最后 他还要给自己的侄女 新进的御龙太后作背书 还有另一条 你们更要明白 本朝组织 女人不得干预朝政 当时的情况 你们都知道 是我 把这个组织给废了 可是啊 从今往后 这条组织 还要恢复起来 你们 都听见了吗 当然了 太后是君 摄政王 毕竟是臣 君臣的礼仪 不可费 遇到重大的事情 摄政王 还是要请示太后 才多施行 慈禧的意思是 祖宗大法 只有我能变 其他人都不行 但即使如此 你们也要听我侄女的话 不能乱来 因为只有侄女 把位置坐稳了 才没人敢掀她的棺材 编她的诗 1908年11月14日 光绪34年 光绪皇帝驾崩 享年38岁 死于披霜中毒 次日 慈禧太后也崩了 享年73岁 这场送中大战 光绪终究没能熬死慈禧 就这样 年仅三岁的溥仪 成了清朝 最年轻也是最后一位皇帝 三岁的溥仪 无法从政 其父摄政王宰丰 则掌握实权 而小得子 则成了新任的太监总管 德公公 奴才封一职 恭迎新主子 主子 走吧 我告诉你 我大清 有你不多 没你不少 这个老不死的 给脸不要脸 为什么说摄政王宰丰 是孙文的头号主公 慈禧临死前 曾给他留了三条治国妙计 一善待外臣 二加速立宪 笼络人心 三和袁世凯搞好关系 然而 宰丰一条都没听进去 宰丰上台之后 抛弃了慈禧重用汉尘的方针 将核心岗位都安排给了满足亲贵 虽然袁世凯和张之洞这两个汉人 都还身处权力中枢 但实际上也已经被宰丰架空 说大一个国家 此刻竟沦为了爱心觉罗下的盘中餐 相比之下 袁世凯要更惨一些 宰丰跟他有夙愿 所以上台后的第一个大动作 就是诛杀袁世凯 陈请止 诛杀袁世凯 龙玉太后说 杀他可以 但你得找到他的错处啊 这样我下旨才师出有名 宰丰一想觉得有道理 但就算今天杀不了他 我也要先恶心恶心他 于是他就给袁世凯 加封了个太子少保的官位 太子少保顾名思义 就是保护太子的 可此时连皇帝也才三岁 哪来的太子给袁世凯保护 可以说这个加封伤害性不大 但侮辱性极强 袁世凯 太子少保皇恩浩荡啊 臣感激不尽啊 宰丰笑着说 既然感激就要拿出行动报恩呢 新潮新气象各处都要用钱 但现在国库都是空的 很多事都办不了 所以我打算把地方财政都化归中央 你和张之洞的北洋南洋 要带头表示一下啊 张之洞惊呆了 见过不要脸的 但真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 他说 闲丰年间兵荒马乱 中央一个子没有 是地方政府自行练兵筹款 保卫了大清 中央为了答谢地方 才决定实行地方财政自主 你现在贸然收回去 不厚道啊 袁世凯也说 八国联军清华的时候 为了接太后回宫 我把儿子的满月礼都卖了 那时候也没见中央给我们报销 简台词是 我不找你报销 你也别问我要钱 宰丰怒怼 你的北洋银库比朝廷的还大 难道朝廷不能过问吗 那就请摄政王宣旨 把我们这些大臣通通以贪污罪论处 改了算了 袁世凯是料定自己身上并无错处 清楚宰丰动不了他 果然宰丰被气走了 但没过多久 能判袁世凯死碎的石锤出现了 慈禧死后 各地要求立宪的呼声此起彼伏 连警察都加入了游行示威的队伍 宰丰把指使警察暴动的帽子 扣到了袁世凯头上 污蔑他造反 话音刚落 龙玉太后突然出现 手里还拿着一个盒子 张之洞一下子就慌了 急忙拦在前面说 慈禧太后说过 女人不能干预朝政 宰丰说 这可是大事 大事 太后可以参与 你少管闲事 张之洞警告他们 若是摄政王和太后 做出什么超乎寻常的事情 势必动摇设计大业 张之洞之所以这么说 是因为他知道盒子里 放的是光绪要杀 袁世凯的珠笔玉纸 所以他用生命威胁龙玉太后 先让他放袁世凯一马 袁世凯也没想到 宰丰这孙子会动真格 于是拔腿就跑 张之洞看袁世凯逃离了修罗场 这才苦口婆心劝谏 心超方力 绝不可侵入众臣 动摇设计大业 你给袁世凯杀了就杀了 为我大清设计何干 宰丰的话给张之洞整无语了 于是他转身问肃王善奇 你掌管这民政部 外面请愿的警察都是你的部下 你管得了吗 你管不了 为什么 因为你可以把警察大权牢牢地攥在手里 可我大清的警察制度是袁世凯创建的 大大小小的警务员都是袁世凯亲手提拔的 你们说这警察他会听谁的 然后张之洞又把矛头对准了宰丰的亲兄弟们 一个陆军大臣 一个海军大臣 一个军子府大臣 了不起呀 可老臣听说你们的戏唱的不错 可统领军队那可不是在戏坛上唱戏 老臣还知道你们的牌打得好 可是军事谋略难道是桌上的牌局吗 在我大清敢言军政政 为袁世凯一人而已 宰丰不懈地说 我杀了他死人还谈什么军政 张之洞回怼 那你倒是把北洋六镇的官兵全给杀了呀 因为你只杀袁世凯 他们就会造反 北洋军是袁世凯缔造的 北洋的官兵都使袁世凯为他们的父母 你要杀他们的父母 你试试 龙玉太后听完哑口无言 说就算不杀他 那也不能留着他呀 张之洞说把他开除就行了 龙玉太后说 开除也要有理由啊 张之洞一脸冷漠地说 就说他崴了脚吧 这么可笑的理由 不难看出张之洞对龙玉太后可载风的讽刺 捡回一条命的袁世凯 便连夜带着家人逃往天津避难 不过没过多久 小弟赵炳君就来店说 没事了 只是开除不是死罪 还强调是张之洞替他摆平的 袁世凯挂了电话之后 并没有死里逃生的喜悦 而是在为张之洞之后的处境感到担忧 此时孙中山发起了第十次革命起义 民心所向 所以这次起义来势汹汹 杨渡等立宪派希望通过立即立宪来对抗革命党 而立宪派的前锋袁世凯却被开除了 这让杨渡非常不爽 在资议会上杨渡呼吁各省代表联名上书 请袁世凯回归主持立宪 暴脾气 仔风直接就派人把他抓了起来 张之洞知道后 联盟去找仔风求情 说杨渡抓不得 他是资议院的首领 资议院这些人非官即商 地方运转都是靠他们 你这样搞杨渡会引起民愤的 仔风说 杨渡是我大清的官员 我说抓就抓 说杀就杀 怎么地了 这时 御使江春林上诉说 要杀袁世凯 一说杀袁世凯 仔风就来了兴趣 示意江春林说下去 江春林说 袁世凯之前最怕慈禧太后 现在慈禧太后不在了 就没人能压得住他了 他手上有兵 会造反呢 张之洞急了 说江春林骑君网上 骑心可诛 仔风不带烦了 张之洞 你怎么老是跟本王过不去呢 我就不信 袁世凯狼子野心 你就看不出来 你是装糊涂啊 还真是老糊涂了 张之洞气到直摇头 说 我终于明白慈禧太后 为什么要我来协助你了 他怕呀 他怕的是我大清 真要以摄政王室 摄政王中 敢说我败国 在风脸上挂不住了 直接开始对张之洞 进行人身攻击 我告诉你 老佛爷也并不在意 你知道吗 你为什么在地方上 窝了几十年 因为老佛爷知道 你只会说空话 你的洋务办得怎么样了 离开了李中堂 你连个铁厂都办不好 不过呢 你的折子写得好啊 什么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开风气之先 都是没用的空话 我告诉你 我大清 有你不多 没你不少 这个老不死的 给脸不要脸 不得不说 崽风的这番话 是真实又毒辣 句句都戳到张之洞软肋 刀刀都插进张之洞心窝 张之洞毫无反击之力 无奈仰天大笑 气急攻心 倒在了地上 就这样 张之洞被崽风 活活给气死了 崽风并没有理会张之洞 转身带着溥仪 去参加资政院会议 小皇帝让议员们归座 但议员们 没有一个人落座 并表示 要杨渡出席 才开会 可以看出 当时的清王室 已经微信全无 议员们一改冷漠 纷纷为扬住鼓掌 会议上 在封率先发言 夸赞自己的立宪成果 那就是召开了本次会议 那外面的谣言 什么我大清立宪是假的 不攻而自破 然后他阐述了 资医院的办事方针 不管立多少章程 归根到底 就是一条 给国家帮忙 不要添乱 有什么事 好好商量 不要动不动就请愿 闹得精湿不安定 闹得洋人说咱 立宪的心不成 这就是添乱吗 同时 承诺立宪那是早晚的事 杨渡听不惯 宰峰的官话 直接问 国会是否今年开始 立宪是否今年实行 宰峰打太极说 老佛爷在的时候 定了12年预备立宪期 立宪预备期一过 也就是我大清正式立宪之始 从现在开始 立宪预备期还有9年 9年以后 也就是正式召开国会之日 杨渡一听宰峰这么没诚意 就立马要带队走人 宰峰见情况不妙 退步说 我可以稍微妥协一下 将预备立宪缩短为5年 再短免谈 并且5年之内 你们都不要再逼逼立宪的事了 说完 便带着溥仪潇洒离场 4日早朝上 为了让清朝看起来更像立宪 宰峰下旨 废除军机处 改为责任内阁 责任内阁掌权人还是宰峰 经理是庆亲王 而其他重要的部门 也只是换成了立宪体系中的名字 领导人 还是爱心觉露的王爷们 年幼的溥仪 接受着众人的跪拜 无聊的打起了哈欠 看似改趟换药的新朝 实则已岌岌可危 与此同时 孙文等人在仓库讨论着下一次起义 宋孝人给了上册跟下册 上册是策反袁世凯的北洋军 以东三省为后援 一举拿下北京 宋孝人说 北洋军始终还是听袁世凯的 但他这次被罢官 居然没有谋反 我觉得如果在背后推一把 也许能行 黄兴说 对袁世凯不要抱有希望 还是说说下册吧 宋孝人给出的下册是以长江为中心 向四周张开 向湖广两地有张之洞建立的新军 士兵思想都很先进 可以尝试策反 并且还要在此建立同盟会 招纳革命党人 找准机会就北伐 宋孝人这一说法得到了孙文的支持 孙文甚至把这个当成了上册 他建议把同盟会的地址 定在湖北武昌 但宋孝人还是没放弃袁世凯这条路 而此时的袁世凯 俨然一个村夫 跟妻儿享受晚年 看着当年差点把自己炸了的革命党 袁世凯挥挥手表示无所谓 说自己隐退江湖了 而宋孝人看着躺平的袁世凯 便读出袁世凯13岁 立下要逐鹿中原的诗 说你之前可是很狼的 现在说躺平我可不信 袁世凯说你不信也得信 我现在除了钓鱼就是看书了 宋孝人说你现在这样躺平 对得起张中堂吗 这一下就刺中了袁世凯的软肋 袁世凯转过身沉重地说 乡帅已经死了 宋孝人继续加走火力 把张之洞写的诗读了出来 宋孝人解释说 张大人这满腹心事 写的是宋朝用人不当 导致江河日下 但他何尝写的不是清朝呢 袁世凯装糊涂 哽咽的说我懂你的意思了 但你的诗我只想起了张中堂 没想到其他 宋孝人解释说 你想到了张中堂 张中堂也想到了一个人 他这首诗就是写给这个人的 你看 自诩金桥金杜涓 这是何等的悲凉 何等的豪迈啊 他是希望重整大宋河山 这只有一个人才能做到 这个人是谁啊 宋朝的开国之君 宋太祖赵光印 宋孝人这意思很明显了 你来帮我革命 我让你当老大 袁世凯思考片刻便转移话题 说只要有事都可以找我 千万不要客气 说吧便给了一张一万两的银票 给宋孝人 杨渡对袁世凯的行为很迷 又是给钱 又是答应出力 难道真的要当革命党吗 这么容易出错的题目 袁世凯没有直接回答 而是讲了一个小故事 在乡下有个老太太 见到流落相间的小姑娘 就豢养于家 等他们长大了 就把他们打扮起来 再卖个很好的价钱 这种小姑娘被称为兽马 兽马 兽马 总有养肥的一天 唉 我看这革命党 未尝不是兽马 这就把革命党 比喻没有长大的小姑娘 自己是老奶奶 先养着革命党 哪天养肥了就可以卖了 所以袁世凯退隐江湖 都是假象 他要称王的野心 从没有停过 1911年10月10日晚 革命军在湖北武昌发动起义 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 掌握湖北军权的黎元洪 被当众扒了衣服 剪了辫子 被迫造反 成了革命头子 此后革命党又连续拿下汉口汉阳 在湖北战地为王 对外宣布独立 改称中华民国 崽峰被气得牙痒痒 连忙召集大臣开会商讨对策 庆亲王建议赶紧宣布立宪挽留人心 崽峰不同意 我前两天刚拍板五年立宪 你现在就让我改 这不是打我脸吗 庆亲王说 现在只是湖北一声乱了 等孙中山回来一指挥 到时候举国崩溃 想立宪也来不及了 崽峰妥协说 那好吧 可湖北那边要派谁去镇压呢 庆亲王推荐袁世凯 崽峰立即拒绝 说我们大清又不是只有北洋军了 让我去求死对头帮忙 我不要面子的吗 崽峰说什么都不答应 便派了留学回来的军官 银昌去指挥 可北洋六阵的军官 根本不听他的 坚决不出兵 没办法 银昌只能求情宣旨 让袁世凯担任湖广总督 回来帮忙 袁世凯一看到圣旨 刚刚还蹦蹦跳跳的脚 一下子就不行了 不但没有跪拜领旨 还没给阴昌好脸色看 都三年了 公保这脚疾好了吗 我这脚啊 哎呀 估计太深 估计太深了 崽峰当年 开出袁世凯的借口是患有脚疾 袁世凯这话很明显 是在讽刺崽峰 他明知顾问的说 大将军 你这次带军进攻武昌 一定急开得胜吧 阴昌避耳不谈 转移话题 骂起了前任胡广总督瑞成 说那孙子压根就没出兵 直接就跑了 真不是办事的料 是我去找摄政王求情 才让你回来当总督的 袁世凯像看傻子一样看着阴昌 说那可真是谢谢你了 皇恩浩荡 可你看我这脚踏动不了啊 阴昌以为袁世凯还计较之前的事 便说国难当侯 不要计较之前的事了 士兵只听你的 你就出山吧 袁世凯联盟拒绝说 惭愧 你大将军神威又有皇上的圣誉 士兵怎么可能不听话呢 这是你表现的好机会呀 说完便一瘸一拐地走了 不过在没人看到的地方 袁世凯立马恢复原样 国难当侯 对袁世凯来说 那最好不过了 帮是不可能帮的了 清秦王看着袁世凯的诊断书百思不得其解 以矫急为好抗旨 袁世凯到底有什么目的 清秦王拜托袁世凯的好兄弟 徐世昌去说情 徐世昌说 我帮是可以帮 但没什么沉甸甸的东西 是说服不了他的 铁公鸡清秦王说 我保证只要我有 我就一定会给他 于是 徐世昌找到袁世凯说 你的愿望就要实现了 说吧 你要什么 袁世凯一听 知道他的机会来了 别让徐世昌转达自己的要求 袁世凯的要求有五点 一 要立即立宪 召开国会 载封嘴硬说 用得着他说 这一条我早就准了 二 袁世凯要求皇上下罪己诏认罪 皇上年纪小不懂事 但是辅佐他的设政王有罪 胡说 本王设政 勤政爱民 何罪之有 袁世凯的原话是 三年以来 朝廷亲贵当权 一家专政 违反组治 这是一 三年以来 官员们百般勒索民财 并无扮成一件利民之事 这是二 三年以来 司法之兆屡下 从朝廷到地方 官员们 实无一个守法之人 这是三 袁世凯 是一点面子都不给 气得在风怒怼 徐世昌 你这是向本王宣战吗 徐世昌说 这都是袁世凯说的 你别找我撒气 除此之外 袁世凯还要求赦免革命党 实行言论自由 并要求重组内阁 敬亲王惊呆了 这哥们是想血洗中央啊 但为了保命 敬亲王第一个表态 称自己 愿意让出内阁大臣的位置 龙玉太后 含泪批准了 那么接下来 就让我们来欣赏下 新内阁的名单 这份名单可以说是韩元亮极高了 在封见了他后 一句客套话都没有 直接开口 随袁世凯去打仗 袁世凯也不准备给他脸了 请摄政王退位 袁世凯此话一出 空气瞬间安静 宰峰愣了几秒 明白袁世凯想搞他 于是联盟拉拢龙玉太后下水 尴尬拍手说 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 我看你不只是想让我退吧 还想让皇太后退位吧 袁世凯连忙表示 皇太后乃我大清无上之主 真正的一国之君 心内阁凡有大事必须请示皇太后 财宰峰捧龙玉 袁世凯是在离间两人的关系 果然龙玉听了之后脸上美滋滋 宰峰有些着急 孝亲皇太后一致 女人不准 袁世凯呵呵了 当初要杀我的时候 你让龙玉干政 现在轮到我搞你了 你又说女人不能干政 啥话都让你说了 既然你搬出老佛爷 那我就替老佛爷教你做人 女人不准 那是老佛爷没有看到这一天 国家糜烂如此 摄政王 倘若老佛爷还健在 你的下场会什么 塞峰恼羞成怒 你这事大虐不道 我心内阁保得是咱大清 摄政王倘若下野 可我大清还在 一个是摄政王的大清 一个是摄政王的王位 摄政王只能要一个 选择吧 袁世凯这话 直接把塞峰 放在了国家的队里面 如果你今天不下台 那你就是自私 就是不爱国 塞峰无力回击 只能放狠话 快淹死的人 只有拿棺材板 当救命吧 袁世凯 今日我大清 只不过用一下 你这棺材板 又绕一日 本王定送你一口好棺材 摄政王 我袁世凯高爱胖瘦 你都看见了 你送我的这口棺材 可要不大不小正合适 太大了 浪费材料不说 弄不好 里面不光装着摄政王 还有咱的大清 这是赤裸裸的威胁 你要敢动我 你们爱心觉裸 就等着王国吧 龙玉下的赶忙阻止 宰峰 够了够了宰峰 国家弄成这个样子 你摄政王责无旁贷吗 老佛爷说过 遇上大事 你还得跟我商量着办 可这三年里头 你总是独断专行 还得知道错吗 我看你先谢谢也好 就让袁世凯 把这用人行政的事情抓起来吗 把锅甩得干干净净 在借机罢免宰峰 龙玉不会是慈禧的侄女 一下就学到了当领导人的精髓 退朝后 宰峰找龙玉太后说 你要防着袁世凯啊 龙玉太后此时对宰峰非常不爽 刚刚不是还说我不能干政吗 这会儿又过来求我 龙玉太后不打算给她好脸子看 说不是我说你 你之前要开除人家我就不同意 现在你把国家搞成这个样子 我们请人家回来帮忙收拾残局 你还不赶紧谢谢人家 我看你也歇息吧 龙玉太后本以为抓住袁世凯这颗救命稻草 就可以高枕无忧 但她还是天真了 袁世凯上台后 革命群的气焰并没有消退 反倒是越来越强 孙中山也已回到南京 经各个省推举 当上了国民临时大总统 龙玉太后直接问罪袁世凯 为什么不继续答 袁世凯说国库空了 没钱打仗 太后说那怎么办呢 袁世凯摆烂 说没办法 袁世凯不主动不负责的态度 直接把龙玉太后气哭了 你怎么了 袁世凯赶紧下跪说 经你这么一哭 我想到个好办法 那就是发爱国公债 众筹打仗 龙玉太后一听 说好办法 我的臣民都是爱我大清的 我先带头捐三百万两 然而底下的大臣 却无一人跟捐 龙玉太后说 不捐钱不让走 这才有一个官员 说捐二百两 龙玉直接发飙 你当我是要饭的呢 我说你们这是怎么了 老婆爷生前的时候 是怎么说的 要是咱大清都亡了 你们的财上哪发去 然后按人头 让庆亲王捐了一百万 虽然有龙玉太后 在前面筹钱 但袁世凯依旧无动于衷 因为他没有想好接下来的路怎么走 此时的清廷已经实在不值得他卖命了 他想取而代之 但又不想被乱臣贼死的恶名 他突然问起杨渡 孙文是个怎么样的人 杨渡说 他是个很乌私的人 自己掏钱起义了十几次 就是为了推翻清政府的专制统治 当不当总统无所谓 这吸引了袁世凯的注意 如果有人帮我干活还不收费 那我还这么累干嘛 于是袁世凯派杨渡去会见孙文 孙文对袁世凯也很感兴趣 问杨渡袁世凯是怎么想的 杨渡说 袁世凯只能立宪 当不了君主 因为他不愿意被骂乱臣贼子 孙文略微一顿 心中有了个主意 于是他追问 袁世凯人怎么样 袁世凯开始疯狂安利 说袁世凯有能力 有格局 有手段 有毅力 并且还是个好领导 下属对他都死心塌地 孙文听完 更加艰陷了自己的想法 这个想法 就是把民国总统的位置 让给袁世凯 因为孙文有自己的难处 中华民国刚成立不久 各处百废待兴 前线还要一直烧钱 跟清军打仗 但民国的国库里 只剩下十块钱 再僵持下去 可能会把新政府熬死 这时一个老人来拜访孙文 对着他又是跪拜 又是喊皇上 这样孙文意识到 只要清廷还在 人民的思想 就不会有志的改变 他要尽快推翻封建专制才行 而能在最短时间内 结束这个局面的人 只有袁世凯 于是孙文命人 给袁世凯发电报 称 只要他推翻清廷 就可以让他当临时大总统 不过 袁世凯的野心 可不止这么小 总统本身就有四年的任职期 还要我当临时的 我不干 我就要君主立宪 并且他不相信会有人 不喜欢权力 怀疑孙文是想利用他推翻清廷 然后在过河拆桥 翻脸不认账 就这样 谈判陷入僵局 最终孙中山主动电话 连线袁世凯 说我知道你喜欢君主立宪 可是君主 你让谁来当 爱心绝罗家的人吗 我绝不答应 去再找一个汉人吗 你不会答应 最好就是你去当君主 但你是大清的臣子 你要当了皇上 那就是造反 你就是乱臣贼子 孙文这话 着实是戳到了袁世凯的痛处 然后为了让袁世凯放心 孙文亲口承诺 谁推翻了清政府 谁就是民国总统 说完便挂了电话 孙文的爽快 让袁世凯有点措手不及 虽然他清楚 孙文是想利用他 推翻清政府 但不得不承认 成为民国临时总统 确实是实现 他野心的一条捷径 所以他顾不了那么多 先当了总统再说 至于任期嘛 上台了之后 再想办法 为了让爱心觉罗家族彻底领和饭 袁世凯一边派段祺瑞去武昌前线和革命军指战 另一边故意放出他和孙文和谈的消息 顿时举国震惊 龙玉太后也气炸了 我是让你回来剿灭革命党的 不是让你议和的 袁世凯拿过报纸 无辜的说 袁世凯演技虽然敷衍拙劣 但还真骗过了这个傻白甜 龙玉说 袁世凯说 我想去跟他们谈谈 如果他们能接受君主立宪 也就不用动刀动枪了 于是龙玉太后宣指 让袁世凯全权负责谈判 就这样 袁世凯借着出差的机会 和孙文谈好了具体的交换条件 为了让袁世凯的工作更容易一些 孙文答应了龙玉太后退位后的优厚待遇 上层对起了目标之后 身在军队的段祺瑞便鼓动士兵写下了停止战争 要求共和的请愿血书 并让他们来京亲自交给龙玉太后 龙玉太后一听 段祺瑞带兵上殿有些慌 斥责袁世凯 说北洋军不守规矩 袁世凯说 他们长大了 有自己的想法 我管不着 龙玉太后翻了个白眼还是让他们进来了 段祺瑞让士兵们把血书举到了龙玉太后眼前 说 我前线战士在前敌奋战 亲眼目睹战火纷飞 百姓死于非命者 每日何止数万 我前线战士并不怕打仗 但这仗我们打得太过呢 我大清要打仗 为的是君主立宪 革命党跟我们打仗 要的是民主共和 原来只是个国体之争 原来双方都是为了救国 这种仗我们为什么要打 我们听说太后原本对共和军县并无分输 无非是几个王爷 坐视江山社稷之危而不顾 坐视百姓生灵涂炭而不救 我前线战士绝不能容忍朝廷有如此败类 段祺瑞 仅不揣冒昧 仅率全军将士 挥泪登车 冒死进京 向太后与各位王爷痛陈厉害 国家社稷之重 远过我大清 一姓君主 请太后 明察 刚才你说什么 前线的士兵都到北京来了 北洋军竟然都围在了北京 这是要造反的节奏啊 龙玉太后慌了 袁世凯 臣在 我让你到北京来 是保我大清江山和我母子性命的 现在军队逼宫 这大清江山是保不住了 你孤恩负德 还有什么脸面 建祖祖于地下 袁世凯下跪认错 对对对 你说的对 我罪该万死 可现在民心所向 我能怎么办 清朝大事已经没了 如果我们还不想想办法 到时候内忧外患 死无全尸啊 吓得龙玉太后赶紧问退路 这时 袁世凯终于说出了最终目的 要是我大清训味 他们将答应太后提出的一切优待条件 说完之后 他又开始演戏 如此侮辱黄太后 臣已断然拒绝 袁世凯明明是想逼宫 还把自己包装成大忠臣 浮夸的演技 把段祺瑞都整笑了 但怕死的龙玉太后却当真了 先别拒绝 先别拒绝他 但袁世凯能骗得了龙玉 却骗不过清秦王 他越听越记 袁世凯继续威胁龙玉 太后 臣以为已没有什么好谈的 古人云 宁为玉碎 不为瓦权 一死河南 臣将于革命党血战到底 清秦王再也看不下去了 立马要冲上去揍他 袁世凯 原始凯淡定的说 满朝清贵 属你 属你最了解我袁世凯 要是连你都觉得 我袁世凯的所作 不是咱大清的最好选择 那你就来吧 记得清秦王大吼 此时的清秦王也没有利用价值了 袁世凯翻脸不认人 咱们原本就没什么交情 有利可循就称兄道弟 没利可图那就是垫脚石 这才是我认识的袁世凯 龙玉太后看着打闹的朝堂 竟当众哭了起来 袁世凯你这样害死我们娘俩呀 亲哥哥 袁世凯安抚说 我一定会维护你跟皇上的权利 但前提是你要识相点退位 于是两人便开启了私聊 民国政府给出的条件非常有诚意 第一皇上的尊号予以保留 仍然享受君主待遇 第二紫禁城和颐和园都划给皇上 外人不得进入 第三保护皇上的私有财产 第四每年给三百万的生活费 龙玉太后对前三条都非常满意 只有第四条 她觉得钱不够 于是砍起了价 就说每年穿衣服吧 总得两万两银子 可以 服饰服饰 不能有服无事 就说衣服上的饰品 总得两倍的用度吧 臣以为太多了 老佛爷当年一根金钗 就是万两银子 那就医了太后 有衣服就得有鞋帽 你说该多少啊 这个臣说不好 鞋帽是要经常换的 一年下来 至少五千两银子 太后说多少就是多少 袁世凯这大直男 第一次知道女人这么麻烦 她全都溢了 还有吃的呢 总不能让我过苦日子吧 袁世凯说 一人一个胃 吃不了多少 龙玉却说 我这不还有三千多太监吗 袁世凯提议 开除太监 一旁的小德章 吓得一哆嗦 袁世凯不带烦了 说别扯这么细 我再多加一百万 龙玉太后很满意 于是答应退位 袁世凯把小皇帝溥仪抱在鸡鞋椅上 整理好龙袍 郑重下跪说 称给皇上 再扣着最后一个头 就这样 统治长达276年的清朝 落下帷幕 袁世凯如是重负 蹦蹦跳跳的去当大总统 而那些失业的太监 纷纷对着袁世凯 丢鸡蛋发泄 但袁世凯并不生气 因为更让他生气的 还在后面 在总统任职仪式上 袁世凯收到了南京的参议院发集电 说总统府要设立在南京 需要他去南京就职 不然孙文不辞职 此外 他们还专门定了一部宪法 来限制新总统的权力 袁世凯脸都气绿了 好你个孙中山 原来在这儿等着我呢 把大清国龙旗 升上去 龙袍好生 但捡去的辫子 可不好再接回去了 袁世凯不甘心被孙中山拿捏 于是开始看起了地图 徐世昌急了 他知道袁世凯 一看地图就要打仗 这是他从小的习惯 所以这意味着 袁世凯要向南京 发动攻击 自己称王 徐世昌提醒他 这时候不要玩火 袁世凯装傻说 人在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 我既然要当大总统 怎么会玩火呢 袁世凯嘴上这么说 手却很诚实地翻开了地图 徐世昌说 你别骗我了 还是跟我说实话吧 袁世凯继续打太极 徐世昌看着走火入魔的兄弟说 现在不是小战 你手里捏着一个国家 你要玩火 当心自焚 说吧 便愤然地离开了 徐世昌一走 袁世凯的脸就沉了下来 虽然嘴上不认 但徐世昌的话 还是提醒了他 中国才刚经历权力变更 民主共和是众望所归 如果他此时再打仗 必定会失去民心 不行 他还是得想别的办法 此日 孙荣山派宋教人等 来接袁世凯去南京 袁世凯满心欢喜 还给众人看自己 前去南京的规划路线 我打算呢 先坐火车到天津 然后再走水路到武汉 因为副总统黎元宏 是革命元勋 我总得到那儿先看看他嘛 然后还是走水路 到上海 听说孙荣山先生 就任大总统的时候 就是在上海登陆 然后去的南京 这叫做 副孙先生的后尘 宋孝人可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但袁世凯的人一听就明白了 这是起兵攻打的路线 晚饭期间门外突然响起枪声 赵禀军解释说 是北京的驻军 反对袁总理离开北京 闹不应变了 宋教人等人为了自保 纷纷躲了起来 外面枪声四起 浓雾弥漫 士兵们因为太久没拿公司 纷纷趁着这次动乱 抢劫钱财 虽然宋教人心里清楚 这是袁世凯在故意搞事 但也确实看到了惹怒袁世凯的下场 于是宋教人表示 为了社会稳定 前都的事可以再说 就连外国公使都被这次动乱搞怕了 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 他们强烈要求袁世凯 留在北京稳定局势 就这样袁世凯又赢了 孙中山终于见识到了袁世凯的厉害 他认为应该尽快修订宪法 这样才能约束袁世凯 但他不知道的是 宪法只能管住守法的人 管不住袁世凯 孙中山辞职后 袁世凯终于坐稳了临时大总统的位置 可坐上去之后 他才发现这个大总统当起来并不痛快 因为孙中山辞职前 给他挖了一个大坑 那就是把总统制改成了责任内阁制 总统权力被削弱 决策权收到了内阁手里 这明白就是为了治袁世凯 更让他生气的是 内阁总理唐绍仪虽然出身北洋 但却是孙中山的死忠坟 所以内阁不仅不能为袁世凯所用 还处处限制他 与他作对 袁世凯明面上是大总统 实际上只是一个没有实权的签字工具 对于内阁做出的所有决策 袁世凯只能乖乖签字 不能说一个不字 袁世凯哪受过这种委屈 直接翻脸 拒不签字 唐绍仪也被气得够呛 说你不签我就辞职 袁世凯说那太棒了 辞职书我都帮你准备好了 您走好不送 就这样民国刚成立不到一个月 第一届内阁就倒台了 但即便搞定了内阁 袁世凯依然没有安全感 因为五个月后就是正式总统选举 如果孙中山也参加选举 那他的胜算就不大了 恰好此时孙中山正要进京组建国民党 袁世凯打算借机探探孙中山的想法 于是他盛装相迎 以礼相待 但令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是 他和孙中山竟然处成了哥们 两人相处十分融洽 一方面是英雄之间的惺惺相惜 但更重要的是 袁世凯看出来孙中山这人 确实是活菩萨 只在乎理想 不在乎权力 他甚至承诺袁世凯 只要袁世凯维护共和 遵守宪法 保证社会稳定 他就不会参加总统选举 不仅如此 他还会号召国民党成员都投袁世凯的票 袁世凯没想到孙中山这么好说话 激动地表示 一定要让所有内阁成员都加入国民党以表支持 但搞定孙中山还不够 袁世凯还要搞定宋孝人 因为目前国民党声势浩大 必将占据国会的大部分席位 并且他们一定会选自己人当内阁总理 这个人就是宋孝人 但宋孝人可没这么好巴结 是给钱也不要 给官也不当 就是铁了心要当内阁总理 制衡袁世凯 袁世凯一看宋孝人比唐少仪遗憾难搞 便改变策略 让赵炳君也组织几个党派与国民党抗衡 只是数十个党派竟没有一个能打的 无奈之下 袁世凯只能从日本请来了梁启超 让他把所有党派都整合起来 成立进步党和国民党正面纲 但梁启超实地拜访了宋孝人之后 回去告诉袁世凯不行的 国民党太强了 我们根本打不过 袁世凯安慰他 办法总会有的 咱们等着看看吧 结果没过几天 宋孝人就惨遭刺杀 所有的证据都指向幕后真凶是赵炳君 一时间国会纷纷要求弹劾赵炳君 袁世凯为了撇清关系 表面答应国会撤了赵炳君的职 私下里又安抚赵炳君的情绪 他说你杀宋孝人本没有错 但错在你被人抓住了把柄 国民党一定会利用这件事向我施压 到时候不光你完蛋 我也跟着完蛋 所以你不如先回家避避风头 等我坐稳了位置 你再出来 赵炳君一听袁世凯这么维护他 感动哭了 乖乖把手里的职位都交给了段祺瑞 自己回家躺平了 结果没几天 赵炳君就被袁世凯堵死了 赵炳君一死 所有的审判程序被迫中止 刺杀是否和袁世凯有关 成了永远解不开的谜团 无论是赵炳君还是宋孝人 都是这场政治游戏的牺牲品 袁世凯和段祺瑞成了最终赢家 宋孝人的死 终于让孙中山看清了袁世凯的真面目 袁世凯自始至终就没想共和 相反 他是在利用共和 玩弄共和 他是以共和之名 行专制之实 他心中没有民权 更没有法律 任何可能削弱他权力的人 他都会想尽办法 尽量铲除孙中山决定和他撕破连进行二次革命 目的就是干掉袁世凯 这可仇坏了黄兴 他说大哥 我们没钱没兵 怎么革命啊 孙中山很乐观 他说南方十个省的都督都加入了我们国民党 北方也有很多都督都认同我们的纲领方针 如果我们振臂以乎至少会有15个省响应 我们的胜算还是很大的嘛 结果孙中山振臂以乎只有江西和安徽两个省出兵 其他省份都在围观看戏 就这样二次革命的小火苗被袁世凯瞬间掐灭 孙中山出逃日本狼狈至极 孙中山离开后民国开始了正式总统选举 袁世凯本以为胜券在握 但结果他竟然和黎元宏打成了平手 两人还要进行二轮竞选 虽然没输 但这个结果对袁世凯来说简直是侮辱 他不能再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国会了 不然迟早给他们玩死 他要变被动为主动 于是他直接带人闯进了国会 不顾众人反对 叫停了新宪法的修订 并强制要求他们修改临时约法 首先总统有宣战权和与外国地结条约权 无需经国会同意 其次民国的官制官规由总统制定 无需经国会同意 最后由总统制取代之前的责任内阁制 并且总统可以终身连任 此外 袁世凯把国民党成员全部赶出了国会 一时间 袁世凯的权力达到了顶峰 但众所周知 人一旦达到了顶峰 就意味着接下来全是下坡路 为了让权力更加集中 袁世凯甚至将刀口转向了自己人 他私自把内阁改为正式堂 正式堂受总统管制 作用相当于清朝的军机处 并且把徐世昌叫了回来当国务卿 统领正式堂 段祺瑞懵了 有了正式堂 那我内阁怎么办 袁世凯说 当然要取消啊 段祺瑞说 那我这个内阁总理 说没就没了 袁世凯安慰 没了内阁总理 你还是陆军总长吗 段祺瑞很不理解 大总统 你组建正式堂 无非是给总统府留个办事机构吗 我的内阁 从来都是大总统的办事处 没有一件事自作主张 就是我这个总理 也不过是大总统的办事员 既是如此 大总统又何必舍旧迎新呢 袁世凯解释 不是我辞退你的哦 是约法里规定了 民国要实行总统制 那内阁自然要取消 我这叫依法行事 这个借口让段祺瑞很不爽 大总统 你不要法的时候 法就是废纸一张 你需要法 那法就成了想拨拨了 袁世凯没想到 段祺瑞会当众拆台 急忙打断他 之前啊 怎么说话呢 段祺瑞继续吐槽 干脆你把我这个陆军总长一个名 省得我爱您的眼 说完便转身离去 段祺瑞说的有道理 他一直都是袁世凯的狗 那为什么袁世凯还要撤了他 因为袁世凯在段祺瑞身上 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段祺瑞已经是陆军总长 如果这样他当内阁总理 就相当于一人独掌军政大权 这样的上尉方式 他袁世凯太熟悉了 所以他不得不把徐世昌请来 制衡段祺瑞 徐世昌当然知道袁世凯的用意 便提醒他 意思是在专制体制下 人人都是奴才 皇上说什么是什么 下面的人就算不爽 也不敢起反心 但在共和体制下 大家人人平等 如果你还独断专权 下面的人可不会由着你 袁世凯愣了一下 赶忙拉拢徐世昌 说就算全世界都与我为敌 你也不会背叛我的 对不对 说完 两人哈哈大笑 徐世昌的提醒 并没有让袁世凯停下揽拳的脚步 在扫清一切障碍之后 他又开始琢磨更改国体 要改民主共和为君主立宪 一向好脾气的梁启超 终于翻脸了 劝他不要胡来 但杨渡却举双手赞成 并且还要把更改国体的宣传任务 揽到了自己的身上 出乎意料的是 更变国体进行的极为顺利 一大早 袁世凯就在报纸上看到了英国和日本 赞成民国变更国体的消息 然后 他又在办公桌上看到了各省递上来的拥戴书 紧接着 张勋又拿来了各省都督和国会议员 同意君主立宪的签名书 袁世凯兴奋了 天时地利与人和 这个皇帝我不当都不行啊 登机前一晚 徐世昌又劝袁世凯冷静 不要走这不险招 袁世凯说 不听不听 我就不听 我非要走 徐世昌无语 只能辞了职回家 就这样 袁世凯终于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表面风光无限 殊不知 这是他悲剧的开始 这是袁世凯最落魄的时刻 就在他登上地位的第二天 舆论突然反转 蔡厄首先在云南起义 反对袁世凯 接着 十三省都督联名 要求袁世凯停止称帝 讽刺的是 这十三省都督全都是北洋的人 袁世凯气炸了 前几天还举国同意的 怎么突然就举国反对了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外国公使也纷纷上门 要求他停止称帝 袁世凯又纳闷了 你们不是同意我称帝吗 报纸上都登了 怎么出尔反尔 公使们接过袁世凯的报纸 看了一眼 讽刺说 你这报纸是假的 厉害了 你们中国人啥都能造假 袁世凯愣住了 问管家 这报纸是哪来的 管家说 最近的报纸都是大少爷送来的 袁世凯猛然惊醒 原来如此 他怎么就没想到 有人比他还想当这个皇上 他不做解释 拄着拐杖 转身离开 脚步亮枪 回到家里 他抓着袁克定 就是一顿毒打 别打了 老爷 师父入国 你去一次 你别打了 干嘛 别 别打了 袁世凯欲哭无泪 他死都想不到 自己聪明一世 最后竟毁在了自己 亲生儿子手里 他也再承受不住打击 病倒了 深夜 袁世凯坐在龙椅上 包着他最爱的老婆痛哭 我究竟这么说什么 他们怎么这么恨我 怎么这么恨我 袁世凯说的没错 论实力 他比孙中山强 论爱国之心 他不比孙中山少 以他的能力 他本可以让这个国家稳定富强 只是称帝这一步 他错的太离谱了 一朝不慎 全盘皆输 并踏之上 袁世凯开始忏悔 说完便在停止称帝的同义书上盖章 盖完章后 袁世凯的心里反而踏实了很多 他弱弱的问 段祺瑞等人都默不作声 袁世凯意识到 他已经丧失军心了 所以当前比称帝更重要的是巩固自己的权威 于是他命令段祺瑞组建军务处 进行内部整顿 段祺瑞开始摆谱了 说我现在又不是什么内阁总理了 我哪有权利组建军务处 徐时常明白段祺瑞是在报复袁世凯 赶紧出来打圆场说还是重组内阁吧 袁世凯也放下面子 说内阁总理还是由你来当吧 而段祺瑞有台阶不下 反而接着往上爬 说既然要我组内阁 那你的正式堂得撤了吧 不然以后是听徐时常的还是我的呀 徐时常尴尬的说 肯定都是听你的呀 段祺瑞强势的说 你说了不算 我要听大总统的意思 被逼到墙角的袁世凯感慨道 一不如心 人不如故 北洋要团结 要不是为了北洋的团结 我还不伺候 那好 日后的军政大权是你的 口说无凭 明天 明天我就把任命输给你 拿到结果的段祺瑞 连招呼都没打就走了 毕竟现在谁是老大还不一定 狗 狗 狗啊 魏婷 翻咬一口的狗 狗 袁世凯气到了极点 把药都吐了出来 袁世凯大势已去 躺在手术台上的他 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 听着袁克定的诛心之言 一 蔡娥的护国军已经占领了四川 二 段祺瑞不知道躲哪去了 国务院的人说他已经不来上班了 三 发给冯国章 让他出兵的电报 他已经收到并回电 内容主要是让爹辞职 爹辞去大总统职务以后 咱们一家人的生命财产由他担保 四 张勋和曹坤也一直按兵不动 五 徐世昌说 目前这个局面 他也没有办法 袁世凯攥紧拳头 身体再痛也不及心痛的万分之一 这一幕像极了当初他劝退龙玉太后的场景 没有兵权 手下叛变 举国讨伐 袁世凯气急攻心 不久便死于尿毒症 一代枭雄 惨淡落幕 袁世凯去世后 副总统黎元宏接替了他的位置 但他这个总统只是个空壳 真正掌握实权的人 是内阁总理段祺瑞 段祺瑞本想把黎元宏当工具人操纵 却没想到黎元宏并没有想象中的 那么软弱 黎元宏不仅不出台摆布 还私下邀请孙中山回国 制衡段祺瑞 段祺瑞得知后 立马下发了对孙中山的逮捕令 逼着黎元宏盖章签字 但黎元宏拒不服从 因为他心里清楚 段祺瑞背后虽有北洋 但北洋的人可不一定都听他的 黎元宏猜得没错 此时的北洋群龙无首 他们聚集在一起 拥护张勋为首领 决定下一步的走向 另一边的段祺瑞和黎元宏 闹得不可开交 纷纷写信求助张勋 然而张勋谁也不帮 他说 元大总统在的时候 我只服他 现在他不在了 能让我服的就只剩一个 那就是皇上 于是他决定拥护亲王室复辟 为此他特意请回了 另外一位大佬 那就是资深保皇派领袖 康有为 康有为回国后 找上了梁启超 劝梁启超加入他的复辟大计 因为梁启超此时的身份 已经非比寻常 他一方面和北洋交好 另一方面又是蔡厄将军的老师 是唯一一个南北都任的大人物 如果他能支持复辟 那必定事半功倍 但梁启超却说 老师 你醒醒吧 元世凯搞复辟 都把自己玩死了 你们还能比元世凯厉害 共和世潮流 顺之者昌 逆之者亡 我劝你们不要玩火 康有为说 那不一样 清王室是正统 他们复辟那是顺应天意 元世凯是比不了的 再说了 如果不复辟 你怎么办 继续共和吗 你睁眼看看 现在的共和 到底是真共和 还是假共和 康有为这话 一下戳到了梁启超的痛处 康有为说的对 就算元世凯死了 国体恢复了 但真正的共和 依旧没能实现 梁启超无法反驳 直接地上戒齿说 老师 你打死我吧 就算你打死我 我也不会支持你复辟的 就这样 康良两人的尸头关系 在这一刻彻底决裂 第二天 张勋带着康有为 去见了溥仪 劝他复辟 此时 龙玉太后已死 坐在溥仪身边的是 端康太妃 我说张勋 这事可不能胡来 民国政府 对我大清有优惠条件 咱们过得也不错 小日子过得不错 你别一折腾 把我的生活费 都折腾没了 张勋说 你放一百个心 一个我再加上 一个康有为 有啥搞不定的 就这样 十二岁的溥仪 又被张勋忽悠上了皇位 结果 清朝复辟 仅仅维持了十二天 就被段祺瑞讨伐 这场闹剧 以张勋被赶杀 潦草结束 到这里 这部剧 已经接近尾声 说起来离谱 一部叫 走向共和的电视剧 直到结局 也没走向真正的共和 看似烂尾 带着正视此剧的可贵之处 因为真正的历史 就是这样 自从袁世凯死后 北洋的平衡 就被打破 军阀派系 轮流作庄 中国 进入空前的动荡时期 孙中山也曾想夺回政权 但最终也落了个心有余 而力不足 这结局也真应了袁世凯的话 我要是输了 那谁都赢不了 从综合实力来讲 袁世凯确实是最有希望的那一个 但假设一下 如果袁世凯没有复辟 那他就能带领人民走向共和吗 我想大概率是不能的 一个在封建官场里挣扎了三十年的人 他知道怎么夺权 但不知道怎么搞民主 但无论是袁世凯 还是孙中山 每个人都带有时代的局限性 他们都没能带领中国 走向真正的共和 这部剧真正想表达的 其实是李鸿章对梁启超说的那句话 一代人只能干一代人的事 民主共和的实现 不是一蹴而就的 它需要一个过程 直到现在 我们依然身处这个过程之中 还需要继续完善和探索 千言万语 归结为一句话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需努力 好了 到这里 走向共和这部剧就完结了 但说句实话 在解说过程中 我为了保证情节紧凑 删掉了很多 与主线无关的情节 在之后几天 我会以番外的形式 为大家呈现这些情节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